小杰看到一个男人正在钓鱼 以为是自己的爸爸 可是刚要叫爸爸 这个男人突然起身 把小杰和奇亚都打飞了 然后召唤出一个小丑 在小丑的嘴里摇出一个数字 紧接着小丑变成了一把枪 男人用枪指向他们 奇亚感冒用身体护住小杰 在男人一番扫射后 打死了一群蚂蚁 原来他们刚才不小心踩到了蚂蚁的巢穴 这个男人是为了保护他们才开枪的 被打断身体的蚂蚁 即使只剩一个头 还是跳起来咬了奇亚一口 男人说这种蚂蚁叫倩和乙 生性异常凶猛 是被列为第一等级的隔离物种 如果刚才自己不出手 恐怕他们早就被倩和乙大军啃食殆尽了 男人还给了奇亚一瓶药 叫他处理伤口 战斗结束 小丑武器也随之消失了 此刻小杰突然认出了这个男人 因为自己小时候在鲸鱼岛 闯进了狐熊的领地 正是这个男人在母熊的手里救下自己 男人这才认出了小杰 没想到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这个男人叫凯特 小杰的爸爸金是他的师父 多年前凯特去鲸鱼岛找金 虽然没找到金 却意外地救下了小杰 凯特说金是自己的恩人 正是因为金 自己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猎人 但是金给他安排了同样的课题 那就是找到自己才能认凯特这个徒弟 所以凯特才会前往鲸鱼岛 当凯特找到金后 把救小杰的事情讲给他听 金却一点都不意外 好像这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一样 当小杰说是用咒语卡找到凯特的 凯特说自己并没有用尼谷这个名字进入游戏 凯特想也许是金故意让小杰来找自己 好让自己帮他带儿子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竟然游戏出口的小姐姐做了个设定 如果小杰要带走的是同行卡 那就让他飞向凯特身边 因为有同伴才会使用同行卡 如果小杰带走的是磁力卡 就让小杰来自己身边 其实出口小姐姐早就看出来了 金是怕看到小杰的伙伴感到害臊 所以才这样决定的 但是金还死不承认 凯特想既然金把包袱甩给了自己 那只能尽自己全力去照顾小杰了 凯特开始给小杰吹嘘金的丰丰伪计 说金现在完全够得上三星猎人 只是他怕麻烦没去申请而已 小杰问三星猎人有多牛逼 凯特说只有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猎人 才会被授予心急 三星猎人全世界不超过十个 小杰现在更崇拜自己老爸了 西亚现在明白眼前这个吹牛逼的人有多强了 因为金是顶级猎人了 而凯特又是被顶级猎人认可的男人 就在他们吹嘘的同时 在一个幽暗的洞穴里 一只断手的蚂蚁 正在疯狂地啃食于泪 他正是倩合矣的雨后 凯特和小杰一直聊到天亮 原来凯特还有几个同伴 他们的工作是生态调查 本来只调查一些大型动物 但是最近倩合矣引起了凯特的注意 因为在上次任务中 负责人给他们看了一具奇怪的动物肢体 他们还带走了两个狗爪样本 经过数据分析 这个狗爪居然跟倩合矣十分吻合 如果真是这样 这只倩合矣应该能达到成年人类的体型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 所以现在必须调查清楚 小杰和奇亚反正也没事 就跟着凯特一起调查 他们现在要先和另外两个同伴会合 另外两个同伴去了南方的一个海边 听说这个动物的肢体就是在那附近捡到的 此刻洞穴里的蚂蚁 胃口已经越来越大 一只蝙蝠飞进了洞穴 也被它吃掉了 凯特在路上 给小杰和奇亚讲述倩合矣的繁殖方式 倩合矣之所以可怕 因为它们采用的是摄氏交配的缠软形式 就是在吃下其他物种后 会将该物种的特征反映在下一代的身上 如果吃下了多种生物 那么还可以把这些生物的基因整合 产下的后代也会变成六边形战士 而且倩合矣第一代 会产下不会繁殖的工蚁或者兵蚁 这些倩合矣会继续帮以后补食 它们会采集较强生物的基因 如果吃到自己终于的食物 那么会无休止的把这个物种吃到灭绝 最终目的是产下继承者 也就是蚂蚁王 此刻以后的第一批卵已经孵化 编蚁们接到的命令是 去寻找更好的食物 这个小男孩带着妹妹来采蘑菇 却遇到了一条毒蛇拦住去路 为了保护妹妹 她用力挥舞树枝 终于赶走了毒蛇 回到家后 妹妹给妈妈讲述哥哥是怎样保护自己的 男孩叫扣鲁多 妹妹叫雷娜 妈妈夸赞扣鲁多真是个男子汉 叮嘱她以后也要好好的保护蕾娜 扣鲁多拍着胸腹保证 为一只保护蕾娜跟妈妈的 晚上蕾娜可缩了 扣鲁多马上起身照顾妹妹 扣鲁多让妹妹赶快睡觉 明天带她去河里抓鱼 一起煮鱼料理 然后给妈妈一个惊喜 两个孩子懂事的让人欣慰 一二天他们抓了好多鱼 正在往回走 突然被一只巨大的怪物拦住了去路 眼前的怪物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此刻的扣鲁多也非常害怕 但是她想起了和妈妈的约定 要一直保护蕾娜 凯特和他另外两个同伴在海边会合了 因为芊和椅的肢体就是在这附近找到的 旁边就是森林 说不定已经逃到森林里面了 一个人让他的狗闻一闻芊和椅的钩爪 小杰也凑过来闻一闻 于是一狗一人寻着气味寻找 但是无功而返 凯特说这边的潮流很复杂 白天和晚上的流向完全相反 说不定已经被冲到别的地方去了 几个人找了一天也没结果 只好先返回城里 这是以后的一个卵幼孵化了 这只芊和椅长着人类的外形 她的前生正是那个小男孩 以后看这个部下还会说话 于是任命她担任第一师团的师团长 让她带领所有的兵营 去抓那种营养价值高的生物回来 这只芊和椅帅领她的部下来到一个村庄 正在耕地的村民 见到这些怪物下的四散奔逃 但是芊和椅基因强大 他们行动非常迅猛 很快就满载而归 因为得到了更好的食物 现在军团也扩大了 芊和椅迁徙到了更广阔的地狱 并且不断修筑她的巢穴 以后将会在这个巢穴里 缠下芊和椅的蚁王 凯特这边推断 如果这只芊和椅是真实存在的 根据时间推测 她肯定开始行动了 所以让泡泡糖女查一下 最近有哪些地方 出现了大量的人口失踪 但是没有查到类似的事件 凯特又让泡泡糖女 把最近的洋流情况标出来 如果芊和椅是漂流过来的 都可能会漂流到哪里 这下范围可就太广了 但凯特关注的是 NGL自治区是不是包含在内 因为那个区域的国家 完全摒弃机械文明 生活方式全都回归于自然 通讯方式是信件 交通工具是码 如果谁敢把文明世界的工具带进去 就会被判处死刑 那里有200多万人口 以前发生过强大的传染病在该国蔓延 但他们都是顺其自然 拒绝国际医疗队进行协助 而且现在迅速流行的一种口服是麻药 听说就是从NGL传出来的 如果芊和椅漂流到那里 即使发生大规模的人口失踪 相信这些人什么事情也不会做 想要进入这样一个国家调查恐怕很困难 在凯特他们准备前往NGL之前 已经有一批猎人到达这里了 那就是幻兽猎人暴库儿和风女 因为有一个记者偷偷潜入到NGL 他临死前发出来一段信号 暴库儿没打算带风女来 毕竟这次行动十分危险 而且风女还没有拿到猎人执照 但是风女说那个地方不让带任何设备进去 如果有我的能力就会很方便 因为风女的能力可以帮忙传递信息 所以才让风女跟过来的 此刻芊和已在新的巢学 已经拥有多名师团长 这天扣鲁多带领她的部下 来到了自己的村子捕获人类 当她看到一个女人时 产生了奇怪的感情 所以没把这个女人给抓走 其实这个女人正是她前世的母亲 而龟团长这边遇到了意外 有一群训练有素的人类 手里拿着可怕的武器对他们进行了抵抗 龟团长缩在壳里踩脚性逃脱 你敢相信吗 这种长相奇特 还会说话的怪物 既然是蚂蚁 他们把人类当作猎物捕杀 所以现在身体里混杂着多种基因 可是乌龟团长说她今天遇到了抵抗 人类使用了一种奇怪的武器 猫头鹰查阅了一下资料 说这种武器叫做枪 而且马上弄清了枪的工作原理 这时大家突然收到讯号 是以后再召集大家 以后说自己要开始备孕了 准备产下蚁王 让大家每天给他准备50个人吃 没有特殊事情 就不要来打扰自己 这些军团长突然向蚁后请求 说能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 蚁后欣然应允 并且感叹这种生物真是不可思议 他们除了服从命令之外 居然还有自主意识 蚁后来到三个虫卵面前 这三个即将诞生的倩和蚁 将会成为蚁王的直属护卫战士 所以以后要亲自给他们起名字 洞穴里大家正在上一捕猎人类的计划 每个师团长都负责不同的区域 但是这些倩和蚁由于携带了人类的基因 每一个都我行我素 有的甚至把捕猎人类当成了游戏 这让扣鲁多很恼火 蚂蚁军团本应有着严明的军迹 但是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 而且扣鲁多发现有师团长没来参加会议 这是变色龙梅雷翁说话了 他说蜥蜴男带领部下擅自行动了 他们去攻击那些拿着枪的人类了 此刻蜥蜴男已经把这些士兵追得落荒而逃 他们虽然手里有枪 但是在这些倩和蚁面前 这些士兵显得更像蚂蚁 被蜥蜴男随意的踩踏 蜥蜴男带领部下 一路追到了这些士兵的基地 原来NGR的国王不让百姓使用现代科技 自己却组织了一支武装部队 国王叫仔伊洛 他从小就命苦 在他没有学会说话之前 就被迫学会了搬砖跟火水迷 他住在一个破旧的房子 父亲整天饮酒度日 仔伊洛每天结束工作回家后 只能待在床上 唯一能出去的理由就是去公共厕所 而且每天只能出去两次 仔伊洛睡在上库 由于怒场太过破旧 只要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声音 如果被父亲听到了 就免不了一顿毒打 但仔伊洛无论受到多么粗鲁的对待 他依然很敬仰自己的父亲 因为他记得自己有一次发高伤 父亲整整照顾了自己一晚 还有就是父亲从来没说过 要把自己赶出家门的话 这说明父亲需要自己 但是这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马上破灭了 一个比仔伊洛大一轮的青年告诉他 你父亲之所以不把你赶出去 是因为你可以帮他赚钱 仔伊洛心理当然清楚 但是他不愿意承认 现在有人把这个事情戳破了 让他很是恼火 于是扑向了这个青年 但仔伊洛根本不是对手 被这个青年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还把他踩在脚下 青年说在你爸烧时 照顾你的并不是你老爸 而是隔壁的老头 因为这时老头还和你爸大吵了一架 你是因为烧糊涂了 所以才不知道的 这是仔伊洛刚好看到了父亲路过 父亲和被踩在地上的仔伊洛对视了一下 父亲眼睛里没有任何波澜 只是默不关心地离开了 仔伊洛此刻终于明白了 自己并没有被当作人看待 不久之后 仔伊洛随手拿起了狼头 结束了父亲的生命 九年之后仔伊洛设立了NGL 又过了九年NGL变成了国家 而仔伊洛当上了国王 他要把阿易散播到全世界 于是开始出售口服饰麻药 这也只是他恐怖行动的开端 面对倩和已是仔伊洛没有屈服 西伊南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人类 他现在感到很费解 因为他的快乐源全是来自人类的恐惧 但是在这个人身上他并没有体会到 西伊南决定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基地 要好好享受玩某人类带来的快感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里将会变成他的坟墓 包库尔一行人来到NGL 在丛林里发现了士兵的尸体 紧接着三头怪兽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里面最强的也就是包库尔了 毕竟和小杰还是同期的 干掉一只怪兽后赶快逃跑 跑着跑着风女不小心摔倒了 眼探要被怪兽吃掉 包库尔又用出了他的绝招 一次性把两个都干掉 咱也不明白 刚才为啥不这么做 丛林里还在想着激烈的枪声 此刻的倩和已已经学会使用枪械 这些人被自己制造的武器消灭了 尸体堆积如山 他们都将变成以后的口粮 包库尔还在感叹这些生物的可怕 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更是不敢相信 因为他不但看到成群的怪物在搬运尸体 而且还看到了长着人类外形的扣鲁多 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想要联系其他来NGL的同伴 但是风里派出去的黄蜂使者 一个信件都没送出去 这说明和他们一起来的猎人全都死了 包库尔决定赶快撤离这个地方 目前的状况已经不是他们能解决的了 他们要出去把这里的事情封出于是 让猎人协会来解决这个危机 包库尔再一次用出了绝招 干掉了这只怪兽 他们还没等逃跑 一直长着人脸 并且会说话的蜘蛛怪爬了过来 这个蜘蛛怪长相十分妖艳 他声称要活捉几个人献给女王陛下 包库尔使用七彩弓的成功 成功是七彩弓里面速度最快的 被蜘蛛怪轻松就接住了 蜘蛛怪不但接住了弓箭 他还能清晰看到包库尔身体流动的气 蜘蛛怪一撅屁股 射出了蜘蛛丝 包库尔躲开了 却击中了身后的男人 蜘蛛怪张开大口向男人养下去 男人的头被蜘蛛怪一口就吃掉了 军团长沙残把暴库尔积晕了 沙残说我们可以收工了 这个人提供的营养相当于1000个人的分量 他还夸赞蜘蛛怪能找到这么好的猎物 被沙残夸散后 蜘蛛怪马上穿风得意 幸存下来的只剩蜂女了 蜂女和暴库尔关系非常好 暴库尔只是被带走了 他有机会救他出来 现在蜂女能做的就是向人类求救 他派出大量的蜜蜂 让蜜蜂去掉身上散发强大气的猎人 这只怪物并没有把尸体献给以后 而是自己偷偷地吃掉了 凯特得人来到了NGL的入口 这里禁止携带任何工业制品进去 他们的个人物品可以寄放在这里保管 如果是类似假牙不能摘除的物品 那就无法进去了 最后通过检查的只剩五个人 凯特得人骑马前行 他们准备从沿海的村子开始调查 还没走出去多远 就接到疯女的求救讯号 上面写着 救命 现何以的巢穴在岩石地带 请联络猎人协会 凯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温小杰和奇亚还要不要跟过去 奇亚说我们也是职业猎人当然要去 凯特觉得骑马太慢了 当另外几个同伴回去联络猎人协会 他们准备一路跑过去 凯特等人找到疯女时 他已经被那只倩何以肯食带进了 地上还有残留的蛋壳 这说明倩何以已经学会使用枪械 而且这些枪械只可能来自NGL的地下组织 一场前所未有的生物危机已经爆发了 扣鲁多说你手上那个太小了 而且今天的业绩已经够了 就算搬走也没用 鸟男却说既然如此就让我吃掉吧 扣鲁多十分生气 这个部下居然想要吃掉以后的食物 而扣鲁多刚回到乙朝 就又难以给他告状 说军队长鸟男又擅自行动了 扣鲁多没办法 只能亲自去收拾这个部下 但是他在路上感受到了凯特等人的气息 凯特带领小杰和奇亚飞奔 他要在以后产下蚁王之前 赶到一朝杀掉以后 鸟男越想越生气 人类多得根本吃不过来 在不影响以后进食的前提下 吃个人有什么大不了的 而现在自己却只能啃食马肉 他觉得自己这个军队长太死脑筋了 凯特他们来到一个村子 发现这里已经空无一人 马鹏倒是有很多血迹 一直延伸到森林的深处 他们来到一片空地 眼前的场景让小杰十分震惊 因为马匹已经被穿成串风干起来了 这是红头伯老鸟存储食物的习性 鸟男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就连凯特都没察觉到这个怪物的存在 因为这些怪物天生就会隐藏自己的气息 鸟男只向那些马肉串 愤怒地对凯特等人宣示这些食物的主权 然后冲向了凯特三人 凯特瞬间躲开了攻击 小杰和奇亚各挨了一翅膀 凯特进入了战斗模式 鸟男感觉到了眼前这个人不好惹 但是凯特马上又改变主意 他说回气 鸟男就是个小喽啰 从现在开始会不断地遇到这种角色 自己没办法在每次战斗中都照顾他们 如果今天小杰和奇亚搞不定这个鸟男 就可以回去了 省得拖后腿 两个人被凯特一击 开始认真起来了 鸟男很不理解 这两个小鬼好像打开了开关一样 感觉突然变得好强 鸟男面对小杰两个人毫不示弱 因为他的基因太过强大 几个回合下来 小杰和奇亚没有讨到一点便宜 两个人完美的配合把鸟男打飞到天上 但是突然出现一个身影 把鸟男救走了 这个蚂蚁正是扣鲁多 刚才小杰和奇亚可是用出了绝招 结果鸟男还是活蹦乱跳的 凯特知道他们受到了打击 凯特也安慰了一番 凯特现在也见识到了小杰和奇亚的实力 觉得他们有很大的潜力 想要变得独当一面 这里是最好的修炼场 扣鲁多非常聪明 他刚才一直在暗中观察对手的实力 并没有盲目的出手帮鸟男 鸟男现在已经失去理智 他发誓一定要吃掉两个小鬼 但扣鲁多说我只能允许你杀了他们 这种充满生命能量的人 必须给以后吃才可以 鸟男不同意 他如果不吃掉两个小鬼 难解心头之恨 扣鲁多警告鸟男不要得寸进食 这是自己的命令 鸟男说其他队伍都随意猎杀人类 而且杀掉后随便就吃掉了 还在规规矩矩运送活人的 只剩自己这支部队了 如果扣鲁多不同意他吃掉这两个小鬼 那他就要转到别的队伍去 扣鲁多质问其他军团长 可是大家说我们每天都会上缴规定的数量 只是利用多余的时间 享受一下狩猎的乐趣罢了 而且不用担心浪费粮食 因为那些人类多得根本杀不完 扣鲁多也没办法了 他叮嘱哈加 如果遇到充满生命能量的特异人类 希望他能装活的交给自己 因为扣鲁多对今天的战斗很在意 他要弄清楚那两个小鬼的能力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加嘴上是答应了 但是他怎么会乖乖听话 如果真遇到这种人类 当然是自己吃掉 海特几人继续前往倩和雨的巢穴 现在遍地的尸体已经成了路标 他们到达了NGL的地下基地 在这里等着他们的正式干掉国王的蜥蜴怪 海特三人来到了NGL的地下基地 看到蜥蜴怪牵着两个人类走了出来 他们已经被折磨得没有人样了 另一个人见状赶快规避请求 那卑微的姿态真的犹如惨狗一般 蜥蜴怪说你越是逃好 我就越忍不住杀掉你 小杰准备冲上去救人 被凯特一把拉住 说这里可不止一个敌人 你要是冲上去就会落入圈套 果然话音刚落 又走出来一只蜴子怪和一只蜴蜴怪 这两个是蜥蜴怪的不下 蜥蜴怪一脚把另一个人也踩碎了 小杰不认直视 凯特提醒他不要一开视线 因为敌人随时会发起攻击 蜴蜴怪决定换新的玩具 那就是凯特三人 蜴子怪和蜴蜴怪向他们哭过来 凯特让小杰和奇亚对付这两只 自己对付后面的蜴蜴怪 还叮嘱他们不要犹豫 直接杀掉这些怪物 小杰的对手是蜴蜴怪 这个怪物仗着手多 对着小杰一顿乱锤 小杰瞬间闪到蜴蜴怪侧面 对着他的腰部来了一拳 蜴蜴怪用手臂挡下这一拳 小杰剑并没有对他造成伤害 直接开始蓄力放大招 蜴蜴怪看到这股力量害怕了 此时蚴子怪冲向了奇亚 奇亚废话不多 直接开启了揍迪克家族的杀人模式 用出了暗杀的绝招蛇活 直接搅碎了蜴子怪的一只手臂 蜴子怪再次冲上来 另外一只手臂也没了 蜴子怪用嘴吐出毒针 只是掩人耳目 真正的毒针则是在尾巴 奇亚倒地不起 蜴子怪看向无风怪 看到那边的战斗还没结束 就在他愣神的时候 自己的脖子被奇亚扭断了 因为奇亚对毒免疫 刚才倒地只是装的而已 现在蜴子怪失去了战斗力 奇亚毫不手软 直接将蜴子怪的头颅击碎 而无风怪还在和小杰玩猜拳 他不敢冒然攻击小杰 但是如果不干掉小杰 自己就会被军团长蜴蜴怪干掉 无风怪猜测小杰一定会用拳头攻击 自己只要抱着失去八只左手的觉悟 就能挡下那个拳头 然后用八只右手压制住这个小鬼 然后再咬他一口 把毒输送到他体内 对策是有了 无风怪还要在心里进行模拟战斗 但是模拟了半天 他还是不敢冲上去 这时蜴蜴怪已经等不及了 他主动找上了凯特 蜴蜴怪口出谎言 要给凯特也带上项圈当宠物养 他一拳打向凯特 凯特闪身躲开 然后向下压蜴蜴怪的手臂 蜴蜴怪就底盘不稳摔倒在地 这次想用蹄子把凯特踩扁 凯特一个漂亮的回旋踢 低脚踢中了蜴蜴怪的后脑 凯特伸手召唤出了疯狂小丑 此刻蜴蜴怪还是没有认清 他和凯特的实力差距 小丑会随机摇出数字 每个数字都对应着一把武器 凯特解决掉蜴蜴男 再看小杰这边 还在玩猜拳 蜴蜴怪终于冲向小杰 他猜小杰肯定会用拳头 可惜猜错了 小杰用的是剪刀 直接将蜴蜴怪划成两半 蜴蜴怪毕竟是昆虫 身体虽然断了 但并没有死 于是跳起来想要咬死小杰 就在这千军一把之击 蜴蜴怪的脑壳被一枪打穿了 凯特又深深地给小杰上了一课 说这些昆虫即使脑袋跟身体增加了 也能活上一天 一定要毁掉他们的脑壳才行 这时疯狂小丑也开始给小杰上课 他说战斗的时候 要尽量做到迅速并保持安静 小杰刚才那一波操作 拖的时间太久不说 而且还大喊大叫的 接着疯狂小丑开始自我介绍 凯特则是无情地把他请走了 疯狂小丑会随即摇出数字 而且变出来的武器如果不能合理使用 就不能进行替换 武器也不会消失 真是烦死了 小杰和奇亚很无语 他家部队感知到蜥蜴怪的训练断了 看来是被干掉了 他们准备去迎接凯特三人 这种特意人类非常罕见 今晚一定要大吃一顿 而在一朝里面发生了有趣的事情 此刻鸟男被大量的起包裹着 他现在感觉全身有用不完的力量 因为小杰和奇亚的攻击 强行打通了鸟男身上的经验 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 现合一也会使用气了 凯特三人弹掉吸一怪后 还没走出去多远 就被他家的部队包围了 回首的蛤蜂怪给了他们三个选择 一 马上决定战斗顺序 二 尝试进行逃跑 三 帮其挣扎直接被带走 蛤蜂怪建议不要选择二和三 因为这样会破坏他们的性质 几个人下场会变得很惨 凯特求之不得 刚好给小杰和奇亚一个 根据队长单挑的机会 两个人都想打头阵 这些怪物虽然基因强大 但是现在已经失去了蚂蚁的凝聚力 而且变得非常好战 和小杰对战的是穿山甲 小杰问穿山甲怎样判断输赢 穿山甲说当然是谁挂掉了谁就算输 小杰说如果打不过了 喊投降可不可以 因为我不想要你的命 只要你答应我以后不吃人就行 这是对这些欠和以最大的侮辱 他们从来不会认为自己会输 果不其然 穿山甲的攻击方式是在地上转圈圈 小杰轻松躲过了撞击 穿山甲用同样的招式又滚过来 小杰向侧方闪躲 但是穿山甲却用尾巴改变了轨迹 结结实实地撞在小杰身上 有烟无伤势惯例 穿山甲说你还真是耐撞 如果换作配角 内脏早就被我撞得从嘴里喷出来了 不过没关系 多撞几次就能喷出来了 穿山甲对小杰说 其实我杀你们人类并不是为了吃 也不是为了献给以后 小杰被激怒了 他要教训一下这个穿山甲 穿山甲用更大的力度向小杰撞过来 小杰并没有闪躲 而是一把将穿山甲抱住了 然后开始用力挤压穿山甲 因为这个撞击力度 离其累扎的沙丘可差远了 小杰的内脏没補出来 穿山甲的内脏倒是被挤出来了 小杰虽然获得了胜利 但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将凯克笼罩 他总感觉自己遗漏了什么关键信息 接下来是奇亚对战牛头怪 牛头怪说 我比刚才那个垃圾可是要强十倍 奇亚先是用出了知取 制造幻影来迷惑牛头怪 然后来到牛头怪身前 想要把牛头怪的心脏掏出来 但是牛头怪的皮肤实在太坚硬 奇亚不信邪 他开启了雷电模式 对着同一个位置不停地刮杀 而牛头怪连奇亚的影子都看不到 皇天不负有心人 奇亚把牛头怪胸口的皮肤都变僵了 把黑的皮肤自己裂胎了 然后轻松地击穿了牛头怪的胸膛 奇亚弹掉牛头怪后 说难道没有比这家伙强十倍的怪物了吗 凯特终于放心了 原来军队长等级的也就这样 是自己高呼他们的实力了 刚才那不祥的预感 看来只是奇人忧天而已 蛤蟆怪决定亲自对付凯特 但是眼前突然爆起烟雾 一把夸张的镰刀出现在凯特手中 凯特抱怨又没摇中自己想要的武器 他告诉小杰和奇亚 三秒之后往上跳 然后举着镰刀走向蛤蟆怪 这种讨厌的压迫感蛤蟆怪似曾相识 他努力地回想着 凯特挥舞着镰刀 用出了这把武器唯一的招式 死神的圆舞曲 巨大的气流直冲天际 千和一门被纷纷斩成两半 蛤蟆怪此刻终于想起了这种感觉 那就是死亡 因为他曾经在以后的口中经历过这种感觉 凯特只用一招就消灭了这些军队长 但是他说这把武器如果不用这招 就不会消失 真是还死了 现在千和一的尸体垫地都是 凯特说这一路上都会是这种惨状 问小杰能不能走下去 如果同行敌人的话 精神会承受不住的 小杰说他不会同行这些家伙的 因为他们把同伴都看成垃圾 凯特心想这才是最危险的 如果小杰遇到很重视同伴的敌人 那他该怎么办 他们继续赶往以朝 而凯特之前不祥的预感 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此刻在以朝 千和一已经拥有了念力 凯特所遗漏的信息就是 千和一也能学会念能力 鸟男现在已经重生了 他感觉自己身体的力量源源不断 扣鲁多明白了鸟男拥有这个力量的契机 那就是鸟男在挨打时候造成的 所以他要亲自验证一下 扣鲁多让鸟男在这个状态下打自己一拳 鸟男没想到自己的上司会有这个要求 反正他早就看扣鲁多不爽了 于是几乎用尽了全力 这更名是公报私仇 因为他没有打其他部位 而是一拳打在了扣鲁多的脸上 鸟男现在更是得意忘形了 他现在可以随意的操纵这种力量 觉得自己就是天选之人 猫头鹰认为如果知道这种力量的正确使用方法 再结合嵌合以强大的基因 他们就可以变得真正无敌了 扣鲁多说 前几天沙才抓到一个有特异能力的人类 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在仓库 让他们赶快过去保护这个人类 也许通过他能揭晓这种力量的答案 鸟男和猫头鹰来到仓库 厨师长正在忙着做人肉丸子 现在以后胃口大增 他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所以随便找了一下 告诉他们说没找到那个编号的人类 但是猫头鹰不肯放弃 他让厨师长再仔细找找 说这个特异人类很重要 并且让厨师长看鸟男身上的光芒 说这个特异人类能解开这个答案 但是厨师长说自己并没有看到什么光芒 鸟男现在更是确认了 自己就是天选之人 只要能控制好这股力量 总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王 鸟男拥有了念能力 他现在居然开始妄想 自己也能成为蚁王 但是他的美梦马上被打破了 因为蚁王的直属护卫队 三战士之一的猫女孵化了 那恐怖的压迫感瞬间笼罩了整个一朝 猫女来到了厨房 他说你们似乎在讨论很有趣的话题 那我也加入吧 鸟男光是看到猫女就已经吓得冷汗直冒 他意识到刚才自己想成为王的想法是多么愚蠢 鸟男见猫女走过来直接单膝跪地 猫女是只能仰视的存在 这个地位在一出生就决定好了 是绝不可能被颠覆的 猫女把手放在鸟男头上轻抚 鸟男却感受到了死亡般的恐惧 不由地改为双膝跪地 来表达自己的居服 猫女让他在自己面前不用太拘束 鸟男又瞬间开心到起飞 他突然明白 自己的力量就是用来追随这位大人 以及这位大人所服侍的王 躲在尸骨中的豹库尔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 此刻在用举隐藏自己的气息 这时猫女突然发问 说那边的骨头下面 为什么会藏着火人啊 可怜的鲍库尔就这样被找到了 猫女得知大家要搞明白念能力 于是学着猫头鹰查阅了一下资料 当看到人类大脑的结构是有了对策 他拔掉了布下的两根天线 然后包开了鲍库尔的脑壳 用着两根天线拨弄他的海马体 此击鲍库尔说出念能力的相关信息 可怜的鲍库尔 把他所知道关于念力的知识 全部说了出来 就连谁见识的测试方法都说了出来 鸟男测试了一下 是属于强化系的 而猫女也测试了一下 叶子直接枯萎了 不但天生就拥有念能力 而且还是特制系的 猫女让鸟男把大家都打一顿 打开他们身上的惊恐 让所有军队长以上的倩和矣 都能拥有念能力 而透露多作为第一个实验对象 已经成功了 国际机关已经得知了倩和矣的事情 他们把这件事情交给了专家处理 那就是猎人协会的会长尼特罗 凯特的同伴也进一步的分析出了 倩和矣的组织构成 以后下面是直属护卫队 再下来是师团长 师团长统帅各个军队长 军队长管理着大量的杂物 并跟战斗兵 当以后产下蚁王后 组织就会分裂 直属护卫队会改为效忠蚁王 然后每个周期以后都会产下一只蚁王 蚁王会带领直属护卫队 一边流浪一边跟各种生物交配 然后不断孕育出下一代以后 数量会爆炸性的增加 直到统治地球 现在他们越来越担心凯特的安危 都被凯特干掉了 一点都不心疼 反正这些部下也只是拖延时间的 凯特一边发动员 一边带领小杰和奇亚继续前进 他发现又被别人包围了 这次敌人是来自天上 蜻蜓队长命令部下分为三队 两队分别从左右包抄 自己带领一队在后面追赶 原来这正是哈加的计策 哈加在空旺地带设好埋伏 命令蜻蜓队长把凯特等人 赶入自己的伏击圈 这正是百兽之王狮子的捕猎方式 可是他却被自己的部下西娜嘲讽了 他说哈加这种做法太狗了 一点都不像百兽之王 西娜也不敢再说哈加狗了 反正自己有特意人类吃就行 至于怎么抓到都无所谓了 但是从林中突然传来巨响 等来的不是猎物 而是无数蜻蜓怪的尸体 凯特早已识破哈加的计谋 用镰刀把这些杂兵斩成两半 哈加很不甘心 他本以为自己的立爪跟獠牙才是无敌的 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但他看到凯特才明白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但是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这是用死亡代价换回来的经验 他发誓要努力变强 总有一天要讲到能打败眼前这个敌人 凯特则是继续发动猿来跟着哈加 他感叹这些生物 能清晰地认知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 从而做出明确的判断 而奇亚和小杰则是感叹 凯特已经持续发动猿一个晚上了 从这点就能看出 凯特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越那些猎人高手了 小杰把跟凯特在一起 当成为一场愉快的旅途 而且还能让自己变强 但是凯特诚心说 我可从来没把这当成是旅途 我之所以带上你们 是觉得你们会派上用场 所以一再向你们确认 要不要跟着我走下去 而且我也没那些功夫去锻炼你们 只要你们觉悟够高 随着战斗也会变强 否则只会被欠和以吃掉 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 不能轻易地丧命 说着凯特拿出了一张猎人执照 因为猎人的前传是师父去哪了 金把自己的猎人执照给徒弟凯特 让凯特找到自己后再还给他 但是当凯特找到师父金后 把还猎人执照这事完全给忘记了 既然现在的剧情是爸爸去哪了 所以凯特让小杰找到爸爸后 代替他把猎人执照还给金 然后他们继续跟随哈加赶往以朝 此刻在以朝内 猫女正想测试一下自己的实力 忽然感觉到了凯特等人的气息 凯特同时感受到猫女那强大的气息 小杰和奇亚还不明所以 凯特的直觉告诉他 已经没有时间解释了 让小杰和奇亚赶快逃走 小杰看到凯特断掉的手臂瞬间爆走 奇亚果断将小杰打晕 凯特夸奖奇亚的判断很正确 并让奇亚赶快带着小杰逃走 面对凯特 猫女也不敢贸然追击奇亚 凯特召唤出疯狂小丑 奇亚带着小杰头也不回地逃跑 现在意识到他们之前是多么自以为是 干掉了几个军队长就自信满满 在那个猫女面前 自己和小杰夹起来 都抵不上失去一只手臂的凯特具有威胁性 凯特嘴上说着 是因为他们有用才带来的 到最后还是为了保护他们而陷入了危机 奇亚背着小杰跑了整整一晚 终于跑到了NGL的出口 他拨通了同伴的电话 大雄抢过了电话 让奇亚在原地等待就好 说他们已经带支援部队过来了 没过多久 来了一辆卡车 从上面下来三个人 奇亚一看 走在前面的正是尼特罗会长 旁边两个人是会长的弟子莫老五和诺布 莫老五直接开始嘲讽奇亚 说小屁孩赶快回家 因为好奇跟着油山碗水 现在引火自焚了吧 莫布马上制止莫老五 说他们只是普通的孩子 已经很可怜啊 这里只有会长了解奇亚 问敌人真的有那么强吗 居然让你如此消沉 奇亚描述了自己的感受 说对方的气比我遇到过的任何人都可怕 比哥哥更强烈 比西索更惊人 奇亚看向会长三人 能清晰地感觉到 这三个人实力也非常强 但奇亚还是不觉得这三人能赢过猫女 莫布自信满满地说 人在遇到难以估计的事情时 往往会对此做出过高的评价 他说奇亚已经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 让他赶快回去休息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们 但莫布不知道的是 有一天他的恐慌会比奇亚来得更强烈 莫老五继续教育奇亚 说念能力者战斗 如果谈了胜算有多少你就搞错方向了 不清楚对手实力很正常 在战斗中哪怕有一瞬间的松懈或者胆怯 都可能是扭转战局的决定因素 看起的总量有多少 这只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胜办买兵加常事 这才叫做用念能力战斗 从你被对方吓到逃走的那一刻起 依旧失去了资格 连输家都不如 莫老五看起来五大三粗 但是讲起道理来说的头头是道 如果派战力不完备的人来 一旦被欠合以吃掉 反而会让这些昆虫变得更强 所以会长直接派出了最高战力 那就是亲自竹马 会长菱形险给了奇亚两个牌子 说只有少数的精英能参加这次行动 如果你们还想以猎人的身份活下去 就去最近的镇上 把这两个人打倒 然后再追上来 因为我不需要没用的帮手 奇亚把小杰带到小镇上休息 莫老五的指责一直在奇亚脑中回荡 他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不配在小杰身边 但是小杰醒来后 第一件事就是感谢奇亚阻止了自己 如果任由自己失控 就会妨碍到凯特 这样三个人都会有危险 但奇亚不能原谅自己 因为他对凯特见死不救 小杰却说凯特一定还活着 因为身受重伤 可能打不过猫女 但是凯特一定能藏在某个地方 等着我们回去救他 奇亚再次被小杰惊艳当 他感觉此刻的小杰相关一样耀眼 也许小杰才是他活下去的意义 奇亚本来心灰意冷 但现在决定陪着小杰继续走下去 然而他们都太乐观了 此刻猫女正在玩弄他的战利品 虽然自己也是伤痕累累 但在与强者的较量中取得胜利 让猫女变得更加自信 猫女忘不掉和凯特战斗的感觉 他苦恼怎样能让凯特醒过来 突然想到把凯特修理好不就行了 于是猫女觉醒了他的念力 玩具修理者 莫布觉得会长在开玩笑 如果真是这样 那世上就没有人能制服猫女了 会长说我是最强念能力者这件事 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 莫布被摆了一道 会长说自己实力和他差不多 莫布居然当真了 会长他们的目标只有以后 不想做多余的战斗 但是看到猫女发动了人 会长也感到头疼 想要悄悄穿过这个圆的尖是非常困难 看来是无法避免战斗了 只见莫布脚下出现了一个黑洞 他从里面拿出了莫老五的武器 是一个巨大的烟洞 莫老五深深的扫了一口 然后吹出了无数只小兔兔 猫女看到这些小兔兔 正在思考该如何应对 突然旁边有人说话 原来是三战士之一的普夫也孵化了 普夫绝对是蚂蚁中的颜值天花板 他告诉猫女不用去理会这些小兔兔 我们只要守护好以朝就行 如果敌人真的敢入侵 再干掉他们就好了 此刻蚁王的卵已经成形 以后为了产下更健壮的蚁王宝宝 每天的食量已经增加到 250具人类所做成的肉丸子 原来莫老五和诺布只是给会长打鼓住的 莫老五用烟雾迷惑敌人 诺布的能力是四次元公寓 他可以在地下开出房间 把烟雾中的茜和以悄悄拖进他创造出的空间 真正动手的则是会长 会长躲在诺布的房间 和这些蚂蚁单恋 通过这种方式来削减茜和以的战力 开始还只是一只一只的来 但是会长越干越起劲 莫布和莫老五只好配合会长 把茜和以整队整队的送进去 而茜和以这边发现自己的部队越来越少 经常是整队人马出去后 一只都没回来 他们猜不透敌人是怎样做到的 但现在时间所剩无几 因为还在孵化中的羽王 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来到这个世上 小杰和奇亚发现 他们在镇上发布的公告已经被擦掉 这说明他们要找的人已经看过了 原来会长只是给奇亚两个牌子 让他们打倒这两个人 就可以追上来讨伐茜和以 但是并没有告诉他们细节 这个女人是诺布的弟子 他非常仰慕自己的老师 还想着能和诺布谈恋爱 但是他不敢说出口 这次讨伐茜和以是他死皮赖脸登来的 但是讨伐队伍不能再增加了 而且莫老五也有两个弟子 分别是拿库鲁跟秀多 他们也想加入讨伐队伍 会长要求两队人干一架 赢了的就可以加入讨伐队 但不是蓬姆去打倒拿库鲁跟秀多 而是小杰和奇亚 如果小杰和奇亚胜利了 蓬姆就可以跟着一起去 期限是一个月 这也是专家推断以王会孵化的时间 拿库鲁是一名野兽猎人 因为他不知道小杰和奇亚是谁 所以插着旗子 举着喇叭在大街上大喊大叫 他声称要和讨伐队的候补人员约假 时间是晚上零点整 但是喊了半天 就是没说出约假的地点 一旁的路人看得都心急 但是也不敢多嘴 奇亚光明正大的从拿库鲁身边走过 但是心想 就算知道地点我也不会去的 因为他只是来探查一下对手的实力 而且另外一个叫秀多的肯定在暗处埋伏 奇亚对小杰说 那个叫拿库鲁的很强 我们是不可能打过他的 所以现在要做两件事 第一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 莫老五虽然说念能力战斗 没有绝对的强弱 但是提高自己的获胜概率是很必要的 至少能达到五成的胜率才可以 第二就是探查对手的能力 这样我们就能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可以有效提高获胜的概率 小杰同意奇亚第一个建议 就是提高自己的实力 但是反对第二个建议 他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打败拿库鲁和秀托 而是能回到NGL就回凯克 奇亚再次被小杰的高尚品质震惊了 所以他们现在要做到 在不知道敌人底细 而且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战胜对手 小杰还口出狂言 说不用一个月时间 他要一个星期就打倒对手 结果小杰刚一开门就挨了一拳 庞姆用了自己的能力 他的能力告诉庞姆 如果让小杰和奇亚提升实力 李斯吉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个男人和别人约架 但是没告诉对手地点在哪 对手没来赴约 于是他在公园做起了蚕屎官 而他的对手此刻还在练及 李斯吉见面就先捶小杰一顿 说会长大个老头坏得很 他说一个月办到的事情 通常需要一年的时间 而你却想着一个星期 就打倒末老五的徒弟 奇亚是真佩服这个老太婆 每次都能把小杰训得老老实实 李斯吉先让小杰和奇亚全力发斗恋 持续这个状态三小时以上才算合格 但是还不到一个小时 小杰就不行了 奇亚虽然比小杰更持久一些 但也没好到哪去 李斯吉让他们继续恋 因为据说普通人光是延长十分钟 都要花上一个月时间锻炼呢 所以他们没有时间休息 但两个小鬼还是勒趴下了 这是李斯吉的能力派上用场了 他请出了自己的按摩师 皇母看到李斯吉这修炼方法 感觉很不靠谱 他说如果在一个月内 小杰和奇亚打不倒末老五的徒弟 那么会克制不住自己 会把你们全部杀掉的 李斯吉听后却很淡定 说你这是算威行我吗 皇母赶快澄清 说这只是忠告 我希望你们要是觉得办不到 就趁早逃走 根据以往的经验 这个方法不会让我那么愤怒 李斯吉说那你跟我说没用 等他们醒来 你亲自告诉他们吧 就这样 小杰打开了庞母的心扉 每当庞母看到小杰挥洒汗水的样子 都会感觉小鹿乱撞 这恐怕是李斯吉当老师 当的最轻松的一次 小杰和奇亚努力的修炼 他却在看帅哥杂志 当他们终于能坚持三个小时了 李斯吉却不给他们一丝喘息的机会 让他们在这个状态下 马上去掉拿库鲁决斗 把两个人都听傻了 奇亚说我们要是打败了怎么办 李斯吉却说你们不要那么死脑筋 只要不把牌子给他们就行 打败了又何妨 会长最后要的是能拿到完整牌子的人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们每天坚持练习三小时 然后马上去掉拿库鲁决斗 感觉打不过了就逃跑 持续这个状态 直到获胜为止 拿库鲁以为今天又等不到对手了 只能和狗一起玩了 但是小杰和奇亚却出现了 当他看到小杰和奇亚的状态 彻底落了 拿库鲁说这是赌上性命的战斗 请你们在睡宝醒来的五个小时后 也就是选择状态最好的时候来决斗 小杰和奇亚还是打算披一下 但是却在拿库鲁眼中看到了泪水 原来拿库鲁虽然嘴上说着狠话 却比任何人都温柔 拿库鲁说我要让你们明白 我们之间的实力差距 但是有条件 如果我接下你们的攻击 并且一步没动的话 你们就要留下木牌走人 小杰明白拿库鲁说的都是实话 但自己就是不服气 结果小杰直接用出了绝招 石头剪刀布 拿库鲁一看这气的量 直接懵逼了 如果不用硬来防守 自己可是要没命的 但是用硬来防守 到底该防哪里 于是他猜测小杰一定会打肚子 一般人都会打肚子的 但即使这样 拿库鲁还是倔强的一步微动 硬生生地扛下了小杰的猜拳 小杰一拳将拿库鲁赶干了 不但没有抢走他的牌子 反而将他带回家里 通过这只小狗 特别喜欢拿库鲁就能证明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猎人 而且拿库鲁和小杰的思维方式 出奇的一致 拿库鲁认为只有和对手过招之后 才能判断对方的实力强弱 以及是否能打倒对方 但奇亚觉得拿库鲁太天真 到那个时候他早就凉凉了 拿库鲁这一拳没有白爱 小杰还请他大吃了一顿 庞姆看到是莫老五的徒弟 手里的菜刀已经控制不住了 这是拿库鲁说了一句真好吃 庞姆才控制住了这把菜刀 拿库鲁很认真的说 我随时都可以和你们决斗 不管多少次我都会奉陪 但是要我输给你们那是不可能的 拿库鲁现在太闲了 跟他一起玩的小狗也在增加 看到小杰和奇亚终于来了 拿库鲁也变得严肃起来 在决斗之前他们要先走个流程 适当的说一些狠话 小杰说 第一决胜负吧拿库鲁 拿库鲁说 我看你们两个还是一起上吧 那就攻进库鲁从命了 于是就开打了 小杰和奇亚上下一起进攻 拿库鲁跳起来躲过奇亚 用手臂挡下小杰 奇亚紧接着转身向拿库鲁踢来 被拿库鲁一脚给踢回去了 小杰又一拳打向拿库鲁 被拿库鲁抓住手臂 甩到了奇亚的怀里 拿库鲁知道 这两个小鬼现在已经筋疲力尽 他们是靠紧生的毅力在战斗 这样持续下去会飞跃性的变强 一旦他们完成了修炼 那就代表自己失败了 所以把小杰和奇亚打的 只能拄着拐棍才能回家 但是他们很不幸 已经被莫老五的另一个徒弟秀托盯上了 秀托可不像拿库鲁那么光明磊落 他知道拿库鲁已经成为这两个小鬼的陪练了 所以只能靠自己动手 现在两个小鬼类的连路都走不动了 正是动手的好时机 秀托把手伸进怀里 似乎在拿武器 但是他却流汗了 两个小鬼现在背对着秀托 只要他一出手 瞬间就能结束他们的小命 秀托一直鼓励自己动手 但是眼睁睁的看着两个小鬼走远 他也没能迈出一步 最后秀托只能默默的哭泣 原来秀托是个胆小鬼 他并非是可怜两个小鬼 现在小杰和奇亚已经能一边闲聊 一边维持练两个多小时了 比斯基想等他们能撑过三小时 就让他们用最佳的状态去和拿库鲁战斗一次 拿库鲁不一定会用出全力 如果能让小杰和奇亚发现自己的缺点也好 但是当比斯基看到魔刀的庞姆 心里想还是考虑一下怎么逃跑吧 哪怕只有自己逃掉也可以 庞姆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丰盛的大餐 就在小杰和奇亚大口躲一时 庞姆说我劝你们还是赶快逃命吧 因为现在只剩十天了 我看你们光是逼迫拿库鲁用出全力的计划 也才完成了三分之二 照这样下去 想在十天内打扮拿库鲁似乎不太可能 比斯基心想居然被庞姆给看穿了 庞姆说我最近盯着菜刀 觉得自己特别冷静 在我没有诛成大错之前 你们还是赶快逃走吧 小杰却不爱听了 他说我们是不会逃走的 我说过会打赢 就一定能做到 然后伸出小指 要和庞姆拉勾勾 在乙朝这边 猫头鹰向猫女汇报 最近总是有部队会失踪 但是猫女并不关心 让猫头鹰自己去处理 因为它在忙着修复凯特支离破碎的身体 莫老五和诺布看出来了 会长是要等他们的徒弟过来后 再发起总攻 所以莫老五要和诺布打个赌 就是到时间后 谁的徒弟会出现在这里 如果两个人都没猜中 就把钱送给会长当礼物 莫老五出十万赌拿库路和秀扑回来 而诺布却压了个大冷门 他出一百万赌小杰和奇亚回来 会长这边虽然干掉了很多欠和意 但他还是一脸愁容 原来是规定打倒莫老五徒弟的时间 只剩最后一天了 李斯吉让小杰和奇亚休息好 再去找拿库路决战 即使赢不了 让对方拿出全部实力也行 因为到了关键时刻 所以跑母才变得更加焦躁不安 拿库路这一个月也没闲着 他的身边已经聚了一大群狗狗 当他看到小杰和奇亚的状态 知道他们今晚要玩真的了 小杰问拿库路另一个同伴在哪里 因为要打败他们两个才能凑齐木牌 拿库路说你们先能打倒我再说 但是奇亚担心小杰要是把拿库路打晕 那么就问不出他同伴的下落了 拿库路一看自己又被小瞧了 气得清惊爆起 拿库路率先出击 小杰直接闪到拿库路身后 小杰一拳打空 但是拿库路速度更快 又闪到小杰身后 狠狠地来了一拳 小杰被打出去好远 虽然用双臂挡下了这一拳 但疼痛感还是传遍了全身 两个人打了半天 都是小杰在单后面挨打 拿库路说你的猜猜拳有两个致命弱点 第一就是蓄力时间太长 在激烈的对战中 蓄力那几秒漫长的让人晕倒 别以为对手会给你出招的机会 第二就是危险性太高 你把气都集中到拳头上 其他部位变得防守薄弱 如果敌人击中你脆弱部位 那你不就没命了吗 小杰说我当然知道这些 所以才每天拼命的修炼 于是两个人又扭打在一起 拿库路感叹小杰气的总量 完全不逊色于终极职业猎人 但是能看得出来 小杰的实战经验还是远远不足 因为小杰的气流动很不顺畅 不管是要攻击还是防守 凭借气的流动就能完全看穿 他之所以能多次死里逃生 可能是基于某种天赋 自己只要加一点假动作进去 就能打得他满地找牙 拿库路如恶魔一般 警告小杰 接下来自己可是要用权力了 如果死了也不要怨恨 可是小杰却想 这个男人为何如此温柔 因为他每次打自己的时候都会提醒 而且还指出了自己的弱点 甚至还用假动作引导我 让我变强 小杰决定用猜猜拳来爆打拿库路 给拿库路整懵了 把小杰一脚提杯了 说我刚教育完你 你就犯这种错误 小杰却说 你是瞧不起我吗 说好的认真战斗 你却一味地说叫 拿库路没想到小杰学得这么快 而且还用猜猜拳来做假动作 小杰利用绝招的弱点反加了拿库路一军 因为拿库路知道猜猜拳的弱点 而且知道怎么破这招 会很刻意地进行攻击 再加上小杰故意指责拿库路 让拿库路彻底失去了平常心 攻击很容易被小杰探穿 所以假动作战术奏效了 第二次攻击小杰太过专注于招式 被拿库路看破了 如果能配合对手的动作 更巧妙地操纵器的话 要判断是假动作还是猜猜拳 将会变得无比困难 奇亚感叹 真不愧是我的杰 才战斗了这么一会儿 就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成长 但小杰此刻体力已经太透支了 平时能维持三小时的脸 在战斗中也就能维持30分钟 现在对战已经过去20分钟 小杰虽然能渐渐地适应拿库路的速度 被拿库路一拳打出去好远 但这么远的距离 小杰却开始用猜猜拳 拿库路想对战结束了 这应该是小杰最后的攻击 拿库路心想 小杰一个强化系的 竟然用放出系的招式 速度不快 威力也很弱 自己一只手就能等下来 还好有惊无险 小杰在用出石头之前 就耗尽了所有力气 奇亚背起小杰准备回去 拿库路却说 你不打算跟我对战吗 我可是还有很多力气呢 奇亚说明天小杰会再次当你的对手 而我负责打倒袖托 但是你记住 明天即使你不用出全力 只要能打赢就行 如果是因为放水输掉的话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因为这是对小杰最大的不尊重 因为这一个月奇亚基本没参加过实战 他把成长的机会都让给小杰了 所以比斯基变身金刚巴比 给奇亚来了一整晚的特训 但是奇亚差一点 把比斯基变身的事说漏嘴 比斯基昨晚指出了奇亚的缺点 那就是在战斗时放弃的太早 也就是对自己太没信心 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 总是以逃跑为前提在战斗 但这并不是奇亚的错 而是最开始教他战斗的人造成的 但比斯基可以确定的是 奇亚如果一直是这个状态 总有一天会对小杰见死不救的 这句话深深地打击到了奇亚 比斯基说 即使对方比自己强很多倍 在特定的条件下 也有打倒对方的可能性 而你遇到比自己强一点的对手 就会打退堂普 比斯基送小杰和奇亚上路了 能不能成功他也不知道 而且施加在奇亚身上那种扭曲的爱 太过强烈和沉重 凭借一般的努力是无法破解的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了 奇亚和秀托则是进了小树林 小杰的对手是拿库路 拿库路全力向小杰冲来 小杰看不清拿库路的动作 所以释放大量的气包裹自己 用起来感知拿库路的攻击 但还是挨了拿库路一拳 奇怪的是 小杰不但没感到疼痛 反而身体充满了力量 随后小杰身边出现了一个吉祥物 吉祥物说了一句开始计算利息 然后就变大了 额头的数字也随之增加 原来这就是拿库路的能力 这招叫做 天上天之 唯我毒损 吉祥物名字叫波特 任何攻击对波特都是无效的 但是对人并没有威胁 只是给中招的人拨爆利息 刚才拿库路是把自己的气借给了小杰 每个人身体气的总量都是固定的 当然随着不断的修炼 总量是可以增加的 拿库路通过把气借给对手 随着时间的增加 利息会越来越高 当拿库路借出的气 高过对手本身所剩的气时 对手就会面临破产 波特会变身称考战魔 让对手处于绝的状态 无法使用任何气 这个状态会维持一个月 小杰在战斗中会大量的消耗自身的气 随着自己的气变少 利息不断的增加 会加快小杰破产的速度 小杰虽然没听懂 反正不管攻击还是原地等待都会破产 小杰选择继续攻击 小杰和拿库路又对了一拳 小杰还了拿库路150的气 但是拿库路这一拳有180的气 等于又借了小杰30的气 所以小杰必须持续攻击拿库路 而且用的气要高于拿库路 才有可能还清债务 但是打了半天 小杰才还了100的气 拿库路已经计算好了 只要不被小杰的猜猜拳打中 再过4分钟 小杰就会破产 奇亚这边的情况也很糟糕 因为他发现秀托竟然有三只手 他有一个鸟笼子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奇亚用您观察 这三只手没有动过什么手脚 只是浮在空中 看来秀托是操作系的 奇亚心里清楚 绝对不能被这三只手打中 于是拿出了溜溜球 果不其然 秀托用这三只手进行远程攻击 奇亚用溜溜球进行阻挡 秀托也被奇亚这精湛的手法经验到了 于是本尊冲了上来 这时奇亚脑子里出现了伊尔弥的声音 告诉奇亚很危险 赶快往后撤 而奇亚又想起了比斯基的教导 想用雷电进行攻击 但是就在这迟疑的时刻 自己的左脸被秀托击中了 奇亚只是一味的逃跑 当想到比斯基说过 如果今天打不赢秀托 就要离开小杰了 他停下了逃跑的脚步 当奇亚面向秀托时 却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左眼消失了 秀托利用奇亚左眼的视线死角发起攻击 奇亚凭借逃跑的本能 快速地躲开了攻击 秀托更是好奇了 难道刚才反应慢半拍是假装的吗 现在却又变得如此敏捷 秀托是不会懂的 这是伊尔弥东的手脚拯救了奇亚 奇亚再次尝试克服逃跑的本能 但是左眼变成了盲区 对奇亚的战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时秀托再次攻击奇亚的盲区 奇亚本能的又闪开了 秀托称赞奇亚身手很灵活 但奇亚清楚 自己只是在逃避而已 但是在奇亚要攻击的一瞬间 他又迟疑了 秀托成功地躲开 就在小杰和奇亚战斗的时候 秀王终于诞生了 秀王一拳冲破了厚厚的卵臂 然后开始用力撕扯孕育他的重卵 把以后疼得叫苦不堪 就这样秀王硬生生地自己爬出来了 以后被迫早产 疼晕过去了 现何以门全都闻讯赶来 看到这个早产而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秀王回头看向大家 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军团掌门已经吓得忘记呼吸 秀王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肚子饿了 去准备好吃的东西过来 这是猫头鹰急匆匆地赶来 他禁止跑向吐血的以后 当他跑到秀王身边时 被秀王用尾巴毫不犹豫地削去了头颅 师团掌门看后更是震惊 猫头鹰可是这里的军师 很受大家尊敬 但是秀王对他却如同草菅一般 秀王又说给我准备食物 不要让我再说第二次 秀王看到了扣鲁多 他正盯着奄奄一息的以后发呆 于是想调教一下扣鲁多 秀王竖起尾巴 让扣鲁多给他擦干净 扣鲁多刚要上前 老乌龟却说话了 他担心扣鲁多毛手毛脚的 在出什么差错 想替扣鲁多解围 但是刚掏出手帕 瞬间被秀王削手 因为秀王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坚持让扣鲁多来擦 扣鲁多只好认真的给秀王擦尾巴 当他终于擦干净了 听见秀王说了一句 真难吃 扣鲁多抬头一看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秀王正在啃食猫头鹰 而且吃的只剩下一只脚了 这时王下三护卫终于赶到 他们说已经为秀王准备了美食 而且还向秀王宣誓效忠 大家见秀王跟随三护卫走了 赶忙上前查看以后的情况 章鱼大夫看后说 以后多个内脏被破坏 凭他们的能力是修复不了的 这样下去很快就会死 扣鲁多赶忙追上猫女 请求他救救以后 因为猫女曾将支离破碎的凯特修复 如果拯救现在的以后 应该毫不费力 猫女却说 凯特是因为我需要他 所以才修好的 现在王已经出生 所以以后跟我们也没关系了 不需要的东西我是不会修的 扣鲁多再次被震惊到 没想到大家都是以后生的 他们居然可以如此无情 扣鲁多决定去寻求人类的帮助 只要有一丝的希望 他就不会放弃 猫女对秀王说 食物在以朝的顶部 秀王决定从外面上去 这样会快一点 于是一拳将以朝打穿 秀王把尾巴插入墙壁 然后向上一跃 稳稳地跳到了以朝的顶部 他向四周环望了一下 看到了飞出去的扣鲁多 但是并没有理会他 匍匐展开了他华丽的翅膀 也缓缓地飞向天空 由皮看到匍匐的翅膀很不错 于是给自己也造出了一对翅膀 只是运用还不太熟练 刚一起飞就翻车了 秀王吃了一口 为他准备的人肉丸子 感觉太难吃了 他说在以后肚子里 曾经吃过非常美味的食物 猫女知道秀王说的是念能力者 于是他们开始了征程 去寻找美味的食物 秀王发现了目标 松开了缠绕在蒲夫脚上的尾巴 犹如一颗炮弹扎向地面 一对夫妇带着孩子 正在田地里忙碌着 小女孩看到几个不明生物突然出现 父母被瞬间消去了头颅 秀王吃了一口 说自己压错饱了 猫女说人类最好吃的部位是脑水 建议秀王在猎杀时 不要破坏头部 秀王品尝了一下小女孩的脑水 味道确实不错 但比起念能力者还是差得太远 猫女又开始教导秀王 告诉他见别念能力者的方法 秀王说你是在议论我吗 我当然知道 看他们身体上的能量就能分辨出来 这还用得着你教 是不是念能力者 只要通过狩猎 然后自己亲自去品尝 就像拆盲盒一样 这样才会有乐趣 不过我现在已经被你弃饱了 莫老五和懦不发现一只欠和矣 举着白旗向他们飞来 后路都说他愿意投降 只要能拯救以后 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而且以后现在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 对人类没有任何威胁了 如果以后一旦死去 现和矣的组织系统将彻底崩溃 后果将一发不可收拾 莫不给莫老五解释 这些兵一旦失去以后 将会分散到各地 强行和其他物种进行繁殖 现在以往已经降生 这个速度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事关重大 莫老五和懦不决定带扣鲁多见一下会长 而此刻已朝内部 正如扣鲁多所言 甚至情况更加恶劣 因为以后还没彻底断气 大家都准备各奔东西 既然以后失去了繁殖能力 他们要各自为王 然后缠下自己的后代 只有少数军团长不愿舍弃以后 小杰一行人也来到了NGL 但进入NGL的是拿库鲁和袖托 因为小杰和奇亚都战败了 此刻波特已经化身为讨战魔 趴在小杰身上 小杰叮嘱拿库鲁 一定要把凯特救出来 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小杰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悲伤 在回去的路上 奇亚看到一蹶不振的小杰 他暗自下了决心 在小杰不能使用念力的这30天 无论发生什么危险 都一定会守护好小杰 等小杰恢复念力后 就如比斯吉说的 将永远地离开小杰 他觉得自己不配待在小杰身边 尼特罗会长不但消掉了自己的发迹 还换上了自己的战衣 是一件印着新字的T恤 莫老五和诺布知道 会长这次终于认真起来了 会长释放了自己的念力 让寇鲁多毫无保留的回答 自己的气和以王比起来怎么样 莫老五和诺布被会长的气震撼到了 但是寇鲁多却毫无波澜 寇鲁多说以会长现在的气量 想要碰到以王都很困难 恐怕在那之前 就被王下三护卫干掉了 会长听完寇鲁多的评价却很兴奋 没想到一大把年纪了 还能当挑战者 这让会长感到热血沸腾 会长让莫老五和诺布 带着最顶级的医疗团队 跟着寇鲁多去以朝 自己要去见一位老朋友 所以就不跟过去了 莫老五等人来到以朝前 看到倩和以大军如鸟兽 受散一般飞离巢穴 当他们来到以朝内部时 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倩和以了 医疗专家马上对以后进行救治 寇鲁多说用我的内脏给以后换上 但是专家说这样不行的 你们倩和以每差一代 就如同换了个物种 就在这时以后恢复意识了 因为以后还没进化成可以说话 只能给部下包送讯号 医生让章鱼哥给大家翻译 也许在以后要说的话里 能找到救他的关键信息 但以后却问 自己的宝宝是否健康 身体有没有缺陷 因为他出生的太早了 扣鲁多回答 说以王非常健康 他带领部下 去给以后找能救治他的草药了 以后却说 让以王赶快启程离开这里 因为他未来可能会统治世界 不要把时间浪费到救治自己上 以后说我的身体我最清楚 我已经没救了 只要以王平安无事 我就完成使命了 扣鲁多见以后准备放弃 他激动的朝着医生大喊 快用我的身体吧 不是是怎么知道行不行的 但医生劝他还是仔细听以后的遗言 接下来讽刺的一幕出现了 以后还给以王起了名字 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他 以王的名字叫梅洛艾姆 是照亮世间万物光明的意思 世人无数的以后终于与世长辞了 扣鲁多说了一句 我又没保护好 我无法保护好任何一个人 大家不明白扣鲁多为什么会这样说 白干脆面给莫劳五等人解释 扣鲁多是把他人类时期的记忆 和现在得搞混淆了 在剑合意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虽然变成了蚂蚁 有些却还保留着人类时期部分的记忆 这是他们发现以后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扣鲁多小心翼翼的取出来 竟然是一个比手指还小的婴儿 这个婴儿非常有活力 居然开始大声啼哭 斯科拿库鲁也明白了 原来自己的温柔也是传承赐师傅 当拿库鲁和秀脱检柴以潮时 出现了恐怖的一幕 一个身发奇怪的黑影 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这个黑影正是被猫女改造成傀儡的凯特 小杰这边还在驶出NGL 但小杰不会是小杰 他虽然在车上消沉了一段时间 但是突然一声咆哮站了起来 他说拿库鲁一定会救出凯特的 所以自己要变得更强 不让回来的凯特对他感到失望 泡泡堂女说你早该这样 我本来打算 你要是继续这样苦苦唧唧的 等下翻过这座山 我就要把你踹下车的 泡泡堂女也坚信着凯特还活着 如果你有那份毅力 即使在车里面也能进行锻炼 泡泡堂女还给小杰讲述了凯特的故事 他说凯特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他为了保护一种小嘴天鹅 贷款买下了整座山 而贷款给他的人正是凯特 因为他求助过无数的人 能愿意相信他们这些小屁孩话的人 就只有凯特 其实那座山早就没有小嘴天鹅了 只因为那里是泡泡堂女的故乡 但凯特还是为了他的梦想 一无反顾地选择了支持他 猎豹嫉妒已经跑到了边境 并且干掉了那里的工作人员 他对自己的速度非常自信 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阻止他 鳄鱼则是来到了海边 他要去一个食物和雌性充足的地方 与此同时 梅雷翁 沙残 哈佳也都踏上了自己的征程 而乙王则是来到了NGL的邻国 东果陀 他要在这里开创属于自己的天下 这个国王正在欣赏民族舞蹈 护女狼万物 台上的护女狼还时不时地传出绯闻 跟国王积极地互动 国王看得真起劲呢 有人向他汇报说有入侵者 国王却说我在忙要紧证物呢 这种小问题你们自己去处理好了 然而入侵的并不是人类 而是倩何以 乙王带领他的三护卫 已经干掉了门外的守卫 当他们走进前厅时 从柱子后面又出现一群守卫 为首的大壮一看就不好惹 乙王几个看到大壮却变得兴奋起来 因为这个人正是他们要寻找的念能力者 乙王早就对这种食物垂涎三尺了 这些护卫都被削去了头盖骨 乙王品尝了一下大壮 高兴的说道 没错就是这个味 然后他的力量就不断的喷涌出来 猫女不禁感叹 原来我的王拥有类似吞噬的能力 可以吸食念能力者的气 从而转化为自己的 也就是说吃的越多就会越强 国王终于欣赏完舞蹈 乙王也来到了他的宫殿 虽然两个都是王 但乙王不明白 眼前这得对自己大喊大叫的阿肥 看不出有一点才能 为什么这种废物也能称王 谱夫解释道 在人类世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即使是废物 也能依靠血缘关系或者其他门路 登上与自己能力不相符的地位 乙王直皱眉头 说这太不合理了 废物当正 百害而无一例 只有愚蠢的生物才会这样做 乙王决定代替阿肥来管理这个国家 猫女说人类的肉质算是优质品 而优质肉类的管理可以交给肉本身来负责 这样统治起来比较省事 这些人又不是念能力者 给我们的士兵做口粮绰绰有余了 乙王因为把了结了叠叠不休的阿肥 结果给乙王整笑了 乙王说你们人类果然都是白痴 用你们的脑袋好好想一想 在你们夺取猪或是牛的性命时 他们发出的求饶声 你们听进去过吗 乙王来到检阅台 光眼望去 景色优美 以云很广 非常适合做图宰场 于是给这里起了个新的名字 叫做肉术园 小杰和奇亚回到了庞姆所在的公寓 看到整栋大楼都弥漫着恐怖的气息 奇亚意识到 现何已不算什么 现在最危险的是庞姆 但小杰是个敢做敢当的男孩 他勇敢的打开门走了进去 因为跟庞姆承诺过带他去NGL 结果自己食言了 现在就要像个男人一样 去尽力的弥补庞姆 奇亚悄悄地打开庞姆的卧室门 只见庞姆正在扎小杰形状的玩偶 被扎烂的玩偶已经堆积如山 庞姆回过头 用血红的双眼盯着小杰和奇亚 把两个小朋友都吓掉色了 庞姆要小杰无条件答应他一个要求 奇亚苦苦哀求小杰不要答应 奇亚又去劝说庞姆 但庞姆说你不要多嘴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但小杰说今天不能约会 今天还要和奇亚进行特训 小杰还邀请庞姆一起特训 小杰说的确是第一次约会 但是你要让我好好的准备一下 不能这么草率 庞姆终于冷静下来 他说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就不会发这么大脾气了 小杰说我只是想保密 然后给你一个惊喜 奇亚想不明白 小杰应付这种事很熟练的样子 于是问小杰 难道你曾经有过约会的经验吗 他得到了小杰肯定回答 小杰说以前在鲸鱼岛 经常会有只有女传员的渔船入港 里面很多人都喜欢小鲜肉 然后自己就跟他们逛街什么的 所以学会了很多事情 小杰还说那些女传员 都被称为小鲜肉后呢 奇亚说自己就没那么幸运了 在认识小杰之前 暗杀修行就是她的全部生活 奇亚想到这里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 因为还有一个月 他就要永远的离开小杰了 这时小杰又收到了喜讯 拿破路告诉他已经找到凯特了 他们三天后就会回来 这时大街上走着一只人形的豹子 人们纷纷给他拍照 以为这只是角色扮演 这只豹子正是基督 这些拍照的人还不知道 自己在基督眼里只是食物而已 果然没过多久 警车赶到了案发现场 包围了基督 警察让基督赶快投降 而基督却打起了哈气 长官下令开枪 当子弹距离基督还有一厘米时 基督瞬间就躲开了 这些警察还在发愣 人为什么消失了 忽然感觉手指发烫 再一看 自己的手指已经全都断掉了 而基督像吃薯条一样 把手指扔进自己嘴里 小杰为了第二天的约会 好好地洗了个澡 从她的发型推断 并没有像吸索一样使用发胶 奇亚向小杰保证 明天一天都会在健身房锻炼 绝对不会跟踪小杰和旁母的约会 真是冤家路窄 奇亚又和鸟人相遇了 可为什么奇亚在遭受鸟人的毒打 而小杰却在和旁母浪乱的约会呢 原来小杰和旁母约好今天见面 但是等了好久也没见到旁母 这时有个阳光漂亮的女孩 向小杰打招呼 旁母这拖胎换骨的造型 着实给了小杰一个惊喜 小杰高兴地夸赞旁母真漂亮 奇亚看他们甜蜜地离开 感觉这次登踪将会被狗粮活活撑死 小杰和旁母来到海洋馆 但无论走到哪里 奇亚都不会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 奇亚也感觉乖乖的 自己好像个变态跟踪狂一样 但为了小杰的安全也是没办法 小杰和旁母一起喝着同一杯果汁 而奇亚只能背对着他们默默流泪 傍晚时分 小杰把旁母拉进了小树林 因为小杰对旁母准备了惊喜 就在这时 奇亚察觉到有倩合椅的气息 看来是刚刚路过这里 现在的小杰不能使用念能力 为了保险起见 奇亚决定还是淡掉这只倩合椅 而且一旦打扰到他们约会 一旁母的性格绝对会发飙 奇亚利用风向 把自己的气味散播出去 这只倩合已果然上钩了 奇亚带她跑到了远离小杰的地方 但奇亚没想到这只倩合已居然是鸟人 这就是冤家路窄 就在前不久 奇亚和小杰把鸟人收拾得很惨 鸟人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仇人了 既然奇亚出现在这里 那么小杰肯定也在附近 所以她决定先把奇亚折磨死 然后吃的只剩头 一边甩奇亚的头 一边大声找人 这样小杰肯定会出现的 奇亚见鸟人威胁到了小杰 决定必须把他干掉 但是刚要发起攻击 脑中就传来了伊尔尼的声音 他让奇亚赶快逃命 奇亚不明白 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 自己就产生这样的想法 鸟人看到奇亚的表情 以为他是被自己吓的 这让他越加的兴奋 小杰把旁母带到湖边 让旁母仔细观察湖中心的大树 夜幕降临 大树上落满了萤火虫 旁母开心的笑了 小杰解释说 现在是萤火虫交配的季节 然后送给旁母一颗树枝 这就是他为旁母准备的惊喜 还说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花 旁母不之所以 但是旁母发现 大树上的萤火虫 全都飞向他手中的树枝 小杰说这颗树枝 会散发和萤火虫一样的费落萌 所以才会聚集过来 旁母从来没经历过这么美好的夜晚 他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感谢小杰为他做的这一切 小杰在这里谈情说爱 此刻的齐亚还在遭受鸟人的蹂躏 鸟人此刻正在玩弄自己的猎物 齐亚越是可怜 他就越兴奋 齐亚真的想保护小杰 可他就是控制不了想要逃跑的自己 虽然他从小就接受严酷的训练 背负着常人无法忍受的压力 但齐亚也只是个孩子 他也有作为孩子想要的东西 他把小杰这个朋友看得比自己生命都重要 可他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懦弱 连保护小杰都做不到 这是齐亚脑中又传来一耳迷的声音 不断的让他逃走 而鸟人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 他向齐亚冲过来 准备给齐亚致命一击 齐亚用手捂住头部 还在和伊尔迷的声音抗争 就在鸟人要击中齐亚的瞬间 齐亚突然一声慢喊 鲜血从齐亚头部喷涌而出 鸟人再一看 齐亚已经消失不见 原来齐亚已经闪到鸟人身后 齐亚头上还在不停的躺着鲜血 但是他却开心的笑了起来 鸟人不明白齐亚在胡言乱里说些什么 他仔细回想刚才齐亚是怎么逃走的 他确实看到了 就在自己要动手时 齐亚把手指插进了自己的脑袋 然后就从自己眼前消失不见了 齐亚凭借着本能 拔掉了伊尔迷的念针 现在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但在鸟人眼里可不是神清气爽 他看到此刻的齐亚感到非常害怕 就像是见到了天敌 保复一条巨蛇 随时要把自己这只小小鸟吃掉一样 鸟人还想垂死挣扎一下 但是被齐亚瞬间取下了首级 不过鸟人也算是幸运了 因为齐亚向来都是干净利落 没有折磨猎物的习惯 齐亚收拾完鸟人 赶快跑回去找小杰 因为他已经离开小杰很久了 但是当齐亚来到湖边 发现他们的东西还在 人却不见了 而且周围也没有欠何以的气息 这个少年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这里罚贵还不算 而且已经写了几千封道歉信了 面前的女人手里还提着把菜刀 面露凶相 让少年的好朋友不要多管闲事 原来小杰正在接受惩罚 他一个小时前还在和庞姆约会 本来氛围已经轰扑到位了 但是小杰确少了庞姆的兴致 他对庞姆说自己要好好修炼 因为凯特好像被人控制了 在彻底打倒倩何以之前 不能经常陪伴庞姆度过二人世界 但庞姆马上变脸 他说你打不打倩何以跟我有啥关系 于是把小杰拖回公寓接受惩罚 齐亚看到庞姆在欺负小杰 于是和庞姆吵了起来 庞姆见吵不过齐亚 于是趁齐亚不注意 一刀向齐亚刺来 但他怎么可能刺得到 齐亚对庞姆说 你手上的那把菜刀 就算我睡着了也能躲开 小杰劝齐亚不要这样做 要不然会被庞姆骂得更惨的 齐亚说我们到别的饭店去住 永远不要见面就行了 小杰还是想回去道歉 齐亚说庞姆虽然不是战斗型 但是有可能背后捅你一刀 所以抱着小杰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庞姆此刻已经气急败坏 他势必要给齐亚几刀出出气 于是回到公寓 拿出了一颗魔球 然后扯掉自己的袖子 用指甲把手臂划伤 把自己的血滴在了可爱的人鱼嘴里 人鱼双眼放光 紧接着在魔球上显现出了 小杰和齐亚的身影 庞姆确认好位置后 来到厨房 抽出了整整两排菜刀 然后把菜刀用绳子穿起来 挂在了脖子上 化身为不仇的菜刀侠 莫布联系了秀托 告诉他小杰和齐亚的位置 庞姆见到老师秒变乖乖女 他问莫布 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吗 怎么这才一天就回来了 莫布说他们是提前回来的 要观察一下两个孩子的状态 再决定要不要他们见凯特 因为凯特的情况非常不妙 莫布则怪庞姆 为什么背着我偷偷使用你的念能力 你的血液非常珍贵 是无可取代的 只能为我一个人使用 但庞姆听到的是 自己在老师心中是无可替代的 而且只属于老师一个人 莫布问他这身装扮是怎么回事 庞姆连忙解释说什么事都没有 他现在已经彻底对莫布沦陷了 完全忘记了小杰的存在 齐亚还在劝小杰赶快和庞姆分手吧 和小杰交往不到一天的庞姆 在小杰不知情的情况下 只用了一分钟就把小杰给甩了 而小杰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分手了 拔掉念真的齐亚高兴的像个孩子 小杰问他发生什么事了吗 齐亚只是笑而不答 修托向莫布汇报 说这两个孩子状态很好 只要等莫老五和拿库姆回来 就可以安排两个孩子和凯特见面了 此刻猎豹嫉妒正以280m的速度 在高速路上狂奔 却看见前面有一盘烟雾 原来正是拿库姆在此阻截他 拿库姆一拳打来 但是被嫉妒轻松躲开 藏在烟雾中的莫老五也没能打中基督 这两个人的攻击 在基督眼中就像播放弹动作一样 莫老五和拿库姆拳头还没伸直 就已经挨了基督几十拳了 但基督的拳头太轻了 拿库姆说你再打我一万拳都不痛不痒 受到挑衅的基督再次冲上来 但这次拿库姆已经预看了基督的动作 一拳朝基督脸部打来 虽然没打中 但基督还是很吃惊 这个人应该连我动作都看不清才对 他顺势还了拿库姆一拳 但是紧接着莫老五的烟斗又向他打来 基督想这才交手不到一分钟 这两个人就能掌握我的动作了 值得自己好好折磨他们一番 莫老五吐出了更多的烟雾 基督相信自己的速度 即使再能的烟雾 只要再击中自己的一瞬间躲开就行了 果然拿库姆借助烟雾发起了攻击 但让基督没想到的是 居然出来了无数个拿库姆 就在他一愣神的时刻 拿库姆的本体一拳打中了基督 拿库姆就是要利用基督吃惊这点空隙进行攻击 只是这招下次就不管用了 但是以拿库姆的念能力 只要一拳就够了 基督不知道这个玩偶是干嘛的 开始恼羞成怒 他重向拿库姆 结果被莫老五轻松就绊倒 莫老五嘲讽了一下基督就消失不见了 烟雾散去 基督却找不到敌人 他决定用速度来甩掉这个玩偶 于是一路狂奔跑开了 其实莫老五和拿库姆用绝脸藏在玉米地里 莫老五说看来这个猎豹连绝都不会应付 也就是个底层的战斗兵蚁 波特现在跟着猎豹 虽然距离拿库姆太远就不会计算利息 但是能找到他的位置 接下来只要让善于对付他的念能力者出马就行了 基督已经狂奔了800公里 也没能甩掉波特 他终于领教到念能力的厉害 现在基督也要追求速度之外的能力了 这个小小的笼子可不是用来装鸟的 只要给敌人造成一定的伤害 就可以将对方关进这个笼子里 无论是全身还是身体的一部分 这一点基督也深有体会 笼子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 拿库露说凯特被欠何以用来训练兵蚁 他会机械性的攻击靠近他的人 小杰缓缓地向凯特走去 果然凯特毫不迟疑地给了小杰一拳 小杰眼里流露出了无尽的悲伤 他会想起上次凯特打他还是在鲸鱼岛 然后又向凯特走去 凯特依然毫不留情 而大家都发现了一点 小杰是在尽力克制自己战斗本能 不断不闪躲拳头 反而是在刻意地迎合凯特的拳头 其要明白小杰的心理 因为凯特变成这样算是他们造成的 小杰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在这个局面 小杰顺势抱住了凯特 并且向凯特道歉 没想到凯特真的停止了攻击 但是大家突然看到 凯特身体上方出现了一个傀儡人偶 拿库鲁说只要碰到凯特 他就会提高战斗等级 只要再碰一次凯特 他就会再次发起攻击 小杰虽然不能用念力 看不到傀儡人偶 但是他看到凯特的气势就知道不好惹了 聪明的小杰不再去碰凯特了 小杰问他们是怎么抓住凯特的 秀多说让凯特受了相当严重的伤害 才终于把他关进笼子 虽然很抱歉 但如果不下死手 没人能制服凯特 小杰听后无比的愤怒 他握紧双拳 然后转身离开了 小杰发誓一定要让凯特复原 他要让把凯特变成这样的人 为此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小杰马上就可以恢复念力 而诺布钻了个空子 把小杰和奇亚也一起带去东果陀讨伐以王 诺布给莫劳五解释 会长只说他们不能去NGL 现在要去的地方是东果陀 所以并不冲突 莫劳五也是个热血的汉子 他看到小杰和奇亚对待凯特的反应 也认可了这两个小鬼 所以不反对他们跟去东果陀 他们来到了东果陀的边境 电视上正在播报关于阿肥国王的新闻 阿肥国王要求全体公民 参加十天后的建国纪念会 地点在首都北京 回期三天 不管是病人还是婴儿 必须全部出席参加 在场的几个人心里都明白 这个阿肥国王已经被欠合以控制了 后路多曾经推测过 以往可能会进行挑选 把会使用念能力的人都挑选出来 剩下的人不出意外会全部丧命 现在还剩下十天时间 在挑选开始前 奇亚问会长哪个老头子在干什么 莫不说会长很早之前就联系过他 说已经潜入东果陀 奇亚说过了这么久 是不是会长已经被干掉了 莫不说会长交代过 如果今天还不联系他们 就当会长已经被干掉了 让我们凭自己的意志来行动 话音刚落 会长发来了简讯 他让大家两人一组 兵分三路 帮他把三户位从蚁王身边引开 他要和蚁王一队一单挑 从这个编排来看 小杰和奇亚会跟过来 都被会长给猜到了 大家都感叹这个老头子真是太神了 到了晚上 拿库鲁的讨战魔忠于离开小杰 莫老五对这个少年越来越感兴趣了 他想要测试一下小杰的实力到底如何 于是对小杰说 我还没有认可你 你现在就把我当成凯特的仇人来出招 如果你打得有气无力 这次任务我就找其他猎人来代替你 拿库鲁心想老师这是在作死 于是叮嘱小杰 快让老师见识一下你的猜猜拳 小杰说我真的可以使劲揍你吗 莫老五脱掉上衣说 如果你敢手下留情 我就当你不及格 莫老五现在彻底服气了 他承认如果比其耍狠 没有人能是小杰的对手 小杰和奇亚也如愿以偿 他们负责的对手就是猫女 欢迎律团听说自己的家乡流星街 被蚂蚁入侵了 他们回来后 发现好多变异的人类 这都是欠何以干的好事 可是流星街的上层却一直开会争议 这些人到底该当作正常的死者对待 还是当作变异人类处理 欢迎律团的代理团长芬克斯感叹 人类果然是一点都没变 遇到异于常理的情况 就只会在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争执不休 欢迎律团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 他们要在今天之内 就消灭那个自称女王的家伙 为了能打个痛快 他们选择了正面突破 大家各自选了一条路 沙特说你要有本事先杀了女王 那么代理团长的位置也可以让给你来当 因为他的目标之一 就是爬到幻影旅团二把手的位置 沙三和其他军团长一样 跑出来自立为王 但是他却偏偏选择了流星街 他不知道这里居住着一群不好惹的人类 蜘蛛怪感受到了这次入侵洞穴的敌人很强 所以也跑出去迎战了 沙三则是换上了宽大的裙子 遮住他的尾巴 等待猎物自动送上门 首先波罗列夫遇到了一个怪物 怪物直接冲上来 但是被波罗列夫的绷带给挡住了 卸下绷带的波罗列夫居然全身都是动 波罗列夫舞动身体 便传出了美妙的音乐 原来他是钻洞洞族的后代 他们身上的洞形状不同 大小不一 在与敌对部落或者猛兽战斗前会进行动舞 他们演奏出的声音越美妙 就会有更高级的精灵附体 但是这一击并没有对怪物造成伤害 怪物还嘲笑波罗列夫 看来你的民族也不怎么样啊 波罗列夫被彻底惹怒了 他开始了Fail Style 怪物看了波罗列夫的尽兴表演 实在受不了了 开始逃跑 准备去找蜘蛛怪 让蜘蛛怪用丝线缠住波罗列夫 这样他就发不出声音了 波罗列夫怎么会让怪物得逞 开始高速旋转自己的身体 怪物跑得再快也跑不过音速 巨大的音爆迅速变成了木星 可怜的怪物在木星面前犹如蚂蚁一般 波罗列夫的木星攻击 直接把沙残的王宫封出一个大洞 而鸡贼的科特和大家分别时 在每个人身上都放了追踪的纸片 他要看谁先找到女王 然后自己再过去抢占头工 很明显是飞坦先找到了女王 他刚要赶去飞坦那里 就被一只怪物拦住了去路 科特没办法 只能先把这只怪物解决掉 科特把无数的纸屑用扇子扇向怪物 怪物嘲笑科特太愚蠢 但是科特用手一指 竟然有一片纸屑扎进了怪物的身体 怪物恼羞成怒 于是用手中的钢绳向科特抽来 被科特用纸扇子刷刷两下 就把钢绳斩成好多段 怪物说我钢绳可是用钢织做成的 科特说我的纸扇子还是用纸做成的呢 紧接着科特用力一扇扇子 无数的纸屑如同巨蛇一般把怪物围绕 这招叫做蛇咬之舞 怪物被咬掉了一只手臂 科特说接下来是另一只手臂 最后怪物的身体已经变得支离破碎 科特不由的责怪自己 总是改不掉戏弄猎物的坏习惯 结果花费了这么多时间 然后就去找飞坦了 就在波罗列夫和科特战斗的同时 大家都遇到了自己的对手 我们先说侠客和芬克斯 侠客遇到了一只金龟子怪 因为侠客是操作系的 他想把天线插入金龟子怪的身体里 因为金龟子怪的壳太硬 所以不擅长体数的侠客 还要费力地把天线插入金龟子的关节处 当他以为自己成功了 但是金龟子怪却不听控制 一把将侠客抱在了怀里 这时从柱子后走出来一个迷你奥托曼 原来这个金龟子怪早就被迷你奥托曼控制了 所以侠客的天线才没起作用 金龟子怪的勾掌已经刺进侠客的肉里 但侠客是见过大事面的 他一点都不慌 侠客对迷你奥托曼说 我双手的手指和左脚还能动 然后把天线插到了自己的腿上 侠客不到迫不得已 是不会变身超赛模式的 侠客虽然喜欢操纵别人 但是非常讨厌自己被操纵的感觉 笨客斯这边就简单了 他遇到了一只长着四只手螃蟹腿的大猩猩 大猩猩让笨客斯出一招 当作笨客斯下地狱的伴手礼 笨客斯说 原来蚂蚁还知道这种艰难的词汇 大猩猩嘲讽笨客斯的拳头连蚊子都打不死 更何况是蚂蚁 于是笨客斯选择用拳头攻击 笨客斯开始摇手臂 摇着摇着大猩猩害怕了 因为笨客斯拳头上的气越来越多 笨客斯打完还不忘记装个B 说自己转多了 本来转五圈就能干掉大猩猩 结果转了十五圈 看来对自己的实力还是不太了解 笨客斯不知接下来去哪边 于是用丢硬币来决定 他来到的是波罗列夫这里 刺客波罗列夫也已经结束战斗 紧接着侠客也出现了 他们准备一起去飞坦那里 太热闹 飞坦一看到沙残蓬松的裙子 就知道他跟自己是同类人 那裙子下面肯定藏了东西 飞坦和沙残的尾巴大站起来 沙残的尾巴快如闪电 飞坦速度虽然也很快 但还是被沙残一脚踢飞了 沙残占了点便宜 就开始嘲笑飞坦 飞坦却说 看来我的身手变得迟钝了 正好拿你来练练手 然后沙残和飞坦又扭打在一起了 这时科特已经赶过来在一旁观战了 科特看了两个人的对战 开始怀疑人生了 科特心想 我刚才虽然玩弄了一下猎物 但是解决对手的速度并不慢 看来这几个团员的实力都不在自己之下 虽然科特吃惊的还是飞坦的战斗 科特现在终于体会到 自己和这些人的实力还相差甚远 而小滴这边则是遇到了比较麻烦的对手 小滴甚至绝不能让那个蜘蛛丝缠上自己 而蜘蛛怪也很好奇 小滴为什么可以凭空变出武器 开始用力往回拉 小滴剑拉不过蜘蛛怪 于是一松手 把凸掩一变没了 蜘蛛怪把钢轮对准小滴 不停地发射蜘蛛丝 小滴只能一味地闪躲 蜘蛛怪现在不敢小瞧对手了 因为他第一次看见能让武器自由出现的能力 于是决定用自己的绝招 这招会对皮尔造成相当大的负担 蜘蛛怪对自己丝线的韧性可是非常自信 他拉着小滴准备去找杀残领赏 但是突然感觉重量变轻了 刚一回头 乌眼鱼如狂风暴雨般向他打来 原来小滴把丝线的剑则称大 脱掉衣服从里面逃出来了 蜘蛛怪说你现在已经把衣服脱了 所以没办法再使用那招了 小滴却说 你的四线发射速度和捕捉范围我都掌握了 而且我还知道你发射前 高门会收缩两次 现在不用靠近你 我和突眼鱼就能把你打败 小滴命令突眼鱼 把蜘蛛怪身上的血液滴不剩的吸干净 蜘蛛怪被吸的头晕眼花 他突然灵气一动 用自己的手脚堵住伤口 蜘蛛怪手脚虽然多 但是伤口更多 小滴说我刚才在你身上弄出了29道会出血的伤口 而你只有8只手脚 想要堵住所有的伤口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有别的办法 就这样蜘蛛怪硬生生的被吸成了干尸 小滴刚要走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回来对干尸蜘蛛怪说 你不是会吐丝吗 如果你用丝线把自己包裹起来 不就可以止血了吗 奔克斯看到小滴这造型 问他不会是打输了吧 当然是打赢了 小滴和侠客说 飞坦现在的动作很不顺畅 看来是还没进入状态 听到这话的科特更受打击 只见飞坦出现了无数个幻影 围主沙残转圈圈 沙残现在慌了 看到飞坦的同伴也聚集过来 就在他发愣时 飞坦一按手中的雨伞 原来伞间是一颗子弹 变身后的沙残刚要发飙 飞坦突然消失在他眼前 他使用了硬 把全部面力都灌输到刀尖 朝着沙残后脖梗插下去 可飞坦没想到 刀尖居然折断了 这时沙残挥手打向飞坦 飞坦虽然躲开了 但是由于用了硬 所以身体没用气来防护 因此飞坦不但没能伤到沙残 反而被自己的攻击伤了不轻 科特问难道不去帮飞坦吗 本科斯说帮他干嘛 如果飞坦被女王干掉了 那么换下一个人上就好了 说话间 本科斯和波罗列夫 还因为下一个谁来上而争吵起来 没办法只能用抛硬币来决定 最后的结果就是 如果飞坦被干掉 就换波罗列夫来对付沙残 这时飞坦的手臂被打断了 本科斯看到赶忙嘲讽 一见飞坦身上冒出了奇怪的气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其他团员一看飞坦要放大招了 都很自觉的开始撤退 本科斯让科特也赶快逃跑 说飞坦大招波及范围很广 如果待在这里会瞬间没命 飞坦的气如同地狱之火一般瞬间爆开 沙残从没见过这么强的气 原来刚才飞坦的气 发为一身防火战衣 然后释放了大量的气 这些气又迅速汇集成一个能量球 能量球升到两人的上空 本科斯这边加快了逃跑的脚步 能量球突然爆开 发为一颗小型太阳 巨大的能量冲击 迅速在动静蔓延开来 本科斯见科特还是磨磨叽叽的 赶紧抱起他跳了出去 而沙残还在里面痛苦的争着桑拿 飞坦还不忘记讨论一下沙残 如果想逃命就逃吧 除非你还能动得了 小太阳的能量终于燃尽 宫殿里已经被烧得四处焦土 飞坦还感到很惋惜 如果自己的伤势重一点 沙残还能死得比较痛快 因为飞坦伤得越重 大招就越厉害 当他们巡视宫殿时 发现被杀残改造的人类 现在虽然不被控制了 但是却生不如死 一只怪物请求芬克斯 让芬克斯帮他解脱 其他被改造的人也纷纷散访 现在流星街的害虫被除掉了 芬克斯又开始吐槽 说那些上层又在讨论 要不要去报复倩何以 竟说一些办不到的事情 芬克斯决定继续待在流星街 如果那些蚂蚁在干过来 就马上解决掉他们 这是霞克的电话突然响了 芬克斯激动的以为是团长发来的 但霞克说是信长发的简讯 信长问大家要不要过去给他帮忙 因为此刻的信长和马奇 貌似还在和库拉皮卡纠缠不清 芬克斯又在抱怨 说等待团长的日子真是辛苦啊 结果被霞克和飞坦嘲讽 说芬克斯还有少女情怀 简直跟单相似的女孩子一样 而小杰和奇亚这边 也已经潜入了东火陀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断掉猫女 炎炎的烈日下 几只怪物正在逃命 他们已经被猎人追得走投无路 但是千万不要可怜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猎杀了无数的人类 而猎杀人类的理由 只是觉得很有趣 他们放眼望去 竟然逃到了东火陀 这里是蚁王的地盘 哈加递下了高傲的头颅 心想毕竟都是一个妈生的 信修普夫能收留他们 并且教他们如何使用念能力 普夫果然答应了哈加的请求 但并不是因为手足的感情 而是在普夫眼里 他们是很好用的棋子 留下来还是有点用处的 所以才答应了哈加 哈加看似臣服 但他还是有自己称王的野心 只是现在实力还不够 可无论哈加有什么阴谋 在普夫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只是笑话而已 小杰和奇亚这边已经潜入了东火陀 奇亚简直就是百科全书 他对小杰讲述这个国家的情况 这个国家为了让少部分特权阶级过上好生活 导致剩余的百姓苦不堪言 而且还在电视上播放 其他国家会有一半以上的人 在十岁之前就会饿死的假新闻 来误导自己的国民 让国民以为自己生活在温室之中 很多国家向东火陀伸出援助之手 但这些援助都被上层拿来换成了珠宝和武器 而且东火陀还在研究核能 并且用核能作为交换条件 来换取更多的援助资金 而且这种技术本身的研发 也是依靠部分国家的援助金在进行 这种做法 像极了现在某些国家可耻的行为 说话间 小杰他们来到了一个村落 奇亚让小杰待在原地 自己上去探查情况 在确认没有危险后 才让小杰过来 这些房间已经空无一人 地上还有血迹 行凶者只是粗略地掩盖一下作案痕迹 他们来到外面 发现了大量的尸骨 这是因为行凶者掩埋尸体太浅 所以被野狗挖出来了 奇亚判断 以往对国民的筛选已经开始了 这个国家有500万的人口 想要集中在一天筛选非常困难 所以名义上让全体国民 参加10天后的建国纪念会 实则筛选早就在悄悄进行了 如果500万人分成10天来筛选 也就是每天要筛选50万人 而拥有念能力的人还不到1% 现在距离纪念会还有9天 说明有接近50万人已经丧命了 小杰提问 就算每人每天能筛选1万人 那么至少需要500名念能力者 才能每天筛选50万人 以往哪里来的这么多念能力士兵 奇亚说猫女可以做到 就像操纵凯特一样 他只要操纵普通士兵 在筛选时 强制让普通人将其集中在拳头上 然后去攻击那些百姓 这样就能心意组建出5万人的大军 而且需要被筛选的对象会越来越少 但奇亚已经有了对策 如果不停地去干扰他们的筛选 让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 这次建国纪念会只是一个骗局 然后大家互相转告 这样就能有效减少伤亡率 但这个方法风险很高 只要一动手 马上就会被蚁王发现 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 而想要干掉蚁王 按照会长的计划 秘密进行才是最有利的方案 奇亚知道小杰不会放弃这些无辜的百姓 但是又不能破坏会长的计划 所以奇亚决定自己去扰乱敌人的筛选 让小杰不要露面 一直等到决战那天 新手干掉可恶的猫女 小杰不明白奇亚为何会这么激动 只有奇亚自己清楚 扰乱敌人的筛选有多危险 虽然是声动机器的打法 但是相当于在剩下的9天时间里 他要一个人和整个蚁王团队纠缠 奇亚并没有把握还能再见到小杰 但他们此刻已经被人跟踪了 奇亚虽然感觉到了异样 但是并没有发现敌人 小杰和奇亚就此分别 而跟踪他们的正是变色龙眉雷翁 莫老五和诺布的目标是三护卫的普遍 现在还没到决战的时刻 所以他们先找到了东国陀的高层 莫老五和诺布答应帮助这个高层逃跑 但是这个高层要提供所有军部情报 以及这个阿非国王的所有恶行 毕竟这次行动涉及到了整个国家的存亡 而猎人协会要对此次事件全权负责 莫老五真想一烟斗拍死眼前这个家伙 因为他手中的高层红酒 跟眼前的美丽夜景 都是他盲目听从阿非国王指令得来的利益 但是莫老五又看了一眼诺布 马上打消了自己的念头 因为他们正在谈判 这只是一场交易而已 拿库鲁和秀托的目标是犹皮 此刻拿库鲁和秀托正在争吵 因为他们也发现了筛选已经开始 拿库鲁指责秀托 说现在每天有接近50万人失去生命 你为什么可以如此冷静 秀托说如果你失去理智的话 导致任务失败 等现何以统治地球 将来可能会有几百亿人丧生 拿库鲁更加愤怒了 说难道为了全人类 就要对这500万人见死不救吗 秀托说是的 如果觉得这有被你的正义之道 那你就骂我来消消气吧 因为我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但是只想当正义之士的你 未免有些太自私了吧 拿库鲁听了秀托的说法 也无力反驳 秀托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做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当然是要尽全力 并且赌上我们的性命去做 小姐一边啃着果子一边思考 觉得刚才奇亚的反应有些不对劲 现在开始后悔了 应该跟奇亚一起行动才对 但是现在追上去又怕奇亚会生气 正当他左右为难时 突然察觉到了危险 这个少年正在吃果子 突然窜出一条墨镜蛇 墨镜蛇想要把少年连同大树一起卷死 但少年速度太快 很轻松就躲开了 墨镜蛇又把身体盘起来 变成了弹力墨镜蛇 他像弹簧一样跳来跳去 以为这样少年就躲不掉了 果然少年没躲掉 被弹力墨镜蛇缠住了 墨镜蛇还在洋洋得意 说什么要把少年勒死 少年接下来的操作 把墨镜蛇的墨镜都给惊碎了 小姐把墨镜蛇系在树上 并没有取他性命 而这一切都看在梅雷翁的眼里 他一直在暗中考察小姐 因为梅雷翁的目标也是以王 所以他必须谨慎地选择合作伙伴 小姐还没走出去多远 就又遭到了攻击 这次是猫头鹰和蝙蝠 这两种动物都很擅长在黑夜行动 猫头鹰用羽毛远程攻击干扰小姐 然后蝙蝠在趁机进行贴身攻击 小姐看透了他们的配合 所以释放器来保护身体 等猫头鹰的攻击结束 蝙蝠肯定会紧接着攻过来 只要注意蝙蝠的震翅声 就能准确地打击蝙蝠 但小姐还是没能打中蝙蝠 因为蝙蝠有超声波 小姐一出拳 他就躲开了 蝙蝠也很吃惊 一个人类听力居然这么好 自己的震翅声都能听到 这时蝙蝠看见小姐要放大招了 小趁机的机会干掉小姐 蝙蝠快速地飞向高峰 然后蝙蝠收起翅膀 开始急速下降 小姐虽然听不到震翅声 但小姐用最小的移动范围躲开了攻击 蝙蝠想即使这样 自己也能躲开小姐的拳头 但没想到小姐并没有出拳 蝙蝠由于耳朵失聪 开始四处乱撞 小姐通过声音辨别 用出了猜猜拳的步 但是在即将打中蝙蝠的瞬间 一块石头又打中了猜猜拳 原来是猫头鹰干的 这个壮汉猫头鹰才是它的本体 壮汉猫头鹰把石头砸向小姐 小姐虽然躲开了 但是却遭到了蝙蝠的超声波攻击 蝙蝠这招叫做以牙还牙 小姐只能一套眼睛来取胜了 蝙蝠又开始了超声波攻击 壮汉猫头鹰趁机给了小姐一拳 小姐扯下了自己的衣服 然后用口水沾湿 堵住了自己的耳朵 这样感觉好一点了 小姐看到猫头鹰的气象自己袭来 但是离近了才发现 只是一片羽毛而已 真正的壮汉猫头鹰则是在自己背后 因为这些嵌和鹰本身就是野生动物 都会使用绝来隐藏气息 所以自己才没发现 所以她开始贴身攻击壮汉猫头鹰 这样蝙蝠就没办法用超声波了 否则壮汉猫头鹰也会受到牵连 但壮汉猫头鹰有着柔软的羽毛 只要把耳朵堵住 就会有很好的割音效果 而且晚上只要有一点星光 在猫头鹰的眼里 就和白天没什么区别 小姐陷入了苦战 小姐看到一棵断掉的大树 抱起来向猫头鹰砸去 小姐看似是用大树攻击猫头鹰 但是用力一甩 把大树甩向了身后的蝙蝠 自己的面前是一堵巨大的墙壁 但真正的墙壁则是在她身后 蝙蝠怪牢牢地撞在了墙壁上面 小姐又趁机给蝙蝠补了一拳 蝙蝠怪就这样领和饭了 猫头鹰还想逃跑 但是小姐一边用猜猜拳 一边追猫头鹰 不但这样 小姐还能再用猜猜拳的同时 躲避猫头鹰的拳头 猫头鹰就这样被小姐一拳打上了天 你就这样一路飞回N7L吧 现在雷雷温开始喜欢小姐了 觉得这个小鬼可以利用 而奇亚这边正在按照计划阻止蝙王的筛选 并且让这些人把真相散播出去 猫女很快察觉到自己控制的部队 频频受到阻碍 而且对方只是一个人 猫女把有人干扰筛选的事情告诉了普夫 但逍遥普夫恐怕是个双鱼座 总是沉浸在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中 那种心烦意乱的感觉让她痴迷 普夫说我们的使命就是保护王 除此之外的是交给其他人处理就行了 其他人指的正是狮子怪 狮子怪现在学会了念能力 为了洗心革面还换了个名字 尤华家改为雷欧路 猫女命令雷欧路去把阻挠筛选的人干掉 但在场的三护卫都不信任雷欧路 因此这次任务也是对雷欧路的一个考验 奇亚还在为了干扰筛选而四处跟播 忽然前方出现了一道金光 奇亚并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本能告诉她还是不要走这边了 那道温和的金光就是会长散发出来的 发面来到拿库鲁这边 拿库鲁突然感应到了 嫉妒正在往东国拖跑来 拿库鲁决定亲自去收拾她 而且根据可靠消息 现在猎人协会才出到了三百多只欠何矣 如果嫉妒是来投靠蚁王的 因此得到了比过去更强大的力量 那后果将一巴不可收拾 如果有多个师团长待在蚁王身边的话 就没办法把三护卫从蚁王身边引开了 拿库鲁以为秀多还要阻止自己 让拿库鲁意外的是 莫老五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直接挂掉了拿库鲁的电话 又打给了猎人审查部 莫老五深知 如果小乔这些师团长 很可能会导致任务失败 莫老五都恨死审查部那些人了 审查部是由副会长代理 他们处处找尼克罗会长的麻烦 而且早有预谋 在下次选举要搞掉尼克罗会长 这次剿灭欠何矣的任务 尼克罗会长彻底成了悲波侠 真的牺牲了五百万人 即使打倒了蚁王 那这个任务也算是失败 所以会长在前线拼命 但是最终只能留下一个猫民 就在这时事情有了转机 因为他们看到电视上传来了广播 阿肥对全国发布了戒严令 说现在出现了反叛分子 让全体国民都在家待着不得外出 否则将被视为反叛分子进行处决 还让大家不要听信流言飞语 这就是猫女应对奇亚扰乱筛选的措施 猫民回到拿库鲁和秀托这边 他们来到基督药经过的路上阻截 但是拿库鲁突然发现 就在基督药接近自己时 却改变了方向 拿库鲁测了一下风向 自己是在下风处 看来不是因为奇未暴露的 这时秀托突然发现空中有东西 原来是蜻蜓队长 正是他给基督报信的 所以基督才会改变方向 雷欧露告诉蜻蜓队长 不用领会那两个人 他们的目标只有扰乱筛选的人 也就是奇亚 这是猫女来电 他告诉雷欧露奇亚所在的位置 因为猫女感知到自己的傀儡部队 又受到了阻挠 而且猫女也判断出 现在奇亚的干扰变得困难了 正如猫女预测的 现在已经没人相信奇亚的话了 百姓们都躲在家里哭出来 即使奇亚干掉了猫女的傀儡部队 干扰效果也不大 所以奇亚决定再换一个地点 雷欧露拦住了基督 他说自己有办法将基督身上的玩偶波特除掉 但是作为回报 基督要帮他解决扰乱筛选的人 雷欧露之所以自己不动手 是因为他不想暴露自己的念能力 所以才让基督替他完成任务 当然要等基督向普夫学习念能力后 但这只需要一天时间就够了 在这期间雷欧露让部下蜻蜓队长来缠住奇亚 奇亚跳入了茂密的森林 这样不但可以躲避蜻蜓队长的监视 如果他敢追进来 就用溜溜球攻击他 奇亚潜伏再从零身处等待敌人出现 忽然地面开始剧烈震动 奇亚竟然发现一颗巨大的粪球向他滚来 独这是个小桧轮独的 若是怎么办? 幽若是 Nazi 任意区仕留得不适 奇亚觉得很奇怪 被劈绷也就算了 自己可是身经百战 而这些区区的臭虫子 竟然在自己面前打出了如此完美的配合 搞扶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敌人掌控着 奇亚明白了 自己虽然躲进了丛林 可还是被那个蜻蜓队长监视着 蜻蜓队长肯定还有什么特殊的监视手段 所以奇亚更不能轻易让出自己的绝招 所以奇亚要徒手打败这些臭虫子 但是奇亚跑着跑着 突然被一枪打中 奇亚感觉又不像是枪 他从伤口上面取下来一看 竟然是一只巨大的跳蚤 奇亚还在发冷 又是一枪击中了奇亚的脖子 但奇亚却不知道敌人是从哪里打来的 奇亚伤口出血流不止 原来这个跳蚤不止是个头大 还会在伤口分泌出不让血液凝固的物质 如果这样下去 伤口越来越多 奇亚会失血过多而死 这时男人又从肩上取下一只跳蚤 然后把跳蚤上膛 男人深吸了一口气 只见一个肉球开始慢慢膨胀 肉球胀到极限后 哼的一声 把跳蚤打出去 但是这一次被奇亚躲开了 蜻蜓队长看后终于见识到奇亚的厉害 难怪刚才自己一整个军团都打不过这个小鬼 这时奇亚不动了 开始发动气 蜻蜓队长心想 无论奇亚耍什么花招都没用 因为有无数的蜻蜓在监视着奇亚 而这些蜻蜓看到的景象都能同步到自己的眼中 奇亚现在是无死角的暴露在自己面前 男人又将一只跳蚤打向奇亚 现在的奇亚并不会使用人 于是他将包裹自己的气范围扩大 他将气维持在自己最容易感测的范围 差不多是50厘米 但是这一次奇亚并没有躲开 因为奇亚要测量出弹道的角度 以此判断出狙击手的方位 奇亚开始向着狙击手的方向狂奔 蜻蜓队长赶快通知狙击手 说奇亚正义极高的速度向你那边一动 而狙击手却不慌不忙 看起来他早有了对策 奇亚一边跑 伤口还在不停的淌血 奇亚深知 不能再出现新的伤口了 否则自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倒下 奇亚跳出了丛林 果然看到远处的岩石上站着一个人 这个狙击手看到奇亚追上来才开始逃跑 奇亚当然不能放过他 又加快了自己追赶的脚步 结果狙击手没跑多远就停下了 奇亚刚击穿了狙击手的脑壳 却发现自己被一只章鱼缠住了 原来章鱼才是这个狙击手的本体 他们下落的地方是一片地底湖 就这样直直的掉入湖中 巨大的冲击声 惊动了湖里的渔怪 他们嗅到了鲜血的味道 疯狂的冲上来开始啃食 鲜血瞬间在湖里蔓延开来 可是这些渔怪啃着啃着发现不对劲 因为被啃食的正是章鱼哥队长的宿主 但是这些渔怪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章鱼哥的宿主很快被吃的渣都不剩 但是章鱼哥并没有落水 他用吸盘吸住了洞穴的中鲁石 此刻正在大骂奇亚 因为奇亚斩断了章鱼哥的两只脚 张鱼哥想要逃跑 因为他要找到下一个宿主 这样才能快速培养新的子弹 但是奇亚速度更快 他追上了章鱼哥 然后一把抓住章鱼哥的枪口 奇亚问章鱼哥 既然你要逃跑 为什么不从水里逃 你一个章鱼不可能是害鸭子吧 奇亚说是因为有血吧 水里的渔怪嗅到血腥味 被不分敌友的进行攻击 所以你才不敢从水里逃走 章鱼哥还想辩解 这是他脑中传来了声音 是蜻蜓队长用脑电波在和他通话 问章鱼哥是否打倒敌人了 但是章鱼哥由于太紧张 直接用嘴说了出来 奇亚明白了 问章鱼哥是不是在和外面的蜻蜓队长对话 蜻蜓队长的声音又在章鱼哥脑中响起 他催促章鱼哥赶快回答自己 章鱼哥同时面对奇亚和蜻蜓队长的提问 已经快精神分裂了 这时章鱼哥解锁了一项新技能 那就是在用脑电波回答蜻蜓队长的同时 还在用嘴和奇亚对话 蜻蜓队长听章鱼哥说还在战斗中 于是叮嘱章鱼哥有情况随时跟自己汇报 奇亚对章鱼哥说 如果你告诉我外面那个蜻蜓队长的能力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否则就把你丢进湖里喂鱼 奇亚让章鱼哥在十秒之内回答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章鱼哥已经快被吓哭了 但是他眼神又突然变得坚定起来 因为他已经有了决定 章鱼哥其实希望自己是一只乌贼 因为他觉得章鱼笨拙丑陋 章鱼哥对奇亚说 我才不会出卖同伴 说着自己斩装了手臂 章鱼哥缓缓的落入湖中 他只期望下辈子能转身成为一只乌贼 只见狐狸又泛起了水花 奇亚用溜溜球救下了章鱼哥 章鱼哥很庆幸 因为奇亚除了小杰 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种话 章鱼哥虽然获救了 但是奇亚却被一只鱼怪 牢牢地咬在了中鱼石上面 这时外面的蜻蜓队长又给章鱼哥帮送脑电波 他问奇亚有没有用什么能力 或者是用什么武器 章鱼哥的回答是没有 并没有把溜溜球的事情泄露出去 他以为奇亚不说话是被自己吓的 奇亚突然变脸了 露出了恐怖的杀意 因为奇亚面对这种混蛋怪物 会毫不留情的杀掉 就在他弹掉鱼怪的同时 一只小鱼跳到了他的背后 并且留下了一个牌子 原来湖底还有一对人鱼兄妹 这正是人鱼妹妹的能力 奇亚来到地面 他想先找到洞穴的出口 但是脑中突然传出了电子游戏的声音 自己的左手竟然被一只鱼扎中了 画面来到小杰这边 小杰发现一直有人跟踪自己 于是他跑到了沙漠 这时梅雷翁从远处走来 随即解除了自己的隐身功能 梅雷翁说你和另一个小鬼在一起时 我就在跟踪了 小杰一听直接开启了战斗模式 梅雷翁一看被误会了赶忙解释 梅雷翁说 虽然我看起来像敌人 但是一点恶意都没有 梅雷翁这才反应过来 小杰已经相信他不是敌人了 而此次的奇亚已经变成了标靶 不停的有余刺入他的身体 奇亚的身体居然变成了标靶 不停的有余扎入他的身体 而且还有人在他脑中说话 但是奇亚并没有发现敌人 这一切正是湖里的人鱼哥哥搞的鬼 他正在玩着扎飞镖游戏 只要人鱼妹妹把牌子给在目标身上 目标的身体就会变成标靶 标靶上面对应着人体的各个部位 人鱼哥哥用飞镖扎中标靶 目标身体对应的部位也会被余扎中 每个回合有三次机会 扎完要把三颗飞镖拔下来 直接慢慢的过去 奇亚已经被扎得千疮百孔 他预感到不妙 因为已经快挺不住了 这时游戏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回合 人鱼兄妹迫不及待的去找奇亚了 他们看到了躺在地上的奇亚 赶快向蜻蜓队长汇报 说已经解决了敌人 蜻蜓队长夸赞他们真能干 人鱼兄妹问奇亚 你的脑袋明明被我射穿了 为什么还活着 奇亚拔掉了头上的鱼 原来鱼嘴上有一个章鱼吸盘 奇亚是在鱼扎进鹅头的瞬间 用手抓住了鱼 把鱼嘴放上章鱼的吸盘 让自己伪装成被刺中的假象 但人鱼哥哥还是不相信 但奇亚非常清楚这个非标游戏的规则 总共有501分 标拔的每个位置都有相应的分数 直到让分数刚好归零 游戏才算结束 这个游戏奇亚在6岁时就已经玩烂了 而人鱼哥哥从第一标开始 奇亚就在计算分数 计算出最后一标的分数是40分 而那个位置刚好是自己的额头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 如果等于扎中自己时再去接住鱼 这个时间是完全来不及的 所以奇亚将气转换成了电 这个反应速度接近光速 所以才能接住鱼 奇亚解释完后 艰难的起身 而此刻的小杰正在和梅雷翁边吃东西边谈心 小杰又交到了一个新的朋友 他还不知道奇亚此刻的境遇 奇亚眼睛失去了光泽 刚咬沉沉的睡去 一个身影来到他面前 张鱼哥让奇亚闭嘴呆着 他说自己虽然不是医生 但认识一位医生 只要顺着地下水漂流很快就能到 他让奇亚一定要挺住 奇亚说我可是特意放了你 这样做你会被同伴通缉的 张鱼哥说像我这样又丑又笨的张鱼 你却说很钦佩我 而且还说我们可以当朋友 我怎么可能对你见死不救 乙王自从统治东国陀后 就开始荒废政务 不好好的当王 而是不务正业的天天研究下棋 筛选念能力者的事情 完全交给三护卫去做了 眼前这个将棋冠军 被乙王逼到无奇可走 气得乙王直接消掉了他的耳朵 乙王说胜负早在第二世二手之前就注定了 你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认输 难道你认为我会下错棋吗 这个将棋冠军见识不妙想要逃跑 结果血剑当场 接下来要玩的是围棋 乙王现场开始学习围棋的规则 等有皮把全国的围棋冠军抓来时 乙王已经学会了 围棋冠军看到将棋冠军的尸体被吓坏 乙王对围棋冠军说 你要么马上跟我下棋 要么马上领盒饭 但如果输了也要领盒饭 围棋冠军和乙王才下了石盘就输了 围棋冠军马上开始辩解 说我是因为太累了 而且还有点发烧 所以才会输的 乙王说我给你八小时时间 去拼命的休息吧 到时如果再输你就去死吧 围棋夸赞乙王真是聪明 乙王说我只是抓住了诀窍而已 不管是什么棋类 一流的棋手在对异时 都有他们独特的呼吸 扰乱对手的呼吸就是迎棋的重点 乙王问围棋还有什么棋可以玩 围棋说接下来这个就厉害了 叫做军一棋 这种棋方圆地就是东国陀 据说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会下 15年前开始举办军一的世界大赛 东国陀的参赛选手从来没输过 现任的世界冠军已经是第三代 在大赛中是五连霸 乙王说那我赢了他 我不就是世界第一了吗 但这个世界第一竟然是个双目失明 而且不修蝙蝠的少女 这个少女叫小麦 乙王让小麦等一下 说自己在看军一棋的游戏规则 小麦却说 听乙王的声音不像阿肥国王 乙王说那家伙死了 小麦赶忙道歉 说国王都换了自己竟然不知道 乙王说世界第一晕倒了 因为他有鼻炎 鼻子本来就不通气 而王又让他闭嘴 所以没办法呼吸晕倒了 小麦醒来后又开始频频道歉 因为自己的出球感到很羞愧 乙王说不用客套了 赶快下棋吧 这双无畏的眼睛吓到了乙王 小麦说只有在下棋时才会睁开眼睛 如果王觉得很碍眼 自己可以避起来 大气的乙王说不用避 乙王看到下棋的小麦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强大的气场令人生畏 下了一段时间后 乙王发现小麦根本没拿出真正的实力 只是用了一些入门级的手法 就把自己战胜了 但每次乙王输掉都要求再来一局 而小麦非常乐意奉陪 转眼间已经下了八个小时 这时乙王又输了 但是小麦却连连称赞 说王进步的真快 下一局如果自己不认真的话 可能就会输给王了 但是乙王却让小麦下去休息 小麦连忙挥手 说如果是下棋 自己可以三天三夜不休息 乙王说我要见一个人 等解决掉他之后就轮到你了 小麦只好下去休息 因为之前那个围棋冠军已经休息八小时了 乙王被谱夫说 只要再下个四五局 就能让小麦认真的跟自己对异了 到时候也能掌握小麦的呼吸 他终究难逃一死 这是有匹钱来汇报 听后大笑说可以把刚才那个呆子叫回来继续下了 而小杰这边已经和梅雷翁成了知心朋友 梅雷翁把自己的能力告诉了小杰 他的第一个能力是隐身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只要敌人发动员就能敢知道 梅雷翁还有第二个能力 那就是神的不在场证明 这个能力发动后 世界上任何人都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包括气味都会消除 梅雷翁说我告诉你这些事想取得你的信任 小杰说我们当然可以合作 但梅雷翁说你不是还有朋友吗 他会不会相信我呢 小杰说以奇亚的性格肯定不会相信你 但是如果我打死都不妥协 奇亚肯定会答应我的所有要求 小杰不但拿捏了奇亚 现在梅雷翁也被他拿捏了 小杰很好奇梅雷翁为什么要跟自己合作 但他就是不问 最后梅雷翁忍不住只能自己说出来 梅雷翁说自己要找乙王报仇 因为乙王把自己恩人的脑袋打爆了 那就是猫头鹰军师 猫头鹰被杀时自己也在场 当时并没有想起来 但是梅雷翁最近想起了人类时期的一些记忆 对自己恩仲如山的养父 和猫头鹰军师是一样的名字 而且自己的养父也非常喜欢看书 现在梅雷翁已经确信 猫头鹰军师的前世就是自己的养父 这是梅雷翁拉住了小杰的手 告诉小杰自己还有第三个能力 梅雷翁用起把自己和小杰包裹起来 他们来到一只小鸟进前 梅雷翁出了出小鸟 小鸟毫无反应 他又是一小杰也照做 小鸟依然没反应 这是梅雷翁吐了一口气 小鸟马上吓得飞走了 这就是梅雷翁第三个能力 叫做神的共犯 被梅雷翁拉住手的人 可以和梅雷翁一样进入完全无法感知的状态 有了这个能力 就算是乙王 也可以在他没有防备时 给乙王之命一击 梅雷翁还说之前袭击小杰的怪物 其实是自己的部下 可以派他们去考验小杰实力的 但他们杀人无数 所以死有余辜 小杰很认真的说 关于你的能力 我觉得有个比我更适合做你搭档的人 但梅雷翁却不同意 说我认可你 但不代表我也认可你认可的人 自己没有交谈过 也没有亲眼确认过 这个世界上知道自己能力的人只有小杰 因为这招风险太大了 梅雷翁本来就不擅长战斗 他的战斗力可以说跟最底层的比你差不多 而且在发动神的共犯时 梅雷翁是不能呼吸的 在这个状态下很容易受到攻击 如果合作伙伴不靠谱 别说打倒乙王 连自己都很容易丧命 小杰说他靠不靠谱 你自己来确认 我约他见面 不会提你的事情 你亲自判断要不要跟他合作 而小杰找的人正是拿库路 这个男人深深扎了一口烟斗 然后再轻轻一吹 就出现了一个烟雾人偶 这正是他的能力之一 紫烟鸡兵队 他最多能吹出216只人偶 当然人偶数量越少 相对的性能就越高 为了干扰猫女的筛选 这次他只吹出了50只 这样猫女的缘就无法感知出 这些人偶是真人还是假人 莫老五和诺布现在也学着奇亚 到处袭击猫女的傀儡 他们也没办法对500万人见死不救 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 等到决战时刻 莫老五和诺布可能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精力 没办法再和三护卫中的任何一人战斗 而且现在已经和会长彻底失去了联系 现在会长正在某个地方养精蓄锐 直到决战时刻才会出现 所以现在的形势只能依靠他们自己去判断 莫老五在干扰猫女时 突然遇到了激度 激度的任务是干掉干扰筛选的人 现在奇亚已经倒下 所以干扰筛选的人变成了莫老五 而莫老五看到激度身上并没有波特 也没有讨战魔 这就说明激度已经进行除念了 莫老五没想到芊和乙中还有除念师 这样的话拿骷髅的能力就作废了 但拿骷髅的能力可是起着关键性作用 莫老五转念一想 如果激度本身就是除念师 在这里弹掉他就很有必要了 激度冲上来开始攻击莫老五 莫老五被不痛不痒地打中一拳 紧接着他们被传送到一片草原 这就是激度获得的念能力 这个能力的设定就是 在沙漏结束前莫老五必须抓到激度 否则就无法离开这里 莫老五先看看了一下地形 这里大概有一个棒球场的大响 莫老五只要解除外面的紫烟部队 就可以把这个空间里充满烟雾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另外及时解除掉 那些紫烟部队所用掉的气 能否穿过这个空间回到本体 也是个未知数 所以现在先常是用紧剩的气来抓住激度 莫老五先是使劲捶了一下沙漏 这玩意果然打不碎 但是激度速度又太快 想要抓住他恐怕很困难 所以莫老五往地上一躺开始睡大觉 这可把激度气坏了 莫老五暗自得意 因为这场战斗更是精神的消耗 激度蹲在莫老五旁边开始碎碎念 莫老五一烟斗打了过去 但是被激度逃走了 激度说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想骗我过去 然后偷袭我 莫老五说才不是呢 是因为你吵到我休息了 激度说那我就大吵大闹 直到你起来追我为止 莫老五再次感叹激度的智商 于是莫老五开始不理激度了 无论激度怎样上蹿下跳 莫老五一点反应都没有 最后激度已经无聊地开始读书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 莫老五出现在激度面前 激度嘲笑莫老五 你终于忍不住了吧 那么就开始我们的捉迷藏游戏吧 可莫老五说这不是游戏开始 而是游戏结束 因为激度的脚已经被莫老五的烟雾绳子拴住了 而自己的烟雾绕了好大一个圈 才到达激度的身边 莫老五开始往回卷烟斗 只要把烟雾绳子卷回来 就能轻松抓到激度 这下激度可慌了 他开始疯狂逃跑 可是还没跑出去多远 烟雾的绳子就把他拉住了 激度又开始攻击这条烟雾绳子 但也是白费力气 莫老五心想着真是个傻豹子 明明自己没什么耐心 还搞了那么大一个沙漏 他这是被自己逼上绝路的 由于激度的能力还没开发完全 现在又陷入了绝境 他为了打破现在的局面 居然又觉醒了一个新的能力 那就是十字弓跟铁爪 这样无论对手是远是近 都有办法对付了 莫老五加快了卷烟斗的速度 这时激度射出了他的十字弓 结果被莫老五用烟斗挡下了 莫老五说你真是够蠢的 为什么选择了一个 比自己脚城还慢的武器 你也可以试试用铁爪来攻击我 但结局都是你会输 激度用铁爪贯穿了莫老五的胸膛 但是激度突然发现手感不对 原来被扎破的莫老五 只是一个烟雾分身 我在自己前方制造了一个分身 然后用烟雾模拟草瓶覆盖在身上 从反方向接近你 说着激度的能力也随之解除 他们回到了现实世界 激度这个能力只要被抓到一次 就再也无法使用了 但是激度说没关系 我再去向蒲夫要新的能力就行了 到时候一样打倒你 莫老五感觉很庆幸 他们现在就开始干扰筛选了 如果等到筛选完成 恐怕蒲夫已经给无数的士兵开发出了孽能力 到那时就一点胜算都没有了 在莫老五和激度战斗的时候 雷欧露正在和诺布修缠 因为雷欧露既要对付莫老五的紫燕部队 又要对付莫布 而自己的布萨西娜因为帮激度除面 现在已经大肚子了 无法行动 所以雷欧露请求猫女再派两个人支援自己 大气的猫女又给他增派了两个师团长 分别是狼人和皮皮虾 莫布发现不管自己走到哪都会被敌人发现 于是躲进了自己的专属空间 还喝口水休息了一下 莫布再次出去时 出口选择了一座高塔 这时他突然看到了蜻蜓队长 又联想到了这个城市里到处飞的蜻蜓 看看这个蜻蜓队长就是专门收集情报的 所以决定尽快干掉他 莫布很轻松地活捉了蜻蜓队长 他和莫老五躲在自己的四次元公寓 商议下一步的对策 而小杰这边已经和拿库鲁会合 拿库鲁宁愿舍弃自己睡觉时间 都要去救助流浪狗 所以现在身边又跟着一群狗狗 在一旁观察的梅雷翁 被拿库鲁的行为深深感动 他不明白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温柔的人 所以也认可了拿库鲁 而蜻王和小麦的对异 也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 蜻王和小麦已经对异整整三天了 但是蜻王一盘棋都没赢过 这盘棋蜻王已经探出了小麦的路数 他势必要在这盘棋扰乱小麦的呼吸 果然小麦下的位置跟蜻王预想的一样 从不迷茫的小麦看到蜻王这一手棋 开始停下思考了 蜻王这步棋可以延伸出无止境的攻防 蜻王现在迫切的希望听到小麦稳乱的呼吸 小麦表情凝重的思考片刻 果断下出了自己的棋步 蜻王再次认输了 小麦慢慢闭上了自己的双眼 蜻王问你早就知道走这里可以把我讲死了吧 小麦回答是的 蜻王说那你刚才为什么停下来思考 虎夫在一旁暗自窃喜 不过回答不好 小麦就要没命了 小麦说蜻王刚才的那步棋 是自己十年前发明的 当时这种下法 在军一期中还引起了热潮 小麦觉得自己这么愚笨的人 居然能想出如此厉害的棋步 所以觉得非常开心 直到有一次自己对异时 非手用出了这招棋步 结果被小麦破解了 从那以后 这个棋步就在军一期书籍中消失了 时隔多年 蜻王居然也想到了这种下法 这让小麦被感荣幸 就像是死过一次的孩子 又活过来了一样 所以刚才不忍心再次把这个孩子毁掉 蜻王听后竟也无力反驳 现在完全没有下棋的兴致了 蜻王回到自己的王座开始思考 明明是要扰乱小麦的呼吸 可是被扰乱呼吸的人始终是自己 明明心烦意乱 却又了在其中 这种奇妙的感觉让蜻王很困惑 蜻王思考许久也未得到答案 他决定继续和小麦下棋 何等蜻王回来时 惊讶地发现小麦还在那里归着 蜻王不理解 为什么这样的货色 却能源源不断地想到如此高雅美丽的棋谱呢 蜻王无情地打断了小麦的美梦 让他继续跟自己下棋 这回蜻王有了新对策 他对小麦说 这一局我们下个赌注 如果你赢了 我可以赏赐你任何想要的东西 小麦已经想要的东西开始发愁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蜻王接着说 如果你输了 我就要你的一条手臂 小麦变得严肃起来 蜻王暗自窃喜 自己的目的达成了 因为扰乱一个人呼吸的事物 就是欲望跟恐惧 欲望会让人迷失 而恐惧会让人果足不前 小麦思考许久 他说手臂这个赌注不太好 能不能不用手臂 算赌什么 小麦说就赌我的性命吧 蜻王被小麦的回答震惊到了 小麦说我原本就打算 如果输了就献上自己的性命 但是又感觉献上了自己的性命 对蜻王很失礼 蜻王不明白小麦是什么意思 小麦说自己成为世界冠军后 第一次见到高额的奖金 二军一期的选拔赛是淘汰制的 要被选为国家代表 连一次失败都不被允许 现在自己家里有12个人 主要的收入也是靠自己的奖金 如果自己输旗 将立刻变成家里最大的负担 因为自己除了下棋 其他什么都不会 所以自己输了就只是个废物 从立志成为职业骑士的那一刻起 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誓言 如果在军一骑上落败 就立刻自行了断生命 但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 从自己输旗的那一刻起 就变成了一个废物 蜻王说我不介意要一个废物的性命 你倒是说说如果你赢了想要什么 小麦疯狂的抓头 就等赢了之后再想这个问题吧 蜻王感觉自己被小麦叫为打击了 蜻王冷笑过后 你就没想过迎戏之后要我的命来作为奖赏 小麦听后也赶忙摆手 他说自己完全没有想过这种事情 蜻王说我知道你没想过 说着蜻王拉住了自己的一只手臂 然后用力一扯 蜻王说不用管手臂 我们继续好好下棋 虎夫说至少让我给你止血 结果被蜻王一尾巴抽飞了 刚才让你闭嘴呆着没听见吗 当初说不休息要一直下棋的人是我自己 蜻夫说我去找猫女来 您可以一边进行缝合手术 一边下棋 如果这样陛下都不答应 那就砍了我的脑袋吧 蜻王说那你过来 我给你个痛快 蜻夫也没怂 静止走向了蜻王 蜻王又对小麦说 轮到你下了 给我快点 但小麦却拒绝了 他说在王的伤治好之前 自己都不会下棋 蜻王用尾巴指向了小麦 不要让我再说第二次 但小麦就是不下 小麦说如果要杀我 那就通过军仪器来杀 这才算是真本事 蜻王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没怂过 连以后都惨死在蜻王之手 现在他竟然被小麦拿捏了 猫女用出了玩具修理者 给蜻王缝合手臂 蜻王的手臂想要完全恢复 至少要花费三个小时 而且玩具修理者 需要消耗猫女很大的能量 在使用期间 猫女不能操纵傀儡 也不能发动员 所以这段时间 由蒲夫代替猫女 发动员来看守宫殿 而莫老五和懦布突然发现 城里的傀儡部队都消失了 说明王宫内一定发生了什么变动 这也许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莫布准备只身潜入王宫 以探究竟 但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行动将给他带来 一辈子都无法抹去的阴影 莫布来到了王宫外面 发现猫女不但解除了傀儡部队 就连覆盖整座王宫的园都不见了 莫布开始向王宫跑去 他要在王宫里面至少设置三个出口 这样在行动的时候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从不同位置出现在王宫 开始各自的战斗 以王则是交给会长来对付 这场战斗即使是一胜三败也无所谓 只要他们战败的人是以王就可以 他用树枝做了一身吉利服 开始扑扑前进 他考虑要不要等天徽再继续行动 但是转念一想 如果那时猫女再次发动员的话 自己就没机会接近了 所以他选择继续前进 而现在的宫殿内 有三名人类 分别是和以王对弈的小麦 被控制的阿肥国王 另外一个是长官毕泽夫 这个人是掌管国家事务的地下总统 与国外的交涉 和国内各单位之间的联络 现在都有他一个人负责 由于没有人能和他换班 繁忙的工作已经让他身心疲惫 但是有一项回报 让他累死也在所呼吸 那就是挑选美女 他会在里面挑选出漂亮的女人为己所用 有一个女人突然引起他的注意 他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果断地把他加入这次运送的名单 而这个女人正是庞姆 为了能混入王宫 桃姆要把自己献给那个老色批 桃姆加上诺布 这就是双重保险 此刻诺布已经来到王宫的墙外 居然没有任何守卫 看来三护卫不会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外人 诺布来到了宫殿的外层 也就是肉树林 发现这些大树上挂满了虫茧 而里面定遇的都是人类 从数量来看大概有5000人 这就是第一天从50万人中筛选出来的 看来奇亚的扰乱计划很成功 这么多天过去了 被筛选出来的人并没有增加 这就说明已经暂时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了 莫布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出口 他继续向宫殿内部前进 在宫殿前厅外又设置了一个出口 这个是中距离的 以王的座位在宫殿三楼 最好能在那附近设置一个近距离的出口 莫布发现宫殿内部也是空无一人 他谨慎的在大堂内穿梭 为了保险起见 他想在走廊也设置一个出口 但是又开始纠结了 莫布此刻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这可比如是盗窃还要刺激 然后手里开始画起圈圈 准备再次撤退 当他画完圈圈 把倩和宫殿的尸体也处理了 他决定冒险继续前进 可是脚底突然滑了一下 原来是踩在了倩和宫的血液上 这时他看到了目的地 就是通往三楼的楼梯 但是他刚逃进来突然预感不妙 以极怪的身法躲到了楼梯下面 莫布盯着楼梯上方 接下来的一幕 让他再也不敢向前半步 他看到了一股恐怖的气 顺着楼梯慢慢跳下来 这正是普夫的气 因为猫女在未亡治疗手臂 无法发动员 所以在有普夫带领 让他感到害怕的是上面那群对手 在取自己性命之前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 用尽各种残酷的手段来讨问自己 这股浓烈的煞气 让莫布非常确信 自己走到这里已经是极限 他一秒都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于是在楼梯下设置了最后一个出口 当乐部逃出宫殿时 发现运送食物的货车已经到达 他此刻很清楚 自己的爱图庞姆也在里面 毕泽夫打发走了运输的人员 开着其中一辆货车赶往自己的秘密基地 他打开了一个地下车库 映露眼帘的是整齐的房子 还有一个优雅的喷泉 毕泽夫打开车门 毕泽夫嘴角上扬 因为他发现这次挑选的女人品质都非常高 说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乐园 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房间 你们平时做什么都可以 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妄想逃出这里 而你们在这里唯一的工作就是 无条件的听从我的命令 当我叫你们的时候要迅速回应 哪怕早一秒来到我的身边也好 大家听后都表示顺从 接下来毕泽夫来到了高个子美女面前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 黑丝配上长长的红裙 散发着蠢蠢的女人味 于是毕泽夫决定先来宠幸他 毕泽夫还交代其他人回房间等着 因为自己速度很快 马上就能轮到他们了 有两个女人甚至感到轻信 因为看起来毕泽夫很喜欢他们的样子 毕泽夫把高个子女人带进一个房间 关上门开始响了 而庞姆要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了 他首先要逃出这里 然后亲眼看到以王登三护卫 这样就能利用自己的能力 随时观察敌人的动态 但是庞姆检查了一下地库 发现出口只有一个 如果不利用毕泽夫就无法逃出去 于是庞姆敲开了毕泽夫的门 这是洛布已经逃到了远离王宫的地方 气喘吁吁的他一头栽进了草丛 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开了 洛布开始蜷缩身体 地上的泥巴被他的手脚抓出了深深的沟壑 希望庞姆不要勉强自己 因为出口已经设置好了 就算庞姆失败了 讨伐以王的计划还是能正常执行 屁皮虾和狼人 来给雷欧鲁帮忙 可是却找不到敌人 因为蜻蜓队长被诺布活捉 现在没人给雷欧鲁报告敌人位置 这是雷欧鲁拿出了可爱的小盒子 叫做卸债发行机 雷欧鲁骗皮皮虾和狼人 说自己的能力只是简单的探索而已 其实雷欧鲁的能力 和幻影旅团团长铺落了有点类似 他也能使用别人的能力 第一就是实际见过对方的能力 或者知道能力的名称 第二就是向对方卖人情 这次可不是白包你哦 你现在欠了我一个人情 如果对方承认这个事情 那么条件就达成了 如果对方死亡资料也会被删除 雷欧鲁找到了蜻蜓队长的资料 这说明他还没死 雷欧鲁让皮皮虾和狼人 去把周围的小喽啰引开 和烟斗男单挑这种危险的事情由自己来 其实雷欧鲁只是不想别人看到自己的能力 因为他有一个巨大的野心 那就是向蚁王卖出人情 如果能得到蚁王的能力 自己统一天下的宏图大志 就不是白日梦了 雷欧鲁用蜻蜓卫士开始搜索 他很快找到了莫老五 莫老五一看是狮子怪 便开始调侃起来 说你不是还上过电视吗 他有个皮皮虾和狼人去哪了 雷欧鲁说他们去收拾你吹出来的那些烟雾兵了 这样我就可以和你单挑了 莫老五评估了一下 这个狮子怪比那个猎豹也强不到哪去 但是莫老五转身就跑 因为此刻怒布正在潜入王宫 在他完成任务之前 自己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莫老五跑到了一个封闭的地下教堂作为战场 莫老五见雷欧鲁拿出了一个随身听 然后开始听起了音乐 其实雷欧鲁听音乐只是为了计算时间 这个专辑播放完成刚好是一个小时 正是他可以使用别人能力的最长时间 但莫老五也很喜欢这个乐队 他终于意识到雷欧鲁不好对付 因为这个怪物的善好居然跟自己一样 果然雷欧鲁一伸手 变出了一个冲冷板和一根牙签 这让莫老五大惊失色 紧接着汹涌的洪水破门而入 雷欧鲁开启了冲浪模式 他对莫老五说 你的那点烟雾 马上就会被我的滔天巨烙淹没 然后踩着冲浪板拿着牙签向莫老五打来 莫老五用大烟斗进行还击 雷欧鲁开心的秀起了操作 还嘲笑莫老五被水困住 无法自由行动 但莫老五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 他对雷欧鲁说 这个能力不是你的吧 而是我朋友的能力 然后愤怒的跳出水面 开始向水面吹出烟雾 转眼间他竟然用烟雾吹出了一条小船 雷欧鲁说 难道你想用那个小破船征服我的巨浪吗 然后开始疯狂的旋转冲浪板 莫老五被卷入巨大的漩涡中 巨大的水流让莫老五分不清方向 身体也完全不听使唤了 雷欧鲁在宫中观察莫老五的动向 准备找机会用牙签扎死莫老五 但是他发现莫老五转着转着突然不见了 不一会儿莫老五在水中冒了出来 莫老五是海洋猎人 对自己的肺活量可是非常自信 原来他在漩涡中吐了一口气 把自己从漩涡中弹了出来 莫老五说跟你过了几招 我已经看透了三件事 第一你的能力是通过某种方式借用别人的 第二你听音乐应该跟能力没关系 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第三就是你的死机到了 因为这个能力是我朋友的 八成是你遇到了欠和一讨伐队 然后夺取了我朋友的能力 所以今天你必死无疑 雷欧露说击退那些讨伐我的人 只是正当防卫 另外我可没杀你朋友 我才懒得听他便捷 今天一定要弄死他才行 只见雷欧露脚下开始升起巨浪 雷欧露本来也想得到莫老五的能力 但是看到莫老五太强了 如果不全力以赴恐怕今天要翻船 所以用出了最厉害的绝招 要强浪 莫老五赶快深吸一口气 然后再次被巨浪吞噬 巨大的水浪毫无规则的撞击 雷欧露心想 他要么投撞到地面裂成两半 要么被自己的牙掐扎死 但是雷欧露等了好久 也没见莫老五的实体飘上来 这时雷欧露发现水面开始冒泡泡 正准备用牙掐去炸 但是发现好多地方都冒起了泡泡 雷欧露突然明白 莫老五用面做成多个管道来呼吸 这样就无法辨别他的位置了 但是雷欧露突然又明白了 这些泡泡也许只是用来欺骗我的 他本人说不定已经逃走了 虽然地下的楼梯错综复杂像迷宫一样 但是以他的废活量应该能有出去 雷欧露准备追出去 但是突然头晕目眩 像是中毒的感觉 然后冲浪板和牙签都消失不见了 因为雷欧露的身体状态不稳定 所以能力也解除了 可怜的雷欧露还是个汗鸭子 直接沉入了水中 因为这里是地下 虽然能力解除了 水依然还在 雷欧露的双眼渐渐失去光泽 他的野心被莫老五无情地淹没在这水中 但是他直到断气也不知道莫老五是怎样把自己弄死的 莫老五也没想到雷欧露这么快就中刀了 原来雷欧露是二氧化碳中毒 这个地下教堂是封闭的状态 风风口已经全被大水堵住 莫老五凭借他那惊人的肺活量 把空气中剩余的氧气全都吸光了 所以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 庞姆此时已经把碧泽夫服侍睡着了 他准备去亲眼看一下羽王和三护卫 齐亚因为得到章鱼哥的救助 此刻也已经苏醒 决战时刻即将到来 这个老色皮正在憨憨大睡 因为他被服侍得太爽了 庞姆要趁他熟睡时执行自己的任务 庞姆摘下了美瞳 他要用自己的眼睛心眼看到乙王和三护卫 庞姆先是查阅了毕泽夫的电脑 然后再搭乘电梯 庞姆一想马上就要见到那些恐怖的生物 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 庞姆鼓足勇气走出电梯 发现外面并没有人巡逻 他快速穿过悠长的走廊 从后门来到了二楼 小心翼翼的跑到楼梯下 只要从这个楼梯上去 就能到达乙王所在的楼层 而庞姆也没能幸免 他也看到了肖亚普夫拿了杀一般的气息 庞姆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前进了 正在犹豫不决时 发现这股蓝色的煞气慢慢退去 庞姆准备趁这个机会冲上去 但是他刚一动身 紧接着一股红色的气又飘了出来 迅速将庞姆笼罩 这股气比刚才的更加恐怖 他刚好赶上猫女再次帮动员 可怜的庞姆就这样落入敌人的魔爪 齐亚终于苏醒了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章鱼哥 赶忙问章鱼哥自己昏睡了多久 章鱼哥说你已经在这家地下医院昏睡两天了 齐亚一听赶忙下床 章鱼哥劝他多休息一会儿 否则伤口会裂胎的 这是大夫过来了 让齐亚付医药费 一共是180万 齐亚说我没带钱 等出去后再汇款给你 但是大夫不同意 说那就等你代理人帮你付清后再出院 齐亚说自己被敌人打倒了 让小杰给他报销医药费 小杰爽快的答应了 小杰还说现在又多了个可靠的朋友 而且他和拿库鲁非常投缘 小杰又联系了莫老五 莫老五说诺布已经废了 不过他已经完成了任务 章鱼哥看着齐亚的背影 以为他就这样走了 但齐亚说你发什么呆 快走啊 去找我的同伴 我帮你们介绍 章鱼哥一下子愣住了 齐亚说你不想来就算了 齐亚对张鱼哥说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 我不会再向你道谢了 如果情况反过来 而是我帮了你 你也不需要向我道谢 朋友之间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 这没什么好稀奇的 如果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道谢 那岂不是很难为情 这正是章鱼哥内心深处奢求的东西 章鱼哥说自己已经死而无憾了 现在齐亚也变成了太阳去照亮他人 齐亚很严肃的对章鱼哥说 你接下来要踏入的世界 可是比倩和以军队还要可怕 倩和以示玩弄生命 而我们是将生命作为赌注 这两者截然不同 所以这种严苛的生活 你真的敢跟过来吗 齐亚口中严苛的生活 在章鱼哥看来就像乐园一样 现在距离决战还有三天 齐亚等人已经在上一详细的作战计划 想要对这些人进行完美的搭配 打出最漂亮的配合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然而说了半天 小杰并没有听进去 他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前面有庞姆 如果逃出来肯定会联系我们的 庞姆是抱着如果被敌人发现 就立刻结束自己生命的觉悟前入王宫的 齐亚说假如庞姆在活着的情况下被抓住 那现在的计划八成已经被敌人知道了 那么在行动的时候 一瞬间就会全军覆没 与其在这里胡思乱想 还不如相信庞姆只是躲起来了 看来最懂小杰的还是齐亚 毕竟还剩下两天 说不定在这段时间里 庞姆就会跟我们联系了 小麦陪着乙王不眠不休的下棋 现在已经疲惫不堪 身体和心灵都已经到极限 甚至连鼻涕都不再往外游了 虎夫暗自窃喜 即使我的王赢不了棋 也能活活把小麦耗死 可是乙王却突然停止了下棋 他让小麦休息半天再继续下 等一把身体调养好再继续下 虎夫见状危机感再次袭来 虎夫觉得小麦太危险 他简直就是乙王的苏打几 于是把魔爪伸向了小麦 虎夫的内心戏又开始了 他觉得乙王之所以推翻自己说的话 并不是心疼小麦 而是为了击败状态最佳的世界第一 如果自己现在杀了小麦 那么君一齐对于我的王来说 就只剩下落败这一个结果了 此刻尤皮刚好路过这里 他是不会理解这个傻缺在干嘛的 而猫女在皮皮虾和狼人口中 得知了雷欧路战败的事情 他现在更是确信 老万筛选的只有一个敌人 这强烈激发了猫女好战的本性 但是自己还要发动员开守王宫 焦躁的猫女在电线杆上大喊大叫 当然尤皮也无法理解这个傻缺在干嘛 休息好的小麦不但和乙王下棋 而且他们已经开始亲密的探讨奇异了 这是普夫说有钥匙禀道乙王 而且不方便在这里说 乙王却说小麦是自己人 你就放心说吧 由于受到敌人的干扰 所以届时在首都需要筛选的人数 比预计的要多上数倍 乙王说所以呢 你给我说重点 普夫说我希望陛下能拟定一个 筛选完后出征的时间表 乙王一听大怒 因为这点或是就来打扰我下棋 乙王让普夫滚出去 以后没有叫他不准进来 尤皮开始调侃普夫 说连你也被陛下赶出来了 紧接着尤皮又开始安慰普夫 耐心等陛下迎骑就行了 普夫说不是的 陛下进步的速度确实如同讨车 但是小麦进步的速度跟火箭一样 但他们还是深信乙王能赢 所以在这互相安慰 乙王也发现小麦越来越厉害 他的骑路步步紧逼 不给自己一丝喘息的机会 但是自己却感觉乐在其中 乙王明白 这种局面是小麦可以引导出来的 这就说明小麦是在高出 好几个层次的段位上跟自己对异 乙王没想到小麦居然觉醒了 他意识到小麦从现在开始 才真正的要变强 乙王刚准备再来一盘 小麦请求让他休息一下 小麦说想把脑子里的起步全都挂下来 乙王同意了小麦的请求 小麦刚要离开 乙王问小麦叫什么名字 小麦受宠若惊的说我叫小麦 这时小麦又问乙王叫什么名字 一下把乙王挂懵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 也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 乙王走到了检阅台 他破天荒的把猫女 乙王说你们都有名字 那么我的名字叫什么呢 乙王说王就是王 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虽然这个世上有好多叫王的冒牌货 但是我们迟早要把他们都办掉 到时候的王就只有您一个 乙王说这都是后话 乙王又问乙皮怎么看 乙皮说我太愚笨了 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的思考范围 哦你对了乙王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 您就给自己起一个满意的名字好了 普夫说明天就要进行筛选 名字不重要 可以放在筛选之后再定 这时普夫发现乙王心事重重的样子 乙王把小麦觉醒的事情告诉了三护卫 乙王又问猫女 说如果把小麦也放入这次筛选里 结果会怎样 猫女说她早就死了 因为这次筛选的是士兵 只有战斗能力极高的人才能被选中 乙王说认识小麦后才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上强大可以分为很多种 比如在来这里之前 在半路上杀的那个小女孩 说不定在某个领域里 能激发出凌驾与我之上的才能 而我却亲手毁了那珠嫩牙 此刻的普夫已经快忍耐不住了 他的王怎么能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呢 然而他想多了 要 哦 苦夫已经泪如泉水 他说自己没资格担任护卫队 当下居然担心王会因为杀掉小女孩而自责 犹皮说是因为你的内心系太足了 猫女说那个小麦来了之后 王确实变了很多 以王现在终于想通了 自己的力量才是世界的顶端 小麦也只不过是在自己完成筛选前 用来消遣的玩具而已 只要自己乐意 稍微动一下手指 他就会化作一团肉泥 现在以王已经玩够了 准备去亲手毁掉这个玩具 以王本来已经下定决心杀了小麦 但是看到小麦被袭击 却毫不犹豫地救下了他 小麦说现在是早上 不想给王天麻烦 以王说一点都不麻烦 因为你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 但是以王不明白 自己明明是来杀小麦的 小麦此刻已经感动得痛哭流涕 因为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温柔过 以王现在又开始困惑了 以王质问猫女 说你早就知道小麦被袭击了吧 猫女说是的 但是那并不会威胁到地下 以王说从现在开始 你也要警戒小麦的周围 也有情况马上处理 现在距离决战还有19个小时 但是奇亚总是心感不安 奇亚说虽然我们的作战计划 已经精确到秒 到时如果三护卫不在王宫该怎么办 有时候作战计划越精确 等动手的时候就越容易出现突发情况 但是这次不一样 一旦动手就再也无法回头 就算有一瞬间的惊慌 都会要了我们的命 如果我们进入宫殿 没有看到猫女 却感受到猫女的缘 只要通过猫女的气息就能找到她 如果猫女本来在王宫 但是却没有发动员 因为诺布潜入王宫的时候 猫女就没有发动员 而是由普妇代替发动员 她们为什么会冒着 让敌人有机可乘的风险 于是他们询问了 正在带娃的扣鲁多 扣鲁多说也许那个时候 猫女在帮别人治疗 现在可以解释清楚了 诺布潜入时 应该是某个护卫兵受伤了 张宇哥说不可能 猫女绝不会冒着 让乙王失去保护的风险 而解除缘去给别人治疗 齐亚和小杰都很惊讶 难道受伤的是乙王自己 于是他们把这个推理 告诉了莫老五 所以很可能是乙王自残 莫老五听了 齐亚和小杰的推断也很惊讶 当时潜入王宫 只觉得是个好机会 并没有过多的去考虑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 还有小麦的存在 现在广播正在播报 让国民开始分批 向王宫集合 修托等人混在队伍里 故意让猫女察觉到 敌人不止一个 然后再隐藏自己的气息 这样猫女就会认为 敌人已经混入筛选的队伍 猫女果然察觉到了 好几个高手的气息 但是他们又隐藏了气息 混在人群中 而且这么多人一起移动 虎布说这些都不重要 他最担心的是 陛下被敌人带到 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尤皮说最近陛下脾气不好 不让我们接近 虎布说所以要在 不被发现下进行 虎布看了一下油皮 个子太大太醒悟 又看向猫女 好战又贪玩 所以只有自己能胜任这项工作 现在莫老五他们 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如果现在去宫殿的周围 待命会很危险 但是过早的进入房间 又要等好久 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动都不知道 而且还不能用手机 这样会干扰 欠何以的脑电波 莫老五让弄不小心一点 因为猫女的原始 无规则如动的 凯特当时就是失误触碰到了 拿库鲁说凯特 也许是故意碰触的 他也想测试下猫女的实力 这就是战斗者的本能 莫不用天文望远镜 观察王宫的动态 他发现 瀑布挥动着翅膀 在向人群撒灵粉 吸食了灵粉的国民 全都面目呆滞 太阳子是被催眠了 所以等到衰选开始 即使鲜血染红了四周 他们还是会乖乖地站在原地 莫老五听后觉得 这是个好消息 这样他们就可以放手 和倩合以战斗了 距离决战还有六小时 小杰和奇亚也过来会合了 秀托是这里面最紧张的人 因为人类的命运 都掌握在自己手上 拿呼噜想有机会 要和蚁王谈一谈 但前提是一定能战胜蚁王 否则被杀的就是自己 小杰想着凯特 而奇亚在想着小杰 他看小杰越来越有斗志了 而且自己又研发了新的绝招 神速 莫老五感到自己疲惫不堪 现在身体的状态 也就是最佳时候的30% 但是发牢骚也没用 莫布已经败下阵了 必须把全部精力 放在千尺三护卫身上 雷雷翁还在练习憋气 现在他已经能维持两分钟了 考虑到在作战时会很紧张 所以只能算一分钟 张云哥在想 自己马上就要拖他换骨了 一定不能让奇亚失望 尤皮为了保护蚁王 像个跟屁虫一样在蚁王身后 蚁王让他不要跟着自己 尤皮刚要解释 被一尾巴抽飞了 猫女看到却幸灾乐祸 因为这下三护卫就都被蚁王揍过了 这是尤皮飞上来对猫女说 陛下说你的缘很烦人 猫女说我也猜到了 可是不能因为他投诉 就解除警戒啊 这时的尤皮店聪明了 让猫女自己去跟蚁王解释 猫女没办法 只能自己来找蚁王谈判 蚁王同意猫女 把缘覆盖到宫殿的一楼 如果有人敢入侵到二楼 蚁王会亲自解决入侵者 所以现在分工终于明确了 尤皮负责在楼梯上守着 猫女继续暴动远警戒 瀑布继续催眠皇宫外的国民 此刻的小麦独自守在棋盘旁边 想快点见到蚁王 但又想到了蚁王 并没有告诉自己她的名字 难道蚁王是嫌弃自己 不由地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希娜一边泡澡一边抱怨 因为雷欧露让她帮别人除念 搞得自己肚子越来越大 但她还不知道 自己的老大已经被莫老五干掉了 希娜还有一个侍从 这个兵一只是默默地服侍希娜 也不敢说话 其实她的前世正是扣鲁多的妹妹 毕泽夫还在寻找旁母的下落 但是她的通话内容全都被狼人听到了 狼人假惺惺的说要帮毕泽夫找人 实则是要把毕泽夫扳倒 因为狼人也有很大的野心 但是地上的王和三护卫都太强了 所以她打算做地下的王 这是又不下给她报告发现情况了 所以她现在没通管毕泽夫 狼人赶到现场看到了诺布留下的鞋子 还有欠和以的血迹 狼人的鼻子一长灵敏 她闻了闻诺布的鞋子 顺着诺布留下的脚臭味追去 狼人一路追到了楼梯下 脚臭味在这里就消失了 让她实在想不通入侵者到底是什么目的 这是尤皮刚好过来开手楼梯 狼人从尤皮口中得知 下一那天 因为蚁王自残 所以猫咪解除过缘 有苦福代替发动员 狼人猜想 入侵者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没有继续前进 但是她现在又不敢汇报这个情况 因为现在汇报毫无意义 不如等自己查明真相后 再去向三护卫汇报 这样还能立功 于是狼人又跑来忽悠毕泽夫 她说已经有敌人入侵王宫了 而且他们的目的就是炸毁王宫 毕泽夫说那赶快向三护卫汇报啊 狼人说不急 他们肯定会在筛选时候才引爆 那时候万人瞩目 不然爆炸是多么壮观的场景 毕泽夫一想也对 因为他也曾在将军身边看过很多次 那是一种与交配截然不同的场景 也会让人非常愉悦 狼人说我会在筛选前把炸弹都找出来 到时候你再去向三护卫汇报 那岂不是另一个大功 毕泽夫终于被狼人安抚住了 小杰一行人来到了最近的出口等待 现在距离决战还剩十分钟 大家在考虑还有没有其他意外的情况发生 莫老五突然想到 如果说有意外情况 那应该就是女人吧 蚁王的目的之一就是繁殖 虽然蚁王在宫殿里做其他事情我们猜不到 但是生小孩肯定是会做的 拿库鲁说如果是这样 蚁王可能会让三护卫远离他的进攻 而且毕泽夫找女人也可能是为了让蚁王生小孩 莫老五说到时候不管看到了什么画面 我们的计划都不能改变 现在也没空多想了 因为决战时刻已经到了 突入一分前 集团 十秒前からカウントを始めた 这个大叔光着身子 他正在苦苦思考武术的究极奥义 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 感谢两个字 于是双手合十 然后再挥出普通的一拳 他决定每天挥一万次普通的一拳 首先调整呼吸 然后开始膜拜祈祷 摆好自食后出拳 他每天需要包费近18个小时来挥拳 完成后倒头便睡 醒来后又继续挥拳 就这样日复一日 无论是春夏秋冬 他练习了两年后突然察觉到 自己挥完一万次拳 太阳还没有下山 然后又练了两年 他完全退变了 然后又增加自己的祈祷时间 他已经能做到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等他终于修行结束 来到了一家道场踢馆 道场的主持探后流下了泪水 因为他仿佛看到了观音菩萨 直接规递请求这个人收自己为徒 这正是距离60年前的尼特罗会长 奇亚的爷爷杰诺 正在讲述尼特罗会长的光辉历史 他说自己还是个婴儿时 会长就已经是个老头子了 而且会长还是跟自己爷打架之后 唯一一个还活在世上的人 但是自己又不配与会长比肩 因为每次交手 自己都会被会长整得歪歪大脚 而此时此刻 会长和杰诺正在这只奇怪的大鸟飞上 飞到了王宫的正上方 两个老头直接从万里高空靠下 会长特意请了杰诺走迪克来帮忙 猫女在王宫中警戒 突然看向天空 因为她预感到有东西在接近 而此时会长和杰诺还在非常远的高空 这个距离不可能感知到敌人的存在 但猫女很确信天空中有敌人在接近 她是凭借体内野性本能判断的 于是猫女把覆盖王宫的猿 笔直地伸向了天空 就在这时天空闪过了一道道金光 巨龙闪着金光斧冲下来 而杰诺和尼克罗会长 正隐藏在盘旋的巨龙中 巨龙和猫女的猿 两股气相互碰出了 猫女剑除了自己的猿 这是为了进入完全备战的状态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让猫女傻眼了 巨龙瞬间化为无数的金色剑雨落向王宫 谷腹剑状发疯一样的飞向羽王身边 猫女因为解除了猿 在这漫天的剑雨中 很难用双眼搜寻到敌人 猫女敏锐的第六感被瞬间提升到了极致 还像炮弹一样把自己弹射出去 准确地飞向了尼克罗会长 眼前这个老头才是真正的威胁 从发动能力到攻击敌人 所需要的时间还不到0.1秒 但是在这短到可以忽略的时间里 猫女清晰地看到了会长的一连串动作 因为猫女已经把自己体感时间压缩到极致 静止状态 猫女的这个能力本来是除了治疗别无他用 但玩具修理者却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无法移动 而且猫女的尾巴还和玩具修理者相连 可以行动的范围只有20公尺 正是这个限制条件 让猫女停止了继续被震飞 从猫女的缘和杰诺的金龙碰触 在道会长把猫女打飞到数千里之外 时间只过去了几秒钟 此时的龙星群还在下坠 这时小杰一行人也从楼梯下面出现了 小杰一行人继续向楼梯前跑 章鱼哥附身到蜻蜓队长身上向后跑去 但这时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了 映入眼帘的是坐在楼梯上尤匹的身影 演练过无数次的战术直接被打破了 尤匹正在守着楼梯 忽然看到了奇亚等人 他实在想不通 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于是他停止了思考 让自己进入战斗模式 他有着幻兽的基因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变形 尤匹为了应付眼前的敌人 让自己又长出了四只手臂 现在一共六只手臂全部张开 拦住了众人的去路 这时站在最前面的秀托停下了脚步 他不是害怕 因为在他的前面还有隐身的拿库鲁和梅雷翁 如果自己再贸然向前 尤匹就会发动攻击 秀托怕尤匹的攻击会伤到拿库鲁和梅雷翁 所以想操纵手和鸟龙吸引尤匹的注意 就在这一瞬间 杰诺的龙星群落下来了 无数的金色剑语覆盖了整座王宫 奇亚瞬间明白 原来会长说的老朋友正是自己的爷爷 所以稍微迟疑了一下 其他人因为这莫名其妙的攻击也扔住了 现场只有两个人没有一丝的迟疑 那就是小杰和尤匹 众人再次惊讶了 因为他们发现小杰竟直向尤匹跑去 奇亚又迟疑了一下 但是瞬间明白了小杰的用意 所以赶紧跟了上去 莫老五和秀托虽然比奇亚慢了一点 但是也明白了小杰为什么冲向尤匹 因为拿库鲁和梅雷翁是隐身状态 突然降下的龙星群是否击中他们两个 如果被击中丧命 梅雷翁神的攻凡这项能力会不会解除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有人代替拿库鲁跟尤匹战斗 这本该是秀托的任务 但是因为他的迟疑 让小杰替自己冲在了前面 莫老五明白 这并不是秀托的错 因为就连自己的反应 都比奇亚慢了半拍 既然小杰和奇亚对付尤匹 那么秀托就去对付猫女好了 秀托看到小杰的身影 从此则陷入了亢奋的状态 他感觉这个比自己年龄小一轮的少年 像太阳一样照亮了自己 秀托一直不敢面对危险或是机会 他非常讨厌这样的自己 但就是改不掉 甚至把同伴和师傅的建议 都当成了强者的说教 根本就听不进去 但是实力落后自己一大劫的小杰 面对挑战表现的如此无畏 这彻底打破了秀托心中的牢笼 因此秀托也奋力的向前冲去 但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这一瞬间的思想转变 会让他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此刻在小杰的瞳孔里 散发出的只有野兽般的目光 尤匹正兴奋的准备享受战斗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 一个拳头狠狠的打在了他的腰上 尤匹直接被打懵逼了 但是其他人都明白 这是拿破路打的 尤匹被一拳打的身体测移了一段距离 刚好让出了通道 小杰和奇亚顺利的越过尤匹 继续向前跑去 因为神的共犯和天上不知维吾毒损的搭配 所以尤匹并看不到自己身上的波特 只能认为是有敌人在死角攻击自己 所以尤匹又开始进化了 只见他的头部和颈部周围 长出了无数只大小不一的眼睛 拿破路虽然打出了漂亮的一拳 但是他此刻却彻底慌了 因为他感觉眼前这个怪物的气声不见底 拿库鲁有着超过5000场的战斗经验 这能让他准确地判断出眼前敌人气的总量 他遇到的强者也是不计其数 但是眼前这个怪物太过强大了 即使用上之前所有的经验 他也无法算出这个怪物要过多久才能破产 这时的猫女还在下落 他利用这个时间把原生向了王宫 打架被猫女呼噜起来的杀气震慑住了 而尤匹没有放过他们迟疑的机会 一拳砸向了众人 巨大的拳头把楼梯直接砸倒他了 但这次并不是有烟无伤 小杰和奇亚顺利逃脱 拿库鲁也在千军一发之际跳到楼上 然而距离尤匹最近的袖托被击中了 他的右腿已经被打断 虎呼来到皇宫的正殿 并没有发现蚁王 而猫女在同一时刻 也探知了王宫内的情况 蚁王正在抱着小麦 楼下有两个敌人正在接近蚁王 于是猫女在半空中就开始蜷缩身体 钢铁般的大腿开始迅速膨胀 猫女在急速下坠的过程中 就开始蜷缩身体 让大腿的肌肉膨胀到极限 这一切都是在为落地后的起跳做准备 猫女像套弹一样把自己弹射出去 笔直朝着王宫的迎宾厅飞去 但是当猫女接近迎宾厅时 察觉到了一股阴沉的气息 感觉自己仿佛完全裸露在这股负面的能量之中 这种气息没有夹杂任何的掩饰 即使是敌人 也能瞬间体会到蚁王那沉痛悲伤的心情 让蚁王如此悲伤的原因正是小麦 因为小麦被杰诺的龙心群击中了 此刻正眼眼一息地躺在蚁王的怀里 猫女和会长两人几乎是同时到达这里 眼前的荧幕让他们三个都待住了 会长和杰诺本来是去王性命的 但是看到了染血的少女 然后一个异形生物把她抱在怀里 举手头足都充满着无限的温柔体贴 蚁王把小麦轻轻地放在猫女面前 他命令猫女把小麦治好 而且还用了拜托两个字 而猫女体内的感情也被蚁王给调动出来了 虽然他自己不理解为什么会流泪 神经百战的两位老人住立在一旁 此刻的蚁王简直是破绽百出 但他们并没有攻击 这是为了表达敬意 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 对生命充满慈爱的异形生物 杰诺提出了疑问 因为眼前这一幕 和会长给自己描述的相差甚远 这时蚁王终于和他打大话了 蚁王说我们换个地方 蚁王应该也想把我和护卫队分开对吧 尼特罗会长确实是这个想法 但是却被蚁王抢先了 让他感觉很是不爽 这时猫女发动了玩具修理者 两位老人摁了一下 就在这一瞬间 蚁王已经从容地从他们中间走过 在这个瞬间蚁王足以要了他们两人的命 但是蚁王并没有这么做 可见蚁王的气量并不比两位老人低 秀托已经被尤匹打干了一只脚 但莫老五还是把眼前这个局面托付给了秀托 莫老五制造了无数的烟雾人偶对尤匹发起良攻 但是在尤匹的攻击下 这些烟雾人偶被瞬间踢成了碎片 这时莫老五出现在了尤匹的身后 挥动烟斗向尤匹砸去 尤匹在腰间又长出一只手臂挡下烟斗 他感受到这个烟斗并不是分身 于是一下穿透了莫老五的身体 烟斗确实是真的 但挥动烟斗的依然是分身 真正的莫老五趁这个时机 在尤匹的另一侧成功逃脱 只是想虐过尤匹 莫老五就要以舍弃自己的武器为代价 就在尤匹想要追击时 拿破路又重重的给尤匹来了一拳 这一下让尤匹更是火冒三丈 但是尤匹看到身后出现一个身影 正是重新站起来的秀托 秀托用紧剩的一只脚踩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他以前从来没尝试过这种操作 不但如此 他还特意的遮住自己的右眼 以前胆小的秀托 现在非常享受这种 把逆境转化为助力的感觉 秀托通通飞起 用惊人的速度和气势对尤匹发起了攻击 或是尤匹把全部精力都用来防御秀托 但是秀托达成了他的目的 那就是把武器还给莫老五 莫老五去找普通了 但是秀托这里并不乐观 现在他已经连连受伤 正是因为秀托连致命伤都不畏惧的弩网攻击 让他有机会触碰到了尤匹 然而换回来的只是对于尤匹来说 无关紧要的一只护眼 这对尤匹造成了伤害几乎为零 但是这种被夺走的感觉 对尤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影响 尤匹独自觉地向后退了小半步 尤匹的目的是阻止秀托接近女王 而秀托的目的是拖住尤匹 两个人虽然在激烈对战 但目的却是一致的 话虽如此 一旁观战的拿库路却陷入痛苦之中 他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蹂躏 自己却不能出手 因为秀托正在全力应战 自己一出手就等于告诉尤匹 在他的身边还有另外一个敌人存在 这时波特开始计算利息了 拿库路惊呆了 这漫长的等待 原来只过去了十秒钟 拿库路再也忍不了了 愤怒地向尤匹冲去 但是梅雷翁阻止了他 按照约定梅雷翁拍他肩膀 就说明他需要换气了 再换气的瞬间神的攻犯会解除 但拿库路心想这才过去十几秒 梅雷翁可能并不是要换气 而是要阻止冲动的自己 其实梅雷翁因为太过紧张 确实到极限了 拿库路在撤退的时候 却不小心被尤匹的攻击擦到了脸颊 虽然只是轻轻地擦了一下 却偿还了利息 还有拿库路全力一拳锁解除的气 修托还在拼命地战斗 而自己却在这里拨后腿 拿库路气得大声咆哮 因为有神的共犯 所以其他人听不到 拿库路跑到了安全的距离 让梅雷翁可以趁机换气 就在梅雷翁换气的同时 波特的隐身也解除了 尤匹看到这个突然出现的玩偶 又是一脸懵逼 如果说是定时炸弹 上面的数字却没有减少 而眼前的敌人只有秀托一个 所以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秀托 尤匹把后背面向秀托 只见他后背凸起了密密麻麻的斑点 紧接着这些斑点变成了坚针向秀托扎去 秀托知道自己躲不开了 就在这千军一把直击 秀托操控两只手来攻击自己 借助自己攻击的力量 终于躲开了这致命的一击 但是尤匹心里明白 自己一定会获得胜利 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这个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因为秀托已经到极限了 虽然只是交战了十几秒 秀托已经倾尽了所有的力量 虽然他的内心深处不断呼喊着 自己还能继续打 但是伤风累累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 就在秀托即将隐落的瞬间 拿库鲁出现了 拿库鲁为了拯救伙伴 放弃了作战计划 他主动出现在尤匹面前 这正是拿库鲁恢复冷静后做出的决定 因为尤匹砸断了中央楼梯 小杰和奇亚已经向东塔跑去 他们打算从东塔直接跳入中央塔的三楼 而他们跑的方向正是章鱼哥前进的方向 就在这一瞬间章鱼哥被小杰和奇亚超越了 当奇亚跑进一楼时 看到有两只兵蚁站在电梯旁 而章鱼哥正要从这个电梯下去解救旁母 奇亚直接跑向了两个兵蚁 这时章鱼哥刚进入正门 看到奇亚在向电梯的方向跑 奇亚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当初明明说好了 每个人都执行各自的任务 也许是担心章鱼哥 所以身体本能的选择了帮章鱼哥清除障碍 奇亚和两个兵蚁还有一段距离 就已经掏出溜溜球法起了攻击 两个兵蚁从看到奇亚那一刻起 甚至还没做好战斗准备 头颅就已经被奇亚击碎 不但如此 奇亚为了夺取两个兵蚁的行动能力 还顺时卸掉了他们的手臂 奇亚现在所在的位置 能被两个人看到 一个是躲在暗处的狼人 另一个是跟在奇亚后面的章鱼哥 奇亚干掉两个兵以后 快速地跑回去追小杰 但是章鱼哥紧接着出现在奇亚刚才战斗的位置 这时走廊另外两侧的闷开了 走出来的是皮皮虾和激度 目睹一切的狼人开始怀疑蜻蜓队长有问题了 因为从奇亚干掉两只兵以然后跑回去 再到蜻蜓队长出现在电梯前 这个时间太短了 虽然自己没看见 但是奇亚肯定和蜻蜓队长擦肩而过了 为什么奇亚却没有干掉蜻蜓队长 狼人现在已经怀疑蜻蜓队长跟奇亚是同伙了 此刻的小杰已经跑到了东塔的二楼 他看到了中央塔的三楼弥漫着木老五的烟雾 所以判断蜻王和猫女并不在那里 小杰开始环顾四周 看到了西塔的蜻王 还有跟在蜻王身后的会长和杰诺 会长也看到了小杰 他用手指了指身后 示意小杰他的目标就在里面 这时奇亚已经追上来了 也看到了西塔的三人 果然自己的爷爷杰诺也来了 蜻王对两位老者说 我知道你们想把牺牲的人数降到最低 所以才制造混乱 想把我和护卫队分开 我并不介意这种做法 蜻王要求两个老者把他带走 奇亚爷爷开始施展龙头戏话 只见一条金色的巨龙直冲天际 蜻王用尾巴缠住金龙的脚 会长则是骑在了金龙的背上 金龙在这两人向远方飞去 小杰对奇亚说 猫女就在里面 然后飞身跳向了西塔 但是奇亚此刻却思绪万千 有些事情只要放手大胆一搏就能成功 可是奇亚看到小杰的背影却感到害怕了 他害怕失去小杰 但是现在已经无法回头 只能紧紧地追随小杰迈向危险之中 在东塔的一楼 皮皮虾和基督还不知道面前的蜻蜓队长 早就被张鱼哥附体了 张鱼哥说自己的翅膀 被刚刚落下的金色剑语伤到了 还声称是哈加大人让自己去楼下半点尸请 所以才到这边来的 所以皮皮虾准备对这场扫乱置之不理 但是基督却很感兴趣 因为他又得到了新的能力 正想找个敌人试试好不好用 就在这时他们看到杰诺放出的龙头戏话 李王和一个老头骑着一条巨龙飞走了 基督兴奋地跑出去凑热闹了 而张鱼哥按下电梯 准备去地下营救旁母 但他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那就是说了哈加大人 因为哈加早就改名雷欧路了 而且还特别讨厌别人叫他之前的名字 身为雷欧路的心腹 不可能犯这种错误的 而皮皮虾和躲在暗处的狼人 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张鱼哥来到地下 放出了蜻蜓卫士开始搜索 他已经按下决心 如果不找到跑母就绝不离开王宫 皮皮虾为了一探究竟 也搭乘电梯悄悄地跟下去了 接下来是狼人 因为狼人的鼻子异常灵敏 电梯门一开就闻到了蜻蜓队长的臭味 他还在抱怨 难道这个蜻蜓队长刚在停尸间待过 队长不对劲 但是转念又一想 是不是刚才自己偷看奇亚和蜻蜓队长时 皮皮虾也在偷看自己 而皮皮虾也是奇亚的同伙 他早一步乘坐电梯下去 说不定是故意的 实则是在电梯口埋伏我 等我一露头就直接干掉我 不得不说这个狼人想的比普夫还要多 于是没敢下去 他决定先去找毕泽夫 确认毕泽夫是否安全 再考虑下一步进化 小杰和奇亚跳到了西塔 杰洛看到奇亚的眼神变了 心里明白宝贝孙子 已经有资格参加这场战斗了 所以并没有阻拦奇亚 杰洛没有跟着会长和以往走 因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会长花费重金请杰洛来 只是让他用出龙星群和龙头戏化 这两个绝招 身为朋友职业素养的爱杀家族 多余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杰洛临走前对他们说 里面的情况你们自己去判断吧 因为小杰和奇亚还不知道 他们拼命想要干掉的一型生物 正在倾尽全力的拯救一个人类 猫女被突然造访的小杰吓住了 他脑子里想的只是如何完成蚁王的命令 奇亚看到的猫女更像是一个母亲 有自己的身体在保护孩子 他现在理解刚才也有为什么说 让他们自己去判断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小杰眼里 这个画面却完全不同 他把被残害的凯特和此刻的小麦重叠了 小杰愤怒地走向猫女 让猫女从小麦身边离开 但是猫女突然跪在地上 向上摊开双手表示自己并没有恶意 他请求小杰再等他一会儿 猫女的屈服让小杰更加愤怒 奇亚现在终于明白了 虽然他不愿意相信 但猫女确实正在治疗小麦 而小麦正是蚁王自残的原因 但是这个局面却对小杰造成了相反的效果 小杰继续逼近猫女 猫女再次请求小杰 给他一点时间 等把小麦救活 他会答应小杰的一切要求 小杰冷漠地对猫女说 你要救活什么 奇亚想给小杰解释 可是话刚说到一半 就被小杰打断了 小杰说我在问他 猫女说这个人类的蚁王来说是特别的 如果没有这个人类 蚁王将不再是蚁王 所以让小杰再等他一会儿 猫女如实地回答了小杰的问题 但是他诚恳地回答让小杰越发气愤 奇亚让小杰冷静一下 他说伤了小麦的人应该就是讨伐队 而且是被野野龙兴群伤到的 猫女正在治疗小麦 所以等他治疗结束再说 小杰却说就因为这样 所以我就要等他嘛 等他治疗结束真的会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吗 猫女说如果你不相信 我可以再折断右手 如果这样还是不够 就折断我的双脚 只要在不影响治疗的情况下 你可以随便攻击我 所以请让我救活小麦吧 现在小杰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 小杰则骂猫女太狡猾了 为什么可以对小麦这么好 但是却对凯特做那么残忍的事情 小杰还是无法接受猫女的说辞 他愤怒地咆哮着 咆哮过后 小杰用出了石头剪刀骨 小杰的恶语重伤让奇亚沉默了片刻 但奇亚还是决定继续劝阻小杰 奇亚说因为你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你不要忘记自己当初说过的话 是你说要让凯特恢复原状的 所以你就清醒一点吧 小杰虽然恢复了冷静 但是精神状态已经不正常了 他问猫女要等多久 猫女说如果完全恢复需要三四个小时 小杰说不行我等不了那么久 猫女说那就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可以让他脱离生命危险 小杰说那我就等你一个小时 但是你要向我保证 一个小时后就跟我去把凯特恢复原状 猫女见小杰终于松口了 赶紧向小杰保证 于是小杰坐在了猫女面前 死死的盯住猫女等待他治疗结束 苦福这边来到正殿 却发现蚁王并不在这里 他开始自我怀疑 身为护卫兵竟然连王在哪里都不知道 觉得自己不配做护卫兵 苦福的内心在自我嘲讽 他已经称自己为前护卫兵了 他质问愚蠢的自己 蚁王在哪里难道一点头绪都没有吗 其实他一开始就知道 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 因为他不希望蚁王会担心一个下界人类的安危 蚁王肯定跟小麦在一起 苦福一时到支点后 更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连垃圾都不如的叛徒 因为普夫自导自演的太过投入 等他回过神来 已经被莫老五的烟雾包围了 但是普夫根本不搭理莫老五 想要直接飞去找蚁王 但是发现没办法穿过这款烟雾 普夫擦掉泪水问莫老五 要怎样才肯放自己出去 莫老五说想出去是不可能的 普夫开始向莫老五挥洒灵粉 莫老五知道这灵粉有催眠效果 所以屏住呼吸 任由普夫说什么他都不再搭话了 普夫用灵粉包裹莫老五 这样就可以探知对手的精神状态 他探知到莫老五的自信要远远高于警觉性 普夫跟莫老五自我介绍了一下 发现莫老五的警觉性比之前提高了 这就说明眼前的敌人不会贸然攻击自己 于是普夫想出了对战策略 只见普夫的翅膀变成了无数的丝带 然后这些丝带将普夫紧紧的包裹 形成了一个重拣 普夫让莫老五稍等片刻 莫老五本来也没指望能打凝普夫 只要能牵制住普夫 他的目的就已经达成 这个老头刚把蚁王送走 此刻正准备回家 却被猎豹基督给缠上了 基督本来是想找莫老五报仇 但是莫老五正在和普夫战斗 他爬到高处眺望 刚好看到杰诺 所以便追了上来 杰诺劝基督不要缠着自己 可是基督却把杰诺当成了 跟莫老五决战前的热身对象 杰诺不禁感叹 今天可能是自己继承家业后 第一次杀死跟任务无关的人 基督还在喋喋不休的 吹嘘自己新的能力 杰诺劝他注意自己的身后 基督以为杰诺在骗他 说你这招也太老套了 我才不会上当呢 吉巴询问宝贝儿子奇亚怎么样了 杰诺说奇亚成长了不少 看样子他已经把伊尔米的念针拔掉了 父子俩一边闲聊 一边骑着坐骑回家了 拿库鲁此刻光明正大的出现在 尤皮面前 尤皮终于明白了 原来身上这个波特是拿库鲁的能力 他尝试用各种方式攻击波特 但攻击都没有效果 雷雷翁一看拿库鲁准备干干了 此刻的秀托还在挣扎 他尽量让自己保持清醒 因为自己一旦失去意识 能力也会随之解除 虽然对尤皮造成的伤害几乎为零 但哪怕有一次的作用 自己也不能放弃 雷雷翁看到在地上挣扎的秀托 早已经泪如泉水 他多么想解除能力去拯救秀托 哪怕送上一句鼓励的话语也行 如果自己因为拯救秀托 而导致任务失败 秀托是不会原谅他的 所以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是 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正在奋战的同伴 雷雷翁看到了中央塔上的烟雾 知道那是汪老五在和普夫单飘 自己没办法插手 生下的就是小杰和奇亚了 但是转角却突然遇到了狼人 雷雷翁曾经也是师团长 知道这个狼人疑心病特别重 狼人渐渐地向雷雷翁走来 此刻雷雷翁憋气时间已经到极限了 于是迅速地跑到角落 就在雷雷翁唤气的瞬间 神的不在场证明也随之解除 他又马上吸气再次发动能力 虽然只是一瞬间 狼人还是察觉到了他的存在 狼人随之发动了能力卵男 他警告了一番过后 墙角的敌人并没有出来 于是两颗卵男朝着雷雷翁射去 但是卵男并没有找到攻击目标 因为雷雷翁早已经离开这里了 狼人检查刚才雷雷翁待过的地方 只嗅到了除臭剂的味道 看来敌人很了解自己 这就说明倩和乙中 除了蜻蜓队长还有其他的叛徒 狼人现在开始自我怀疑了 还要不要站在倩和乙这一边 此时中央塔的二楼一声巨响 拿库鲁从里面跳了出来 拿库鲁认为自己最擅长的本领就是逃跑 他曾经为了让同伴脱身 打倒了十几名警察 面对四辆警车 只靠双脚跑了一天一夜 最后还成功逃脱了 而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小学生 他打算用同样的方式对付尤匹 这种战斗策略是正确的 但是用错了对象 因为尤匹根本就没有来追他 拿库鲁以为尤匹回去找秀托了 所以赶紧又往回跑 因为尤匹在意的只有蚁王 所以他要继续回去守着楼梯附近 尤匹大喊猫女和普夫 但是并没有人回应他 拿库鲁跑回来 看到秀托还在地上爬行 而秀托爬行的方向 应该就是尤匹经过的地方 这就说明尤匹明明看到了秀托 但是却当他不存在一样 这种行为对于两个赌上一切来战斗的人 简直是莫大的侮辱 拿库鲁彻底愤怒了 他发誓要让尤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拿库鲁看到尤匹还在呼喊着猫女和普夫 暗自嘲笑尤匹真是个蠢蛋 他要带着秀托找个地方去乘梁 就让这个蠢蛋继续守着没有人的王宫好了 但是他突然听到秀托冒了一句混蛋 拿库鲁突然意识到自己失策了 难道为了拯救世界拯救人类 就甘愿让自己最好的朋友遭受敌人的侮辱 即使这场战斗胜利了 那今后的他们要怎样面对彼此呢 想到这里时 拿库鲁已经忘记自己还扶着秀托 秀托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他要光明正大的在尤匹脸上狠狠的打上一拳 这样才能挽回一点颜面 秀托知道自己应该阻止拿库鲁这种愚蠢的行为 但是秀托拼尽所有力气喊出来的却是 拿库鲁拍着胸壶向秀托保证 一定会狠狠的揍尤匹一顿 因为在拿库鲁的眼里 有些东西甚至比全世界还重要 尤匹此刻正在攻击莫老五的烟雾 但是发现并没有效果 烟雾中的莫老五听见尤匹的声音开始担心了 尤匹出现在这里 难道拿库鲁和秀托他们都被淡掉了 而且面前的普妇也没有任何动静 按理说他应该急着去以往身边才对 重检中的普妇洞察到了莫老五的情绪变化 虽然被很多负面情绪包围 但是他的心也没有丝毫的动摇 补夫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尤匹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他解释这一切 天天这时波特又开始计算利息了 这让他更是火大 自己肩上还有一个黑洞 他知道也许战掉秀托黑洞就会消失 但还是寻找以往更加要紧 尤匹本来就不擅长思考 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让他很恼火 这个时候拿库鲁又来找茬了 尤匹看到拿库鲁又来找茬 背气的瞬间暴走 拿库鲁刚下定决心要正面硬钢尤匹 但是看到即将爆炸的尤匹 他毫不犹豫地开始逃跑 尤匹化身红巨人 重重地向地面砸去 拿库鲁用非常熟练的动作 顺便把秀托也带走了 秀托还在问拿库鲁 有没有狠狠地揍尤匹一顿 拿库鲁说你放心 我一定会揍他的 就在这时 尤匹巨大的精神压力 转化成了金色的能量块开始膨胀 随着一声巨响 尤匹自爆了 爆炸的瞬间给尤匹带来巨大的快感 但是随着身体迅速缩小 又会让他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这一切都被拿库鲁看在眼里 他要不断激怒尤匹让他自爆 利用尤匹自爆之前的空隙去攻击 这样虽然风险很高 但是会加快尤匹的破产速度 但拿库鲁又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尤匹在不断地进化 当尤匹处于快感的余韵和虚拖之间时 他开始自我反思 这种思考也是导致他进化的原因 尤匹得出的结论就是 能冷静地控制自己完成自爆 这看起来很矛盾 因为自爆本身就是愤怒导致的 如果能同时掌握冷静与愤怒 这就是对尤匹最大的贡献 尤匹知道敌人还在暗中观察自己 他猜到敌人会利用自己 失去理智的空隙来攻击自己 于是开始酝酿情绪 又在这时拿库鲁出现了 他又开始刺激尤匹 尤匹的身体又开始膨胀了 拿库鲁趁这个时机冲向了尤匹 他想趁着尤匹自爆前揍他两拳 然后迅速地躲开 但是又想到了秀多 于是决定揍尤匹三拳才能担心 在拿库鲁要攻击尤匹的瞬间 尤匹突然解除了自爆模式 拿库鲁知道自己上当了 尤匹挥着拳头向拿库鲁打来 拿库鲁心里明白 如果被这一拳打中 之前的利息再多也会被还清 尤匹因为被累积中 身体突然僵住了 拿库鲁利用这个时机 狠狠地在尤匹脸上揍了一拳 这还不算完 拿库鲁对着尤匹的脸开始疯狂输出 最后还狠狠地踢了尤匹一脚 可怜的尤匹再次被打蒙逼了 他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敌人的存在 当他抬起头时 看到了面露凶光的奇亚 这就是奇亚新研发的绝招神速 奇亚的突然造访并不是偶然 因为梅雷翁找到了奇亚 刚才的洛雷奇亚是在隐身状态下攻击的 尤匹面对奇亚的攻击 甚至连变身的机会都没有 奇亚通过让自己的肉体待变 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 还没等敌人对攻击做出反应 就已经被揍无数次了 因为小吉刚才对奇亚乐理相加 尤匹此刻变成了出气口 此刻尤匹的心境再次发生变化 这种逆境中的作战 让他变得越加兴奋 而奇亚此刻突然没变了 因为打得太爽了 忘记控制电量 奇亚开始拼命的逃跑 尤匹在后边紧追不舍 等他追上来时发现又是空无一人 而梅雷翁使用神的共犯 帮助奇亚轻松逃脱 只留下了一脸懵逼的尤匹 章语哥来到了毕泽夫的秘密乐园 声称自己是毕泽夫派来的 但是喊了半天也没人回应 于是直接推开了一个房门 床上坐着一个金发美女 金发美女以为这是毕泽夫 在考验自己的忠诚度 于是没有透露任何有用的信息 其他女人也是一样 因为毕泽夫有什么命令 会直接打变化 不会特意派人过来的 章语哥来到了庞姆的房间 看到了他用念力留下的文字 上面写着如果在决战前还没有联系 就当自己已经死了 这个结果虽然在意料之中 但章语哥还是感到很心痛 章语哥在返回的路上遇到了皮皮虾 皮皮虾再次确认了一下 蜻蜓队长并不知道他家已经改名字了 于是对蜻蜓队长发起了攻击 蜻蜓队长被皮皮虾打得支离破碎 皮皮虾检查了一下车厢 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于是就回去了 而附在蜻蜓队长身上的章语哥 早就躲在了车底 皮皮虾回到电梯才发现 原来这个电梯下来时可以自由操控 但是想要上去 必须输入每个人专有的密码才可以 而且密码输错超过三次 电梯会自动锁住并释放催眠瓦斯 章语哥想利用这点弹掉皮皮虾 他想跑到监控室去操纵电梯 但是电梯突然传来了枪炮声 原来皮皮虾直接把电梯门给打烂了 章语哥操纵地下的铁门 打算把皮皮虾困在这里 皮皮虾虽然能打烂电梯门 但是通道里这些门却怎么也打不烂 而且电梯里已经开始释放催眠瓦斯 他准备找其他出口 但是前面的门也开始关闭了 不断没能通过 他发现身后的门也在关闭 皮皮虾发出炮弹 利用反作用力把自己推出去了 原来章语哥打算把皮皮虾困在两个门之间 章语哥见自己的计划没成功 马上改变了策略 他找来了一些工具 开着装甲车出现在皮皮虾面前 皮皮虾开始攻击装甲车 但是这个装甲车他依然打不烂 只是把铝带给打坏了 但是章语哥依然用装甲车把电梯口堵住了 因为章语哥是章语 所以只要有一点缝隙他就能钻过去 章语哥把装甲车点燃 然后自己钻到了电梯里面 章语哥利用水管来呼吸 催眠瓦斯渐渐的淹没了整个空间 皮皮虾早一步倒在了瓦斯之中 章语哥打算就这样干掉皮皮虾 但是他却不敢下手 因为他从来没有亲自动过手 之前都是寄宿到别人的身体动手的 章语哥犹豫了许久也没能开枪 这时他别起的时间已经到极限了 赶快顺着门的缝隙跑回了监控室 章语哥关闭了大门的缝隙 停止了催眠瓦斯 他此刻已经泪如雨下 大声的责骂自己是一个胆小鬼 失去了唯一干掉皮皮虾的机会 画面来到莫老五这边 此刻外面已经打得热火朝天 而眼前这个虫剑一点动静都没有 莫老五开始怀疑这是一个陷阱 打算测试一下 他摆出了攻击的姿势 虫剑依然没有反应 于是毫不犹豫的把虫剑打碎 发现这只是一个空壳 随即解除了自己的烟雾 发现朴夫已经在外面了 原来朴夫把自己身体分解成微小的粒子 打算就这样慢慢的穿过烟雾 但这招也是有限制的 就是朴夫本体最小只能分解到苍蝇的大小 刚才莫老五打碎重剑时 如果莫老五不解除烟雾封锁 就可以轻松捏死朴夫的本体 但是他已经错过了这个机会 此刻的朴夫已经彻底自由了 莫老五开始用紫烟冰拍苍蝇 但是这些苍蝇一拍就化成了更小的粒子 马上又可以复原 这些苍蝇炒谤了一下 莫老五就飞走了 莫老五打算去支援其他同伴 但是朴夫却突然出现在自己背后 原来刚才飞走的无数苍蝇 只是为了分散莫老五的注意 大烟斗就这样被朴夫轻松抢走了 朴夫一路飞到海边 把大烟斗直接丢到了海里 而失去烟斗的莫老五 又遇到了尤匹 现在他只能依靠仅剩的89只紫烟冰来战斗了 这时拿库路也赶来了 因为他并没有找到秀托 因为是尤匹把秀托藏起来了 此刻已经失去了理智 莫老五将紫烟冰变成拿库路的样子 把尤匹团团围住 紫烟冰在尤匹的攻击下迅速减少 尤匹故意露出破绽 想让拿库路的本体来攻击自己 果然拿库路向着尤匹的破绽弓过来 但很可惜这个也不是本体 尤匹感觉自己被莫老五嘲弄了 没控制住情绪又开始自爆了 真正的拿库路趁这个时机跳上来 又狠狠地打了尤匹一拳 再次爆炸的尤匹 已经领悟到了怎样控制这种力量 他开始让自己变得愤怒 能量在身体不断聚集 于是尤匹完成了他的进化 那就是班人马形态 变身后的尤匹实力大增 对着莫老五发起了攻击 但没想到这个莫老五居然也是分身 不过此刻的尤匹越是愤怒 就会变得越强 他已经学会把愤怒的能量存储在手臂上 尤匹努力地消灭烟雾兵 波特也已经变得巨大无比 按照尤匹现在的状态 再过三分五十秒 尤匹就会面临破产 因为尤匹即使再强大 气的总量也是有上限的 尤匹已经发现了莫老五的本体 但是他并没有动手 打算最后再收拾莫老五的本体 然而莫老五并没能等到尤匹破产 他光是控制这些烟雾兵 就已经耗尽了全部精力 在战斗过程中 尤匹进化的不光是肉体 他的精神也得到了升华 尤匹已经学会了尊重对手 他对莫老五说你们真的很厉害 莫老五很不甘心 败在一群没有感情的蚂蚁手中 但是听到尤匹这句话后 莫老五坦然接受了自己的败北 尤匹说正因为我尊重你 所以才要杀了你 败给这样的对手 莫老五已经死而无憾了 但是当尤匹回刀砍下去的时候 莫老五却消失不见了 但是刀上还带有鲜血 说明刚才确实砍中了 尤匹开始以为敌人有顺移的能力 但是自己确实砍中了 那就不是顺移 如果是隐身能力 那为什么不早点用呢 所以结论就是他的同伙有隐身能力 而且还能帮助别人隐身 果然尤匹看到了地上留下的血迹 尤匹顺着血迹开始追击 只要在血迹的镜头挥上一刀 那么肯定能砍中目标 但是在他即将追上莫老五和梅雷翁时 拿库鲁却出现了 拿库鲁本应夺起来争取时间 只要尤匹一破产 那么这场战斗就胜利了 但是拿库鲁怎么能忍心看到老师被杀 他要尤匹放过莫老五 自己来做尤匹的对手 但是尤匹让拿库鲁把自己身上的波特解除掉 这样才算是对等的交涉 莫老五听到后大喊 他不允许拿库鲁解除能力 因为有神的共犯 其他人听不见莫老五的呼喊 梅雷翁和莫老五的意见是一致的 所以松开了莫老五 希望拿库鲁能听自己师父的劝解 如果拿库鲁现在放弃 那么所有人拼上性命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梅雷翁讨向拿库鲁想让他进入隐身状态 而尤匹的利刃也伸向莫老五 就在这时波特消失了 拿库鲁选择了解除能力 梅雷翁彻底绝望了 因为这下再也无法打倒尤匹了 拿库鲁对尤匹说 现在条件对等了 所以放过我师父吧 尤匹说他要去找乙王了 让拿库鲁不要再纠缠自己 尤匹的时间赶快带莫老五去看医生 要不然交换条件还有什么意义 尤匹如果真的把乙王放在第一位 那么就应该当场杀了这几个人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通过这几场战斗 尤匹也深深领悟到念能力的深奥 他也学会了尊重对手 现在的尤匹内心不再匮乏 他再也无法单纯的看待事物 拿库鲁想要带莫老五去医院 但是莫老五拒绝了 他让拿库鲁赶快去追尤匹 但是拿库鲁却说自己办不到 他再也没办法把尤匹当成要消灭的目标 因为他被尤匹的行为感动了 尤匹并不是一个坏人 所以没有打倒尤匹的理由了 这是恶布出现了 他说打倒尤匹的理由就是尤匹 这些兵医无论本性多么善良 只要尤匹一生命下 哪些兵医都会变成恶魔 莫布说会长已经把尤匹带到了指定地点 所以他们的任务已经算完成了 即使三护卫赶到那里也来不及 莫布已经救下了袖托 他再也没勇气回到这个地方了 拿库鲁和梅雷翁决定留下来 因为三护卫不止尤匹一个 其他的同伴还在继续战斗中 猫女正在和小杰对峙 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就是朴夫 猫女在不激怒小杰的前提下 暗示了蝴王被敌人带走的方向 朴夫答应小杰待在这里不动 实则只留下了一个空壳 他本体则是去找蝴王了 朴夫找到了在王宫中徘徊的尤匹 朴夫为了不引起小杰的注意 所以把自己分解成非常小的粒子 这些粒子要再次汇集起来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他现在体型只有苍蝇大小 朴夫发现尤匹变化也很大 而且在交谈中发现尤匹变了 这种改变不知道会不会威胁到蝴王 所以开始试探尤匹 于是两个人带着各自的小心思去寻找蝴王了 画面来到张鱼哥这边 就在他时生痛哭大骂自己没用时 毕泽夫一行人已经来到了地下 等张鱼哥抬头看监控时 发现通道的门不知什么时候全都打开了 而且狼人也闯入了监控室 正在用卵男对着张鱼哥 张鱼哥听声音就知道是狼人啊 他知道今天可能难逃一死 所以并没有听狼人的话 而是果断的回头射击 狼人的攻击只是在张鱼哥头上留下了四个洞洞 狼人的能力主要是用来拷问的 而张鱼哥却戳中了狼人的弱点 原来狼人的弱点就是非常怕痛 这时张鱼哥的头皮开始凸起 四个懒男变成了四条武功 被击中的目标越是反抗 这些武功也会越长越大 但是张鱼哥根本不吃这一套 又把枪口对准了狼人 狼人直接背下成了哈士奇 而这些武功也变得硕大无比 张鱼哥又朝着狼人开了一枪 狼人痛到嗷嗷直叫 张鱼哥虽然开枪 但是他并不打算杀掉狼人 只要打得狼人无法动弹就可以了 现在被威胁的反而变成了狼人 张鱼哥现在终于意识到 如果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交换 扣动关机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 狼人见张鱼哥还要继续开枪 赶紧向张鱼哥认怂 说自己不会再动了 随着狼人的认输 张鱼哥头上的武功也安稳下来了 张鱼哥让狼人把他头上的武功弄掉 但是狼人却不敢说实话 因为这些武功根本就没有解除的方法 所以打算拖延时间 故意装作动运过去 张鱼哥识破了狼人诡计 把枪口又对准了他 狼人被吓得赶紧坐起来 他向张鱼哥说了实情 这个能力没有办法解除 张鱼哥又问狼人有没有人类时期的记忆 而狼人所想起的记忆 刚好是他最想忘记的一段 他只记得自己的脖子被父亲紧紧的掐住 背后还有一个冷眼旁观的女人 而出手救了自己的人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 他的弟弟就是宰伊洛 NGL的地下国王 狼人终于对一切都施然了 张鱼哥头上的武功也随之消失不见 狼人还告诉了张鱼哥旁股所在的位置 此时王宫的一楼拐角处 在重建中出来一个女人 他正式被欠和以改造的旁股 奇亚因为打UP耗尽了所有的电量 此刻正在充电 他充完便准备去找小杰 但是突然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奇亚用溜溜球当作反光镜看到了一个身影 这个人正是庞姆 被改造后的庞姆依然很美丽 但是奇亚担心小杰不能接受 所以打算确认一下庞姆现在是敌是友 果然庞姆还记得奇亚 但是在他们的交谈中 奇亚发现庞姆在说谎 而且一直询问小杰的下落 失去耐心的庞姆开始变身了 庞姆用头发把自己包裹起来 变成了暗黑的鬼附身 奇亚用溜溜球攻击庞姆 结果溜溜球被庞姆一拳就打碎了 变身后的庞姆简直强的离谱 奇亚不放绝招就只有挨打的份 庞姆将毛发变成坚硬无比的甲咒 这本来是用来防御的能力 但是强化系的庞姆 把甲咒当作攻击的武器 威力更是大的惊人 奇亚的防守虽然很完美 但是依然被打的伤痕累累 奇亚绝不能让现在的庞姆见到小杰 因为小杰已经处于黑化的边缘 如果看到庞姆这副模样 肯定会承受不住压力而彻底黑化 奇亚开始采用拖延战术 他问庞姆为什么要见小杰 但是庞姆并不想跟奇亚废话 他打算先干掉奇亚 然后自己去找小杰 奇亚见着招不管用 开始打感情牌 他先是向庞姆道歉 说自己不敢怀疑庞姆是敌人 然后又说小杰本来就很痛苦了 现在连庞姆也变成这副模样 如果小杰看到现在的庞姆一定会承受不住的 所以奇亚要求庞姆见到小杰后 一定要喊出小杰的名字 并且告诉小杰自己很好 这样小杰才不会担心 奇亚本来是拖延战术 他根本就没想让庞姆见到小杰 但是自己却越演越上头 结果真的入戏了 奇亚开始吹捧庞姆 说现在只有庞姆的出现 才能让小杰变得开心一点 奇亚归在庞姆面前失声痛哭 压抑许久的情绪突然得到释放 而庞姆头上突然出现一只苍蝇 他说现在奇亚满身都是破绽 让庞姆趁机杀了奇亚 因为奇亚的失声痛哭 让庞姆回想起几天前发生的事情 当他看到普呼时 装成被毕泽夫凌辱的少女 打算自我了断 但是被猫女阻止了 然而庞姆面对普呼和猫女时 本能的释放了自己的气进行防御 这让猫女和普呼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于是把庞姆带到实验室进行改造 猫女用玩具修理者 破坏了庞姆记忆和感情的链接部分 因为保留记忆能让实验品快速的孵化 然而奇亚的痛哭让庞姆的记忆又重新链接了 庞姆一拳将喋喋不休的苍蝇打碎了 庞姆感谢奇亚帮他找回了链接 并且点醒了奇亚 说小杰现在最需要的人是你才对 这时的拿库噜已经找到了小杰 拿库噜让普呼跟他出去单挑 但是普呼说现在我只是一个分身而已 我的本体早就飞往蚁王身边了 说着话为无数的苍蝇飞出去 他对拿库噜说如果想和我单挑就来找我吧 猫女害怕小杰抱走 赶快向小杰道歉 但小杰只是要求猫女要早十分钟治好小麦 猫女感到很震惊 因为自己的玩具修理者越用越熟练 刚好能早十分钟治疗完毕 这时小杰又对拿库噜说 普呼的本体应该真的是去追蚁王了 会长和蚁王去的方向是南边 猫女觉得小杰对蚁王的威胁太大了 猫女现在开始思考 一会儿治疗完小麦 要怎样杀掉小杰 此刻的尼特罗已经把蚁王带到很远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武器实验场地 蚁王问尼特罗为什么要战斗 一下把尼特罗问懵了 蚁王说和我对战你并没有胜算 尼特罗不懈的抠了抠耳朵 说不交手怎么知道我打不过你 蚁王说我是因为珍惜你所以才这样说的 以前我把人类当成了家畜 但认识小麦后我才发现并不是这样 特别的人也有活下去的价值 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这个价值 尼特罗说你的意思是指放过我一个人对吧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蚁王没有放弃 他还是打算劝降尼特罗 蚁王说如果你是为了保护人类 就更应该顺从我 在你们的社会里 一边有很多小孩因为鸡而死 另一边确实有守好闲的废物在掌管这一切 如果让我统一天下 我会破坏掉这些故宫 虽然一开始会使用暴力来达成目的 但那只是用来维护秩序的手段而已 而且我会把力量用来保护像小麦这样的人 绝不会去欺凌失败者 说把蚁王席地而做 他想和尼特罗好好谈谈 尼特罗暗自感叹 蚁只蚂蚁居然能想到这个层面 可惜蚁王还是没搞明白 人类和牵合已是不可能产生交集的 无论蚁王偏向哪一边 结局都不会改变 战争在人类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 尼特罗决定尽早干掉蚁王 以免听他续导个没完 再动摇了自己杀掉他的决心 这一掌下去 把蚁王劈得嘴角流血 蚁王从坑里走出来 又淡定地坐在了地上 尼特罗继续攻击 用出了三枚掌 两只大手像拍蚂蚁一样 把蚁王夹在掌心 但是蚁王却硬生生地撑开了两只大手 尼特罗吓得赶紧松开双手 并向后跳跃和蚁王拉开距离 蚁王依旧坐在了地上 想和尼特罗用语言沟通 尼特罗准备再次攻击时 突然想到能激起蚁王和自己认真决斗的办法了 他问蚁王想不想知道自己的名字 如果你有办法让我认输 我就告诉你的名字叫什么 这招果然起作用了 在不杀死尼特罗的情况下 还要打到他福气 这就像下象棋不用飞马一样 蚁王终于接受了尼特罗的挑战 蚁王说我很快就会将你一军 只见尼特罗双手和时 化作一道金光腾空而起 然后盘坐在一朵莲花之上 他的百事观音 正是在敌人的不断进攻中 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尼特罗所追求的武术极致就是 用尽全力去挑战比自己更强的对手 并且被百事观音一顿万锤打穿了 尼特罗和蚁王都掉了下来 原来这里是一个地下坟墓 尼特罗一挥右手 巨大的手掌抬向尼王 尼王想要躺下只一掌 但是巨大的力道把尼王打得一路火花带闪电 尼王被直接打回到石柱上 尼特罗为了感谢自己之前的所有精力 还对尼王比了个心心 尼王不再坐以待毙 他向尼特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但每次都会被尼特罗一巴掌拍飞 尼王再一次靠近了尼特罗 但是被两只大手按在了手心 尼王刚刚挣脱双手 又被尼特罗一掌拍飞了 每次都是尼王即将打中尼特罗 才看到尼特罗合十双手 然后发起攻击 在战斗中加入这种多余的动作 很可能会害自己丧命 但这个动作也是可能战胜尼王的唯一武器 尼王诚恳地夸赞尼特罗是一个高手 这让尼特罗很是生气 心想吁吁的一只蚂蚁 竟然用这么高傲的口气跟我说话 尼王不断地发起攻击 尼特罗则是不断地把他拍飞 尼特罗唯一能胜过尼王的招式 就是百事关一 但是这一招却破不了尼王的防御 尼王尝试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攻击 逼迫他不断使用新的掌机 直到他再也没有新的掌机可用 话虽如此 就算掌机类型有限 但组合却是千变万化 不过尼王从下棋中领悟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呼吸 但是面对尼特罗这种接近完美的高手 要找出这种偏好 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困难 尼王要证明给尼特罗看 自己能破解他的招式 尼特罗已经发现 每次在自己掌机结束 尼王都能在最短的时间重整姿态进行反击 伤了不慎 在自己合掌前就会被撕裂自知 所以尼特罗打起精神 每次出掌都必须是最精准的 尼特罗已经猜到 尼王是想打到自己无招可出 在数以千计的掌机中 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 再强大的尼王也有倒下的那一刻 可还没等到那个时刻到来 尼特罗的右腿被尼王斩断了 随着断落的肢体在地上翻滚 尼王也暂停了他的进攻 鲜血顺着尼特罗的伤口不断喷涌而出 尼特罗劝告尼王不要太得意 刚才只是歪打正着而已 尼王说你再不快点就要因失血过多而死了 只见尼特罗用力一拍自己的大腿 用气强形向大腿的伤口闭合了 尼王也感到很惊讶 眼前这个老人虽然失去了一条腿 但其实没有丝毫的衰减 尼王说接下来我要斩断你的左手 尼特罗当然知道自己断腿不受蓝 实力的差距已然显现 让尼王能拼尽全力的和自己对战 这才是他逞强的目的 尼特罗已经意识到 这是自己此生最后一战了 标战的过程虽然还不到一分钟 但是数以千计的招式变化 在两人之间迸发出无数的火花 尼王对尼特罗说 这下你总得服气了吧 快说出我的名字叫什么 尼特罗说你以为没了手臂 我就无法祈祷了吗 说吧 尼王身后出现了一尊硕大无比的佛像 佛像随着尼特罗潜心的祈祷 逐渐升级为千手观音 只见一双慈祥的大手 将尼王轻柔的包裹 然后尼特罗将身体的气 一丝不声地化成绚烂夺目的光弹发射出去 威力之大将地面打得破碎不堪 百世观音本是因感恩练就的招式 此刻却变成了夺人性命的恶魔 攻击过后的地面一片狼藉 尼特罗用紧伸了一只手 颤颤巍巍地撑住地面 刚刚还生龙活虎的尼特罗 此刻已经变成生命垂危的老人 手臂和大腿的伤口也在似流血 单枯的面颊已经看不到他那明亮的捧捧 然而在弥漫的烟雾中 尼王缓缓地走来 他虽然也是满身伤痕 但身体依旧保持完整 尼特罗彻底绝望了 没想到百世观音最厉害的一招 对尼王也没效果 尼王说我们的起点就不一样 我一出生就站在生命的顶点 我背负着全体尼族的寄望 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 并非人类之王 这正是区分你我胜负的关键 尼王让尼特罗不用担心 因为自己已经放弃用人类繁殖献和尼了 因为人类的自我意识太强 这样会妨碍一族的统治 而且尼王承诺 看在尼特罗的份上 会设置特别区域 允许人类永久居住 在选定使用人类时 也会考虑到实际的数量还有品质 不会再乱伤无辜了 所以尼特罗的孤军奋战并不是白费工夫 尼王感觉自己做了这么大的让步 尼特罗总该妥协了吧 但尼王还是没明白人类有多么可怕 他还是把人类当成家畜一样看待 尼特罗说出了尼王的名字 那就是梅洛艾姆 但是尼王此刻并没有心情回味自己的名字 因为他看到了非常恐怖的一幕 这是尼王出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害怕 因为他看到此刻的尼特罗 更像是来自地狱的恶魔 原来尼特罗的心脏植入了一颗炸弹 在任心脏停止跳动的瞬间就会自动拟爆 这种爆炸后的烟雾外形独特 叫做迷你玫瑰 深受独裁小国的喜爱 所以也被称为穷人的强威 强威已经在200多个国家战放 夺走了512万人的性命 现在已经生产出十几万颗强威种子 遍布在世界各地 静静地等待绽放的时机 要说人类和芊河以哪个更残忍 即使是把强威当成杀手锏的尼特罗 可能也对此产生过疑问 只是现在没办法确认了 普遍和尤匹还在很远的地方 就看到了爆炸产生的蔷薇 他们瞬间就明白这股黑烟代表着什么 同一时间在王宫内 拿护露看到了普遍分身的目光 被吓得连连后退 因为拿护露和尤匹交过手 他以为用同样的方式 也能感化消亚普遍 但是看到普遍真名的面孔 拿护露意识到自己想多了 普遍的分身在吓退拿护露后 便急匆匆地向蚁王飞去 拿护露终于明白诺布为什么说 只要蚁王一声令下 这些倩合已都会变成无情的恶魔 从普遍的表情来看 蚁王肯定出什么事了 难道是会长已经战胜了蚁王 不管结局怎样 拿护露都在普遍脸上 看到了自己无法跨越的障碍 此时的猫女终于治疗完毕 而她还不知道要怎样来化解 小杰继续以久的愤怒 这是人类和倩合已共同组成的讨伐队 他们准备去帮助小杰消灭最后的敌人 约定的时间还没到 猫女就已经治疗完毕 她故意挡住小麦的伤口 想要拖延时间 但是敏锐的小杰已经察觉到了 小杰让猫女跟自己跑着去找凯特 这时小麦醒过来了 猫女说想带小麦一起去 但是小杰的表情吓到了她 小杰说你要是再敢啰嗦 我就立刻杀了小麦 其实在这个距离 猫女用一只手就可以摘下小杰的脑袋 但她见识过小杰的洞察力后 不敢贸然动手了 因为小麦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这时拿铺路也赶到了 她要求打猫女一拳 这样猫女即使中途逃跑 依靠自己的能力也能找到 但是小杰说没必要 因为她想到了一个更狠的招 小杰早就掌握了猫女的弱点 那就是小麦 所以拜托拿铺路好好照看小麦 等凯特恢复原状后 就立刻放了小麦 不但如此 小杰还拒绝了任何人跟她同行 因为她担心猫女会想到交换人质这个办法 中途如果同伴被猫女抓住就不好办了 拿铺路不禁感叹 这两个小鬼到底经历了什么 做事情居然这么老谋深算 而且有狂猫的能力在 可以随时观察小杰和猫女的动态 这样奇亚才终于放心了 尤匹和普夫赶到爆炸现场 这里如同刚爆发的火山一样 到处都是滚烫的岩浆 尤匹看到这幅场景 恨透了那些人类 真后悔没有直接淡掉拿铺路等人 她让普夫去周边寻找蚺王 岩浆里面则是由自己去寻找 尤匹在吃热的岩浆中行走 她很快发现了蚺王 飞快地跑了过去 浓浓的烟雾中传来了 尤匹撕心裂肺的呐喊 古夫看到尤匹的状态 就知道情况不妙 还没等看到蚺王脸上 早已布满了泪水 只见尤匹怀中抱着一块烧焦的躯体 如果不是那个标志性的头盔 已经完全认不出这就是蚺王了 这时蚺王微微动了一下嘴唇 紧接着居然睁开了双眼 幸亏尤匹能在火海中及时发现她 否则蚺王就真的死透了 但是以蚺王现在的状态 根本撑不到他们飞到猫女那边 普夫想到了蚺王的吞噬能力 于是有了拯救蚺王的办法 他打算让蚺王吃掉自己 于是把自己分解成极小的粒子 让自己的细胞去填满蚺王的身体 这些粒子顺着蚺王的嘴进入体内 很快到达了身体的各个角落 已经坏死的细胞再次复活 蚺王的心脏也重新发出了一缕光芒 蚺王越吃越上头 他身体已经开始散发金光 普夫和油皮健壮都很激动 普夫问蚺王味道怎么样 蚺王说自己像是吸入了乐园的空气 身体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了 普夫听到这个赞美兴奋的脸颊悲红 他让蚺王进行的享用自己 蚺王继续夸赞 说品尝过普夫后 就再也不想吃其他东西了 普夫觉得自己已经升华到难以言语的境界 油皮看到普夫这么幸福 迫不及待的想让蚺王也品尝一下自己 油皮伸出手指 直接将自己的细胞变为液体 漫漫的滴入蚺王口中 蚺王的身体再次发光 蚺王是一种大有浓厚力量的滋味 就像是从天界降临的甘露 油皮听到这个评价也被升华了 蚺王最终的结论是 两个人的味道不相伯仲各有千秋 都是集体的美味 蚺王说尽量把你们的细胞都贡献给我 蚺王说从今以后你们就叫我梅露爱母 这是我的母亲赐予我的名字 普夫和油皮也体会到了蚺王此刻的心境 那就是无常的母爱 重生后的蚺王散发出比以前更强大的能量 普夫和油皮因为贡献了大量的身体 都变成了迷你小护卫 但是他们此刻都能与蚺王的情感产生共鸣 他们体会到了蚺王此刻感到很困惑 于是询问蚺王为何烦恼 原来蚺王虽然身体充满了力量 但是却失去了记忆 蚺王看到普夫和油皮就知道他们是护卫 但是却不知道来龙去脉 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普夫对蚺王说 陛下在和敌人一对一战斗时 被对手用对比的手段暗算了 现在是因为爆炸导致的暂时失忆 油皮建议赶快回到王宫 这样陛下就能想起所有的事情 普夫听到后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坛 正在赶往蚺王身边的分身突然停下 开始回头飞向王宫 因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只要自己早一步回去解决掉小麦 等蚺王回到王宫见不到小麦 就再也不会想起他 这样蚺王就可以专心的统一天下了 现在就算蚺王全力奔跑 回到王宫也需要20分钟 所以自己有充足的时间 但让苦夫意想不到的是 蚺王竟然凭空长出了一对翅膀 蚺王的能力是吞噬 直接长出了和油皮一样的翅膀 他为了找回记忆 带着普夫和油皮飞向王宫 蚺王的飞行速度如同火箭 按照这个速度 用不了5分钟就能飞到王宫 普夫的分身也在拼尽全力的向王宫飞 他打算早一步回到王宫 干掉蚺王的心上人小麦 这样蚺王就能专心的统一天下了 他飞到了小麦之前所在的位置 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就在这时他被隐身的拿铺路狠狠的揍了一拳 躲在暗处的庞姆也亲眼看到了普夫 利用他的能力寂寞的深海鱼 不管普夫跑到哪里都能看到 抱住蚺王尾巴的普夫本体 此刻还不知道自己被谁打了 紧接着身后出现了一个玩偶 蚺王开始加速想要甩掉波特 这一切都看在了庞姆的眼里 蚺王飞了半天也没能甩掉波特 尤皮说必须攻击敌人本尊 才有可能消除这个玩偶 爆炸过后波特毫发无损的又飞了过来 蚺王开始发问尤皮 既然你知道这个能力 为什么敌人现在还活着 尤皮如实的向蚺王汇报了经过 普夫听后责怪尤皮 难道就因为你的私人感情 尤皮对此无力反驳 他说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蚺王说我不会去谴责老师回答我问题的人 蚺王再次强调 说现在我们三个肉体和精神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所以没必要再对彼此隐瞒任何事情 普夫知道这是蚺王对自己的警告 但是普夫并没有回头 他把分身分解成无数只苍蝇 开始加急搜寻小麦 普夫不断分解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分裂到只能看见物体的程度 拿骷髅剑普夫根本无视自己 他开始担心普夫的目标是梅雷翁 所以现在首要的任务变成了保护梅雷翁 因为普夫分裂的太小已经没有实际的尺寸 所以旁母也没办法看到普夫的分身了 而聪明的普夫已经猜到拿骷髅的想法 敌人肯定认为自己是来铲除叛徒梅雷翁的 自己其实是来杀掉猫女千辛万苦救活的小麦 如果他们认为我是回来救小麦的话 那就更好了 拿骷髅告诉几个人普夫的目标是梅雷翁 但是奇亚并不这么看 所以要测试一下普夫的目标到底是谁 首先旁母打开了地下仓库的门 让普夫觉得梅雷翁已经隐身进入地下仓库 另一边奇亚背着小麦光明正大的出现 看普夫会选择追哪一边 普夫考虑自己要不要来一个逆向操作 假装去追仓库的梅雷翁 这样敌人会对小麦放松警惕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 以王马上就要回到王宫 所以普夫直接选择了小麦这边 普夫打算直接杀了小麦 然后把他藏到以王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普夫太小看奇亚了 普夫看到奇亚的速度心里明白 自己是不可能抓到他的 但是以王马上就要到了 于是普夫又想出了一个鬼点子 他把自己分解成了无数的仓库 开始追击奇亚 普夫一边追一边对奇亚大喊 说奇亚是盼烂的刁民 小麦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能分辨出普夫的声音 所以小麦薅住奇亚的头发疯狂挣扎 说奇亚不但是个骗子 而且还变人 普夫趁这个时机突然发起了攻击 被奇亚惊险地躲过了 只要小麦不停地挣扎 奇亚的速度就会减半 奇亚惊奇地发现 刚才普夫的攻击目标居然是小麦 小麦对以王来说是很重要的人 但实在想不通普夫为什么要杀掉小麦 这时普夫又对着小麦开始大喊 说小麦是很重要的人质 是绝对不会被镖民杀掉的 所以让他尽情地用力挣扎 这样才有机会救他 奇亚缓缓地把小麦放下 奇亚对普夫说 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攻击小麦 但是你的行为让我感到很不爽 奇亚说你的分身也是由细胞组成的 一旦被我电到就会坏死 有本事你就过来 这时以王也察觉到普夫陷入了苦战 普夫说不要紧 等我本体回到宫殿就能轻松解决 普夫让以王看下面几百万等待筛选的人类 问以王有没有想起自己的使命 但是以王的脑海里却出现了小麦模糊的身影 以王说还有比统一生物更重要的东西 但就是想不起来 以王知道答案就在王宫之中 普夫突然想到 王宫内还有散落的棋子和破碎的棋盘 所以赶快让正在跟奇亚对质的分身去销毁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会唤醒以王对小麦的记忆 奇亚见普夫突然跑了也是不明所以 此刻拿库鲁和梅雷温混在了人群之中 他们看到以王从上空飞过 打算在筛选的时候找机会攻击以王 以王降落在肉树林 看着眼前陌生又熟悉的场景 慢慢的找回自己的记忆 普夫的分身则是急匆匆的搬运碎掉的棋盘 他们简直就像是勤劳的小苍蝇 不一会就清理完毕了 此刻库鲁和奇亚也准备混进人群之中 库鲁头上的水晶球就像是三个监视器 如果库鲁只用一只右眼看过某个人 那么这个人的画面就会出现在水晶球中 但是最多可以同时监视三个人 如果名额满了 单用一只右眼再去看第四个人 那么之前的第一个人就会被挤掉 奇亚说现在没必要监视普夫了 因为只能看到普夫的本尊 但庞鲁说就因为只能看见他本体 所以才有意义 你不觉得当普夫本体变得只有苍蝇大小时 我们就可以轻松捏死他了吗 奇亚这才恍然大悟 而这些对话也被普夫的分身听到了 普夫也知道了庞鲁能看见小杰和猫女 所以要利用好这一点 于是普夫在地下监控室找到了狼人 小杰和猫女此时已经来到了安置凯克的地方 小杰谨慎地给猫女指路 这是猫女的手机响了 猫女偷偷地按下了接听键 猫女能清晰地听到电话内容 小杰却完全听不到 电话是狼人打来的 狼人说他已经把小麦抢回来了 而且还让小麦亲自给猫女说话 猫女得知这个事情后 疯狂顿时露出了杀气 而小杰还浑然不知 电话确实是狼人打的 但小麦的声音是普夫伪装的 就这样猫女也中了普夫的诡计 当旁路看到猫女干掉小杰 那么小麦这个人之自然也会被撕跳 小杰和猫女终于来到凯特面前 只见凯特会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小杰对猫女说 按照约定 你把凯特治疗好 我们也会把小麦放了 猫女看到凯特说 你之前答应了我的所有请求 所以我也会对你说实话 这个人已经死了 小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紧接着凯特便倒在了小杰的面前 猫女说这个人在和我战斗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让已经死去的人复活我办不到 他的灵魂已经不在这里 他已经无法恢复原状了 猫女对小杰表示抱歉 小杰听后双眼落泪坍坐在地上 奇亚和旁母聊到小杰 于是旁母准备查看一下小杰的情况 但是旁母看到小杰此刻的画面却大惊失色 小杰坐在地上开始自责 他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凯特 都是因为自己非要跟着凯特去一朝 所以凯特才会死 但是心里另外一个声音却在狡辩 说凯特是被猫女杀死的 跟自己没有关系 小杰嘴里不停地说是自己害死的凯特 内心深处却对猫女的怨恨越来越强烈 这是猫女发动了玩具修理者 小杰仿佛看到了希望 他以为猫女要救凯特了 看来猫女说凯特已经死了是骗人的 旁母对奇亚说 小杰此刻的样子很奇怪 而且猫女正在治疗的并不是凯特 而是自己的手臂 这时仆妇出现了 他说猫女认为我们已经把小麦抢回来了 所以猫女肯定会杀掉小杰的 小杰呆呆地看着猫女治疗好自己的手臂 猫女还挥了挥拳头 确认一下是否能垂死小杰 因为他被以王是一个威胁 所以现在要杀掉小杰 小杰听后感到莫名其妙 猫女不是来治疗凯特的吗 小杰还没有接受凯特已经死了 他以为是猫女食言 不愿意帮他治疗凯特 在小杰内心开始萌生可怕的煞气 猫女也感受到了小杰的变化 小杰缓缓地起身 黑色的煞气瞬间将他包裹 出现在猫女面前的仿佛是一个鬼影 小杰透支了自己未来的生命 为了给凯特复仇 猫女现在更加确信 小杰的力量足以威胁到以王 猫女进入了战斗模式 面对眼前这可怕的敌人 他必须让自己超越极限的武动 拼死也要在这里阻止小杰 猫女猛登地面把自己弹射出去 挥动力找向小杰次来 但是小杰却忽然消失不见 于是赶快追了出去 当猫女跑到门口时 看到一个散发着金光的壮汉正在等他 小杰现在已经彻底黑化成大杰了 大杰让猫女跟他到外面去单脸 此刻的大杰犹如健身达人 有着足足六块腹肌 最眨眼的就是他的头发 一缕黑发之中天气 小杰带猫女已经远离了城堡 猫女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正所谓先下手为强 他从背后冲向了小杰 小杰只是微微一侧身 便躲过了猫女的攻击 小杰一脚踢中了猫女的腹部 猫女被踢飞到天上 小杰开始蓄力用出石头剪刀布 此时猫女还在空中不停的翻滚下落 这一拳打的猫女渐渐失去了意识 但是猫女也终于放心了 因为她明白了小杰力量的来源 这是通过压缩生命才能获得的力量 即使是天赋异禀的人 也要亲近所有的才能 才能获得这样的力量 既然小杰已经把这种力量用来对付自己 那么以王就是安全的了 齐亚用电光使火全力地跑向城堡 在接近城堡时听见了巨大的撞击声 齐亚看到城堡不远处不断发出金色的光芒 等齐亚跑到近前 看到的是正在鞭尸的大杰 大杰挥着沾满鲜血的拳头 不断地用石头剪刀布 吹打猫女那已经变成碎屑的头部 小杰觉得自己只是在按照凯特的教导去做 那就是一定要对这些蚂蚁致命一击 齐亚真的不敢想象 小杰是做了多大的牺牲才能变成这样 要达到这种程度是需要修行几年 小杰看到沾满鲜血的双手变得更加悲伤了 当齐亚正在心疼小杰时 却看到小杰身后出现了一个可怕的身影 原来是猫咪的念力 非子无想为了已亡 在死后形成的更加强大的念 化身成一心想要杀死小杰的僵尸 小杰对齐亚说没关系 自己一点都不痛 而且还感到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自己断地的状态 很像当时的凯特 正在使用 以王因为爆炸暂时失去了部分记忆 他会想起拜托了猫女一件事情 但就是想不起具体细节 于是要亲自去找猫女 顺便清除剩余的敌人 普夫担心猫女会把小麦的事情告诉以王 所以赶忙阻止 说害怕以王会遇到危险 以王一瞪眼 散发出耀眼的七彩光芒 他让普夫仔细看看自己 难道自己会比不上一帮叛贼吗 然后又释放了自己的气 恐怖的气息瞬间覆盖到王宫外围 剩余的讨伐队也感受到了这股气息 拿库鲁直接反话梅雷翁 说我们赶快逃跑吧 凭以王现在的实力 需要国家级的武力才能镇压 梅雷翁说那其他人怎么办 拿库鲁说他们看到这补气也会逃走的 梅雷翁想和拿库鲁配合打以王一拳 但拿库鲁打消了他的幻想 拿库鲁说即使我们有机会打以王一拳 那么距离以王超过50公尺 波特也不会计算利息 如果在50公尺内等到以王破产 那么你就一直不能呼吸 我的师傅莫老五才有可能达到这个肺活量 否则只要你一呼吸瞬间就会被以王干掉 而且我们的能力现在已经被敌人知道了 会想出一堆办法对付我们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通知猎人协会 尼特罗会长已经战败 让他们尽快拟定后续的作战计划 但两个人此刻的心境并不相同 梅雷翁想的是找以王复仇 而拿库鲁想的是如何完成任务 就在这个时候 以王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霍天荒的亲自发动了圆 以王的圆以闪光的速度照亮了宫殿的四周 还滞留在王宫的四名讨伐队 看到的仿佛是通往天堂的光芒 几乎是同一时间 以王已经到达了拿库鲁身边 他用手轻轻地碰一下拿库鲁就把他打倒了 梅雷翁看到后甚至还没来得及思考 也被以王撂倒了 而普夫和尤匹突然发现以王在自己面前消失 紧接着身后的波特也随之解除 然后以王抓到了两个敌人又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一波繁琐的操作 以王在呼吸之间就完成了 以王说晚一点我会向他们问话 然后就随你们处置 而且对我发动的缘 产生警戒反应的还有两个人 普夫知道其中一个人肯定还背着小麦 他的大脑开始急速运转 必须想办法阻止以王去找另外两个人 于是普夫说要和以王比赛玩个游戏 那就是自己跟有体去找猫女 以王去找剩下的另外两个敌人 比赛哪边先找到人 但是现在王宫外面 还有很多新来的等待筛选的人类 如果不尽快催眠这些人类恐怕会出什么乱子 所以让以王等自己撒完灵粉就开始游戏 普夫还说猫女在跟可以瞬间移动的敌人战斗 现在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而以王找出敌人却很轻松 为了避免游戏太无聊 所以以王只能再发动一次元 以王觉得还有点意思 于是接受了这个比赛 普夫心里想的是趁这段时间解决掉小麦 但是以王也提出了条件 如果普夫和游皮赢了 可以实现他们各自一个愿望 相对的如果以王赢了 那么普夫和游皮要把他们隐藏的秘密都说出来 普夫和游皮大惊失色 原来以王早就知道他们有所隐瞒 因为他们三个现在是一体同心 以王能感受到他们心里散发出强烈的内疚 但是也能察觉到他们的痴胆中心 知道他们有难言之隐 所以才没追究 普夫和游皮非常的感动 普夫召回了自己的分身 并向以王保证 如果输了绝对会如实禀报一切 所以等普夫撒完领粉再次回到这里 比赛找人的游戏就正式开始 普夫交代游皮去西塔附近守着 如果发现猫女 让她不要接近以王 旁母带着小麦也在拼命的逃跑 她刚才通过普夫 已经看到拿骷髅和梅雷翁被抓 现在轮到自己和张宇哥了 袍姆在犹豫是应该跑到更远的地方 还是先暂时躲到地下仓库去 这时张宇哥从地下仓库出来 让袍姆赶快逃进地下 因为张宇哥想利用小麦设下一个圈套 他们把小麦藏在地责户的一个房间里 然后还带来了狼人和皮皮虾 张宇哥让狼人给以王传作话 说小麦就在地下仓库 狼人知道张宇哥肯定设下了陷阱 如果自己不说会被以王怀疑 小麦感觉狼人很不靠谱 打算放弃谱夫改为监视狼人 但是被张宇哥制止了 因为张宇哥和狼人谈过心 知道狼人最在意的是什么 张宇哥对狼人提起了宰衣落 因为狼人虽然变成倩和乙 但是他唯一挂念的就是宰衣落 张宇哥还喊出了狼人前世的名字 这让狼人很吃惊 狼人从来没跟别人提起过自己前世的名字 他们前世应该都是NGL的同伴 所以共同的敌人就是倩和乙 张宇哥让狼人顺便把皮皮虾也带走 就这样成功的对狼人进行了洗脑 尤匹在西塔的上空等待猫女 突然发现一辆卡车从地下仓库开出来 于是拦住了狼人的去路 狼人对尤匹说 敌人抓住了小麦 他们想用小麦来交换拿库鲁和梅雷翁 让尤匹把这件事告诉以王 尤匹知道朴夫正在进行我杀小麦的计划 所以他只是嘴上答应 并没打算向以王汇报 狼人看着尤匹的身影 想起了张宇哥说的话 倩和乙是自己的敌人 于是他叫住了尤匹 问尤匹记不记得自己的前世 尤匹说我才不记得那种东西 我就是以王的护卫 以后不要问那么没营养的问题 尤匹刚要走 狼人又叫住了他 胆大的狼人居然敢用懒男对着尤匹 还命令尤匹回答他的问题 小尤匹暴怒 刚准备收拾一下狼人 却突然有笔血了 等仆夫再次找到尤匹时 发现他已经惨死 在宫殿内 尤匹用尾巴拨开地上的石头 突然发现了破碎的棋子 尤匹看到棋子终于想起来 自己本来在跟一个人下棋 而且自己一次都没赢过对方 这时朴夫跑进来跟尤匹汇报 说尤匹已经遇害了 但是尤匹并不关心 他对朴夫说游戏可以开始了吧 因为之前约定 只要朴夫回到这里 就开始找人比赛 朴夫看到小麦在地上留下的棋盘也明白了 尤匹似乎已经想起了什么 伴侮通过朴夫的视角也看到了尤匹的死亡 和尤医王现在的状态 他对章鱼哥说刚才尤医王发动人的时候 并没有来找我和小麦 可能是因为我用头发盖住了小麦 所以他感知不到小麦的存在 如果我们把小麦藏起来 然后遮住他的身体 那么尤医王就找不到小麦了 剩下的只要拖延时间就好了 直到尤医王死掉为止 章鱼哥以为旁母在说梦话 尤医王怎么会无缘无故就死掉 但旁母很坚定地说 尤医王在几个小时后就会死掉 原来蔷薇带有剧毒 在开花的瞬间 会散播大量的蔷薇之毒 这种毒素会扑散到距离开花很远的位置 而且这种毒素有很强的传播效果 简直就是一种泥灭人性的恶魔武器 旁母通过瀑布的视角 已经知道尤医王中了蔷薇之毒 小麦被旁母包裹得严严实实 藏在了一个阴暗的木箱中 尤医王已经快死了 旁母也不打算让他们见最后一面 旁母知道这样做很残忍 但人类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比剑合已更加残忍 瀑布已经在不断的咳血 尤医王早就看穿了这一切 但是瀑布在尤医王面前还是故作淡定 尤医王再一次发动了圆 这次发动圆尤医王看到了旁母通向地下的脚印 还有尤匹的遗骸 而且新增了一个对自己原产生反应的人 尤医王挨到了狼人身边 知万尤匹是不是他杀死的 狼人赶快成心 说自己正在跟尤匹对话 然后他突然口吐鲜血 痛苦挣扎过后便死了 其实狼人确实攻击了尤匹 但是狼人的能力还没发动 尤医就因为强威之毒死掉了 但是尤医王此刻能清晰地感觉到狼人对自己的敌意 谷夫更是惊讶 原来尤医王不光得到了尤医的能力 就连自己洞察人心的能力尤医王也得到了 而且把他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 狼人为什么对自己怀有敌意 这一点让尤医王很在意 所以打算找狼人问个明白 谷夫害怕狼人把小麦的事情说出去 赶忙阻止尤医王 他对尤医王说你把顺序搞错了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游戏 狼人虽然不知道我的秘密 但是如果你继续追问下去 他很可能会无意间泄露我的秘密 所以在我们决出胜负之前 都不要去问狼人任何事情 狼人现在更慌了 他不知道谷夫在说什么 真后悔刚才没有直接跑掉 就因为那么强大的尤匹 在自己面前像小虫子一样死掉 所以才会误以为自己也能杀掉尤医王 他现在开始责怪章鱼哥 要不是他的洗脑 自己也不会想着当英雄去给宰医洛报仇 而且宰医洛也没死 自己应该找到他 然后携手一起复仇才对 狼人仔细回想自己还有什么筹码可以保命 章鱼哥让自己传话 而这涉及到狐夫的秘密 还有自己增恨尤医王的原因 把这些都说出来真的能活命吗 自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关键 如果说错了 再一瞬间就会毙命 此刻的尤医王非常愤怒 他对狐夫说 你隐瞒我的秘密 竟然和狼人增恨我有关系 而且你还打断我的话 还说我做事情顺序错了 还带有命令的语气让我不要追问狼人 相信你已经做好觉悟了吧 蚁王让狐夫给他解释这一切 蚁王所散发的煞气让狐夫意识到 只要自己的回答狐夫和蚁王的心意 无论说的对与错都会瞬间毙命 但是狐夫早已经做好了不死的觉悟 只要能有助于蚁王统一生物 自己死不足惜 狐夫对蚁王的回答是 我什么都不能说 因为我们还在比赛中 蚁王彻底拿狐夫没办法了 因为蚁王已经金飞锡笔 他不舍得杀掉狐夫 但是蚁王并没打算放过狼人 只是过去了短短的一秒钟 他的面容仿佛力金版于年岁月般的苍老 头上的毛掉的一根不剩 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 面对蚁王的威胁 他知道只需要一句话 是蚁王对猫女说过的话 这句话也是蚁王的秘密 只要说对自己就可以活命 狼人最终得出了答案 那就是小麦两个字 狼人很幸运的答对了 蚁王在听到这个名字后 终于找回了他最重要的记忆 蚁王被蚁王说这就是你的秘密吗 蚁王说是的 他现在任凭蚁王处置 蚁王说我没必要处置你 之前抓到的两个人也许知道小麦在哪 打听到消息后就把他们放了吧 蚁王还感谢了狼人 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想起小麦 当蚁王要去找小麦的时候 狼人突然又硬气了 蚁王听后并没有动怒 只是淡定的对狼人说 希望你可以见到宰伊洛 如果有可能 就以人类的身份活下去吧 堂堂的蚁王为何会对旁母下跪 原来蚁王来到了毕泽夫的地下乐园 将其转换成无数的光子 找到了藏在柜子中的旁母 蚁王说我已经感受到你那父死的决心 但是人类和倩和已的战争已经结束 是你们获得了胜利 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见一个叫小麦的女人 我希望能跟小麦一起度过剩余的时间 仅此而已 所以希望你能告诉我小麦在哪里 庞姆知道蚁王说的是真心话 堂堂的蚁王没必要来欺骗弱小的自己 但是庞姆控制不住自己对蚁王的怒吼 蚁王残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 它是残忍和暴力的象征 但是现在面对自己的咆哮却如此冷静 而且蚁王还在不停地夸赞庞姆 说庞姆的决心是自己见过最为坚真美丽的 庞姆不希望蚁王再继续说下去 他不想原谅这个让同伴陷入痛苦的罪魁祸首 但蚁王继续用卑微的姿态对庞姆说 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 不断地拜托你而已 接下来的动作更是让庞姆感到震惊 蚁王慢慢地去下了自己的身体 他打算跪在庞姆的面前 请求庞姆告诉自己小麦的下落 庞姆大喊一声制止了蚁王的行为 因为庞姆的身体有一部分也成了欠和矣 现在蚁王居然背离种族做到这种地步 这是庞姆绝对不允许的 庞姆答应了蚁王的请求 但是他要求用自己的能力 亲眼见证蚁王和小麦的未来 此刻的王宫外面寒风凛冽 还助力着数百万等待筛选的人类 地上一条长长的血痕 正是催眠这些人类的消亚朴夫留下的 朴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还在向着蚁王的方向爬行 他的忠心实在令人感到敬畏 他是当之无愧的王下三护卫 蚁王找到了还在熟睡的小麦 脸上充满了欣喜与爱慕之情 随上的笑容更是令人羡慕 但他依旧无情地打断了小麦的美梦 因为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要通过下期来度过谨慎的时光 小麦更是开心的像个孩子 感谢蚁王救了自己 蚁王说救你的是我的护卫 但是我并没有资格当他们的王 小麦想要向三护卫道谢 蚁王说我会亲口替你向他们道谢的 蚁王告诉小麦 自己的名字叫梅露爱慕 是照亮世间万物的光明 小麦赶快跪拜梅露爱慕大人 蚁王说服用加大人两个字 小麦说赢了我之后 让我冒犯地直呼您的名字 然后再去死吗 蚁王说你现在输了也不需要死 而且我现在和以前可不一样了 你要做好连败的心理准备 蚁王又问小麦 如果你赢了想要什么 蚁王说那我就要求你再跟我下一局 蚁王意识到自己又问了个愚蠢的问题 两人又开始了期盼已久的对异 但是蚁王忽然发现 小麦又用了自己曾经用过的棋布 而且这个棋布被小麦破解了 如今又拿出来用 是在戏弄自己吗 蚁王对小麦说我可不想陪你胡闹 蚁王说我是认真的 我从来不拿下棋开玩笑 蚁王不相信小麦的话 他毫不留情地将小麦的棋路毒死 但是小麦却神奇地把棋救活了 现在的小麦也是金飞锡笔 在他的眼里就不存在死棋 蚁王认真的思考后 很快地反将了小麦一军 小麦留下了幸福的泪水 蚁王很惊讶小麦为什么要哭 蚁王说像我这么平凡的人 真的可以这么幸福吗 接二连三遇到这么美好的事情 蚁王看后还是决定告诉小麦真相 蚁王说自己中毒活不了多久了 想用下棋和小麦度过最后的时间 但是这个毒会传染 如果在自己身边待太久 你也会因中毒而死 小麦没等蚁王说完 就已经心领神会了 小麦又反将了蚁王一军 蚁王和小麦此刻感同身兽 他们化为两颗黑白棋子 在无尽的空间中不断缠绵 蚁王和小麦终于永远在一起了 媒体对外宣称 东国头的国民大会 实则是一场流血革命 阿菲国王的遗体已经被发现 二号人物毕泽夫现在下落不明 而NGL将由国际组织进行强制搜查 末老五项绿豆人汇报了战场的真实情况 绿豆人含泪拿出了会长的录像 代工之于众 原来会长早就料到自己凶多吉少 所以提前通过录像辞去了 猎人协会会长的职务 并且交代了后续的人士安排 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明白 这是尼特罗的遗言 此时一个人坐在摇椅上 享受着安逸的田园生活 这才是真正的阿菲国王 原来他早已经隐居30年之久了 随着倩和已和人类的战争结束 东果托和NGL也宣布正式灭国 两个国家的财产和剩余的500多万人口 被剩下的三个国家评分 为了确保NGL这片土地不再成为新的货源 国际组织将这里列为永久的自然保护区 而保护区域的管辖责任 也是交给了猎人协会全权负责 皮皮虾已经搭乘毕泽夫的卡车回到了NGL 皮皮虾不习惯人类的世界 他还是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 而且他还要帮助雷娜找到自己的妈妈 此时车上的希娜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他催促狼人搞快点 因为他们一行人的目标是流星街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皮皮虾和狼人聊了很久之后 终于把他们送上了旅途 希娜对此次旅途充满了期待 他和狼人的目标都是寻找仔衣洛 他们相信仔衣洛一定是去流星街了 狼人相信仔衣洛在流星街 已经做好了建国的准备 等他们一过去 说不定直接成为社会的上流人士 利则夫夸赞狼人真实乐观 狼人说自己可是已经死过两次了 但是还活得好好的 而且还是阻止了蚁王的男人 所以现在没什么好怕的了 利则夫觉得狼人说得很对 自己现在是国际通缉的政治要犯 能保住性命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决定要好好享受这个赚来的人生 雷娜带皮皮虾来到自己的村落 但是他现在变成了倩和矣 所以不敢出现在村民面前 皮皮虾叫他不用担心 自己去和这些村民交涉 但结果可想而知 他们一出现 村民就全都吓跑了 皮皮虾只能站在外面大喊求助 他说自己没有恶意 只是想向他们打听一些事情 终于有一个大妈啃出来听他们解释了 雷娜的母亲每天都会怀念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场景 哥哥扣鲁多勇敢有担当 妹妹雷娜乖巧懂事 但是却被残忍的怪物夺去了生命 这时房门突然打开了 雷娜看到母亲后吓得赶紧躲起来 而母亲竟然认出了这就是雷娜 雷娜听到母亲喊自己的名字也不再闪躲 母亲开心的扑到雷娜怀里 雷娜哭诉着给妈妈讲 扣鲁多是怎样保护自己的 相信有一天他们一家人会再次团聚的 皮皮虾见雷娜找到妈妈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是一个老奶奶还邀请皮皮虾一起来干饭 因为她是雷娜的恩人 皮皮虾还不习惯人类的热情 所以潇洒的离开了 但是皮皮虾望着广袤的NGL 不知该何去何从 这是一只小手拉住了她 原来是雷娜亲自来感谢她 并且邀请皮皮虾跟她一起回去干饭 莫劳五打电话给扣鲁多 告诉她政治家们掩盖了倩和宜的真相 倩和宜以后会被归类为新种魔兽来看待 只要他们装成无害魔兽就不会有问题 而扣鲁多告诉莫劳五的消息更是令人震惊 原来她一直以为以后的女儿是雷娜的转世 但那女还紧心口说出自己不是雷娜而是凯特 莫劳五文言下的书业评也不管了 惊慌失措的要跑去找小杰和奇亚 而小杰这边情况不容乐观 她依然没有脱离危险 并且因为需要一直依靠生命维持装置 而无法随意转到专门机构去 莫不表示既然去不了专门机构 那我就把专门机构搬来这里 费用由自己全额负担 总之绝对不能让小杰死掉 奇亚依然在监护室外守着小杰 想起小杰抱走 和他说要自己一人解决的画面 虽然心里明白凯特对小杰的重要性 但是他还是无法接受小杰一人承担这一切的决定 他多希望小杰能对他说我们一起打倒他 当初的那句我们走吧 到底是为了任务说的 还是以朋友的身份说的呢 他总是自顾自的不断往前走 伤后的事全由自己来做 这次也不例外 但自己对小杰早已妥协 诺布这时也找到了奇亚 告诉他自己要组一支医疗团队来救小杰 但为了透过四次员公寓把人员设备送过来 自己得亲自走一趟 问奇亚要不要跟他一起去 而奇亚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 他拒绝了诺布 诺布以为他要继续陪着小杰 奇亚却说自己会负责救小杰 医生和小杰就拜托诺布了 自己将要离开一段时间 在诺布愣神的期间 奇亚已经投也不回地离开了 而另一边 尼特罗会长留下的录像 宣布了下任会长的选举 选举必须由所有猎人票选 投票日期跟投票方式等细节 则将由12支的众人来决定 12支是猎人协会最高级的干部 他们在尼特罗的召集下 与总部集合了 猎人12支是12位实力 经过会长认可的猎人 会长在有事时会委托他们管理协会 还根据12生肖替每位成员 取了一个代号 刺客11人同坐一堂 连缺席大护金都到场了 而身为副会长的子 竟然没来 蛇女吐槽他肯定是给自己拉票去了 就在众人七嘴八舌讨论时 自帕利师通才华丽丽的姗姗来迟 他一进来就向众人表达了歉意 除了入座时 他竟直接拉过一旁的椅子坐在了领导位 并开始主持讨论选举事宜 这一行为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但帕利师通觉得自己好歹是副会长 只为比他们高一点点 做事利乐也好快点结束会议 既然大家不服他 他便推荐了自立最老的迅猛龙 和执行能力最强的企多 然而企多和迅猛龙早把他看透了 说反正都会被你搅局便拒绝了他的推荐 在场反对他主持的也就只有四人 于是主持权又落回到他手里 谁知接下来他一张口就是要自检当下任会长 这话可是将在场其他人都惹恼了 但他认为办选举就只会浪费钱和时间 反正成为会长的都会是自己 蛇女直接发动技能震慑他 并说在场所有人都不会给他投票 怕力士通并不在意 说在场所有人加起来也不过才11票 但你们知道协会的猎人有多少吗 兔女郎无情打断他 说你口中的猎人早就沦为你的奴隶了吧 你到底给了他们多少好处 这是奶牛哥突然开口 直言在他担任副会长的三年里 至今下落不明的猎人人数有18人 对于猎人来说 失踪比死于非命还要不寻常 而在他上任前的年平均失踪人数是0.6人 他上任后直接增长了10倍 怕力士通对此避而不谈 只说自己当少会长后人数一定会下降 这时金突然开口 说自己也要加入竞争 这话一出这可真是震撼众人一整年 怕力士通提醒金说小杰的情况好像很危险 然而金丝毫不担心的样子 他相信小杰是不会死的 怕力士通于是提议重新考虑竞选之事 说不如先把投票的方式定下来 岂多建议用抽签来决定投票方式 他无视悟空的反对 让大家在纸上写下想投的人 投票率需达成95% 然后再请绿豆人从中随机抽签 每人的几率都是公平的12分之一 于是众人便没有了意义 怕力士通也表示没有意见 不过他为了知道是谁的提案 要求众人要在纸上写上名字 几人写好之后请来绿豆人抽签 绿豆人朝经的方向瞟了一眼 然后将手伸进筒里随机取出一张 但金与众人而言是个不亚于怕力士通的麻烦 他写的规则是 1.所有猎人既是候选人也是投票人 2.第一次投票中票数最高者 没有超过猎人协会所有会员的一半 就已排名前16进行重选 如果仍无法选出 就在减100人数后重选 3.如果投票率没有达到95% 该次投票就必须重来一次 4.每位投票者一定要写上自己的名字 为进名者视为废票 关系和孔雀对第四条非常不满 但金却说知道谁投票给谁才好玩 怪不得大家觉得踏实麻烦 这家伙只顾着帮自己找乐子了 而规则还有第五条 就是选举对策委员会最高负责人是金本人 此言一出众人才慌了 毕竟这样一来 金就能自由操控选举了 怕力士通直接对最后一条提出了反对 认为负责人不应该这么随意决定 不料金直接答应了 于是只保留了一道四条 然而众人不知道的是 早在两天前 金就已经和绿豆人串通好作弊了 他早就料想到众人的行动和心理了 并且他对当会长并没有兴趣 至于规则五也只是个陷阱 与前四项相比 第五项更让人难以接受 肯定会有人提出反对 到时候自己就把这项撤掉 前四项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接受 如果连第五项都接受 那么自己就要退出 绿豆人好奇 既然他不想当会长 那为啥还要这样做 金则说自己只是想享受 猎人与猎物的绝出过程 而第十三届会长总选举即将开始 即使阿路加的身上 还有几项西巴他们不知道的规则 那个会叫奇亚哥哥的是真正的阿路加 而直呼他奇亚的人 则是拿尼加 另一头 西巴和机球则一直在通过监控监视他们 从进门到现在 奇亚已经完成了三个撒娇要求了 尼基还以为是电脑的代价太简单了 而这也表示阿路加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奇亚只要许愿就可以了 西巴跟尼基再次确认他所知道的规则 第一 拒绝阿路加的撒娇要求而惨遭伤害时 阿路加的撒娇要求难度会回到最简单的模式 这是向阿路加许愿最没有负担的时候 第二 在阿路加向人提出撒娇要求的时候 无法中途转换撒娇要求的对象 第三 如果撒娇要求的对象在中途死亡 撒娇要求就是为失败 最少会有一人跟着陪葬 第四 阿路加无法向不知道名字的人提出撒娇要求 第五 同一个人没法连续向阿路加进行许愿 西巴看着监控里的奇亚 奇怪他怎么还不许愿 尼基猜测他是不是又在想什么天真的事了 毕竟如果他在这时候许愿 就代表要让其他人来帮忙善后 西巴不能理解 他觉得先把朋友救活之后 再考虑善后的事不就行了 尼基则反问他 牺牲大批陌生人的性命为代价 那个被救活的朋友会觉得高兴吗 答案肯定是不会 而奇亚也是这么想的 这时奇亚开始行动了 他抱起阿路加静止走向门口 让西巴给他们开门 西巴则让他先在那里许愿才行 奇亚心里也有了数 西巴他们果然一点也不了解阿路加的规则 他告诉西巴 其实自己把眼睛变成全黑的他称为拿尼加 现在他们要出去 并且自己许的愿望会由自己善后 吕逼他便对拿尼加许愿 如果30分钟以内没办法一起离开这里 就把老妈杀了 听到这话的三人都镇住了 奇亚接着说 如果30分钟以内顺利离开的话 就亲自己脸颊一下 拿尼加接受了这个愿望 西巴看着屏幕中拿尼加的脸 感到了深深的不祥 机球直接跌坐在地 但他却因为奇亚的冷酷而欣慰地笑了起来 已经没想到奇亚这小子会用这招逼西巴做选择 而他这招果然用对了 西巴只能给他们开门 奇亚就这样抱着阿路加一步步离开这个牢笼 拿尼加虽然很擅长破坏 却不擅长修复 进行修复的时候需要直接摸到对方 才能发动能力 医院里 莫劳武打电话告知奇亚小杰的情况依旧没有好转 就算告诉他凯特的事 一气上落也没有显示任何反应 虽然大家都赶过来替他加油打气 但还是完全没反应 奇亚知道已经不能用一般的方式唤醒他了 莫劳武以为奇亚要做危险的事 便劝他最好将这件事交给除念师处理 奇亚解释自己并不是要做什么孤注一致的事 还对他承诺小杰一定会复原的 只不过到达他们那里会是个问题 莫劳武还没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电话就被切断了 切断电话的正是管家无童 基于保密原则 无童要求奇亚停止接下来的通话 并告知他的外出警戒等级升到了第四集 奇亚明白过来 他是刻意等奇亚把线索告诉莫劳武才切断通话的 无童对自己还真是照顾 这里解释下外出警戒等级第四集 代表目标的言行举止是有禁止事项 目标一旦触犯禁止事项 将当场捉拿并强制遣送回复 目标只要试图踏出揍迪克家的窄底一步 就会成为被捉拿的对象 而奇亚的警戒理由是将精力物品带出窄底 以及反抗伤心 表现出恐吓的态度 禁止的事项有三条 总之就是奇亚要被监视着才能过去 这时不远处又走来两位管家 奇亚面对自婆年有些慌了 说自己绝对不会在四集警戒下乱来的 他说自己可不像西巴和梧桐一样好说话 因为贵就必须回家这点绝对没得商量 梧桐心想在这个窄底之中 也就只有自婆年敢这样跟奇亚说话了 阿路加健壮挡在奇亚面前 对自婆年说不可以欺负哥哥 自婆年对着阿路加露出笑脸 道歉后并表示自己不会再犯了 而奇亚也懂了 自己对于老太婆就是和梅哲 自婆年也跟阿路加套起了近乎 不料阿路加突然开口 没想到阿路加在这个时间点突然发作 这下连奇亚都愣了 一个人将在原地 最后自婆年应下了撒娇要求 将小指指甲拔下地给了阿路加 然后对奇亚说接下来自己会隐身一段时间 这样阿路加短时间内 就不能再对其他人提出撒娇要求了 说完就闪现走人了 奇亚一行人也出发前往医院 管家梅童接到了来自雷欧丽的电话 梅童告诉雷欧丽 想要救小杰就要答应他们的一个要求 那就是等他们抵达后就要清空医院 只允许留下小杰一个人 就连医生和其他病患也不能有 雷欧丽怒了 但后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办得到 这里可是公立医院哎 莫老五从怒气冲冲的雷欧丽手里接过电话 表示这件事就交给自己吧 他说会在停车场盖一间小杰专用的病房 保证不会有人看见他们 而猎人协会这边因为第三次选举投票 投票率仍未达到95% 12只便根据帕利时通的提议举办了个人演说 极力劝说大家仅可能的不要通过弃权的方式 来发泄对协会的不满 实在不行就把票投给12只的刺头 惊也行 接下来的候选人问答时间人群之中有人高高举起了手臂 这人不慌不忙的走向麦克风 没错他就是老朋友雷欧丽 他拿着话筒向台上的金身情发问 这莫名其妙的话引起了人群的一阵骚动 金却只是冷淡的说成帮你照顾小杰 今后也请你多多关照他 雷欧丽急了 催促金去探望小杰 他想的是小杰那么想见到自己老爸 如果自己老爸去探望他 那他的病情也许就会好转 金却反问他小杰有说过希望自己去找他吗 这下雷欧丽可是实打实的怒了 小杰都成人干了 他哪有办法说话啊 这一拳打的真是振奋人心 在场的吃瓜群众都欢呼起来 经过这次的演说 投票率一下子达到了97.1% 票数第三名的居然还是雷欧丽 因为达到了95%的条件 因此可以进行下一阶段也就是第五回选举了 候选人为票数排名前16名 车上的奇亚通过视频转播看到了雷欧丽的壮举 不料身边的梧桐却接到了来自伊尔弥的电话 此时奇亚也依靠梧桐 弄清楚了围绕在阿鲁加身边的家人关系图 很明显自国年和亚马因隶属自己老爹那边 而梧桐和卡纳利亚则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他还发觉一提到伊尔弥 亚马因的警戒程度就异常飙升了 这表示伊尔弥的立场 跟亚马因和自婆年也就是他爹和他爷爷不同 伊尔弥恐怕想对阿鲁加出手 被控制的几辆车对他们重追不舍 最后一一躲过后滚下断坡 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块降落点 却又被迎面一辆货车撞翻 火车上的钢架穿进车里 车子也随之掉下山崖 始作勇者伊尔弥和西索只是站在高处看戏 伊尔弥居然知道了奇亚隐瞒了一些规则 他便拖西索去解决管家们 如果可以就把阿鲁加从奇亚身边带走 奇索赢下 接着问他可不可以把奇亚也杀掉 这句话直接出了伊尔弥的匿名 伊尔弥的杀气一出 远处的奇亚立马就察觉到了 亚马因建议还是尽快远离伊尔弥 如果他们的路线已经曝光 在森林里另寻出路反而比较好 亚马因告诉奇亚他爹和他爷爷都不是奇亚的敌人 自己接收的任务里 也包括平安护送奇亚回家 奇亚突然停了下来并开始蓄力 回答亚马因说 只要任务里没有阿鲁加的名字 你们就是我的敌人 与帝便用电光石火逃离了他们的监视 梧桐赶紧给奏迪客宅打电话 报告他们与奇亚走散了 还报告伊尔弥已经知道他们的行动了 此时西索也从森林深处追来了 他一言不合就冲三人发动了扑克攻击 却被梧桐用硬币一一挡下 他让亚马因和塔纳利亚去追奇亚 自己留下来对付西索 两人听从命令离开了这里 这下就是两人一被一了 梧桐见西索竟然接下了自己的硬币 心想自己的硬币可没有弱道 能让对手毫发无伤地接住 猜测应该跟他的能力有关 于是便又发动了凝蓄坛 果然看到西索的气与硬币连接着 西索告诉他自己的气具有黏着力 以及谈力两种特性 梧桐对他说你透露这么多情报可别后悔 西索竟然说对死人说出能力也没关系 西索用气做出屏障挡住了梧桐射来的硬币 还嘲讽梧桐的攻击速度变慢了 梧桐也承认速度的确是变慢了 不过这是因为他将力量都用在旋转上了 飞速旋转的硬币使得西索被自己的气绞住 他趁西索无法动弹便又抛出了几枚硬币 然而西索将附在脚上的气解除 整个人的身体忽然就弹开了 从而躲过了硬币攻击 这下梧桐震惊了 这时西索开始在丛林中高速移动混淆梧桐的视线 顺便还告诉梧桐 为了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只要解除脚上的粘着力 就随时能弹射的状态 自己事先就把气随着一开始的卡片攻击射出去了 接着说在他发动的攻击里 自己拿到了22枚硬币 让梧桐去采接下来自己会返还他几枚硬币 梧桐心想他应该是想用弹力弹射硬币来攻击自己 果然隐藏着的西索已准备就绪 梧桐也不甘示弱 说管你多少枚自己都会打下来 齐亚和阿路加还在赶往医院的路上 借离下一个城镇帕拉斯塔还有40公里 齐亚准备继续用电光石火冲刺 资伯年看了嘖嘖称赞 这样的神速只靠自己都追不上 他打电话让亚麻因来找自己 然而俩人感到是马路上却只有一辆摩托车 这摩托车竟然是资伯年变成的 这辆摩托车可以靠几人的气行驶 几个人的气就是比一个人的强 摩托车没一会儿就追上了齐亚 齐亚没辙 只能跳下山坡从丛林里开 自伯年等人经过一番推理 才到齐亚会先去机场 便决定到机场去蹲他 于是气喘吁吁的齐亚到达机场后 看到的便是早已在此等候的亚麻因和卡纳利亚 他们还为齐亚安排好了飞行船 然而齐亚说至少也要租坐五六艘 各自飞往不同目的地 才能骗过耶尔尼 没办法 两人只能再去办理手续 期间卡纳利亚一直缠着亚麻因问东问西 等他反应过来 齐亚已经带着阿路加跑了 原来卡纳利亚是故意扰乱自己的内鬼 耶尔尼赶到机场时 齐亚早已乘坐飞行船离开了 然而他们也分不清齐亚在哪艘飞行船上 耶尔尼便决定使用自己的念针 凡被插入念针的人到死都会为他效命 齐亚猜到耶尔尼会做什么 便告诉沃老五 耶尔尼恐怕会派出真人追踪自己 真人是被注入念能力的特殊真具所控制 并且会替他效命到死的战斗兵 牺牲者都是一般民众 被刺中的瞬间就等同于是个废人 齐亚拜托莫老五召集猎人去追捕带回那些真人 这样能掌握了他伤害一般民众的证据 如此耶尔尼便要受其他猎人的追杀了 齐亚之所以这样说 是根据猎人实规第四项 猎人不得将猎人同胞视为猎杀目标 莫老五也不愧是行动派 一下就联系上了铁拉丁等人帮忙抓捕真人 两方势力都已出击 但耶尔尼这边还有西索这尊大国帮忙 他帮耶尔尼解决了前来助阵的猎人小喽啰 还拿到了事关齐亚路线的地图 但耶尔尼这边有卧底 他已经根据卧底知道了齐亚搭乘的哪艘船 资婆年见齐亚开着飞行船躲进了云层 他便变化成了飞艇跟在齐亚他们后面 这是资婆年的能力 把自己的身体具现化为各种交通工具 而因为第五回会长选举 投票第一名没有得到有效票数的50%以上 便围绕着前八名进行重选 猎人没想到的是第六回投票率骤降 其中58人未投 铁拉丁也得知了派出的猎人团队全灭的消息 不仅如此 就连自己的大将帽子哥也失败了 他还以为耶尔尼雇用了几十名杀手 殊不知杀手其实只有西索一人 此时飞船上的齐亚打电话给卡纳利亚 让他安排车来接自己 他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追踪 飞船降落的地点距离医院还有60公里 齐亚他们搭上车 然而车开出去没几米却又停了下来 出现在车子面前的 竟然是耶尔尼的真人 齐亚想不通他们是怎么找来的 便让司机加速冲过去 齐亚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耶尔尼是怎么追踪到自己的 耶尔尼则一开口就问齐亚 是不是隐瞒了有关阿路家的事 齐亚陷入禁费两难的境地 这时资婆年突然出现 还说自己就是那个被冰的死死的 还不知道的糊涂蛋 原来机球能看到由他的眼镜所拍摄到的画面 还把这个画面传送给了耶尔尼 而耶尔尼之前说的卧底就是资婆年 随着资婆年的出现 之前中断的撒娇要求继续了 耶尔尼感到了不妙 但却正和资婆年的意 因为他想帮助齐亚对付耶尔尼 在送给了阿路家两个指甲之后 拿尼家出现了 资婆年让齐亚尽情许愿 上后由他和亚麻因来负责 耶尔尼丝毫不慌 甚至还有点兴奋 因为如果自己死了能换其他家人没事的话 那自己也甘愿 最重要的是如果齐亚真的许愿让自己死 那他将会被齐亚记住一辈子 真是个变态地空 然而齐亚许的愿望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拜托拿尼家将资婆年的手制好 他告诉众人 拿尼家虽然很擅长破坏 却不擅长修复 再得知齐亚能在浮浪显的情况下 治好小鞋 耶尔尼便暂时放过两人了 同时铁拉丁被逼到绝路 包化要公开耶尔尼的信息 希索哪能让他如意 直接先下手为强把他干掉了 而由于第七回悠悠悠悠没满足条件 便说到了由前四名进行重选 齐多听说金格天就要走了 便在走廊蹲他 询问他打败帕丽石通的办法 经告诉齐多帕丽石通并不打算胜选 也没想过要落选 所以才这么厉害 因为他只是想玩而已 而接下来第八次选举会有起多 和帕丽石通胜出 下次的一对一选举中 第一名跟第二名会对调 然后这情况会不断持续下去 直到某一天 而某一天是什么意思呢 尼特罗会长自爆的那天 有100艘猎人协会所拥有的大型飞船 飞往了东国陀共和国 这件事没几个人知道 那次的行动大概回收了5000颗欠合一的剪 他们都有念能力 八成已经孵化了 帕丽石通打算拿他们来找乐子 某一天就在下次的猎人实验日 第八次会长选举开始了 为了在这次选出最终胜者 他们采取了强制措施 就是不选出新会长就不准走 演说从第四名的奶牛哥开始 然而奶牛哥一发言 就是让大家把票给起多 因为自己还要培养他的徒弟 还想朝三星猎人努力 第三名起多的发言 也是令人大跌眼镜 他竟然推荐雷欧丽当会长 这下连帕丽石通都笑不出来了 雷欧丽更是放飞自我 说自己要是当上会长 就要把协会变成自己的私人机构 还要动员所有人去救火小杰 他对朋友身后情意打动了在场群众 人们纷纷为他鼓起掌来 就连企多也认可了雷欧丽 塔利石通演讲时却说 认为救人和选举这两件事应该分开 还推荐了奶牛哥当会长 好家伙你们可这踢皮球呢 第八次投票结果出来了 雷欧丽居然真的成了第一名 但是由于得票率不足50% 因此将由前两名进行最终的投票 此时奇亚也已经到达了医院 奇亚在阿洛加醒了之后告诉他 自己的朋友生病了 想让他恢复成以前健康的模样 还向阿洛加承诺这之后会一直陪在他身边 看到哥哥伤心的样子 阿洛加放出了拿尼加 奇亚牵着拿尼加走向小杰 他找出小杰的手 却在看到小杰变成干的手后 整个人心痛的颤抖起来 他拜托拿尼加把小杰治好 拿尼加握住小杰的手 瞬间一股强大的力量迸发了出来 不仅在外守候的人们 就连远处协会大楼里的人都感受到了 叶尔迷看到传送过来的视频 兴奋的整个人都崩坏了 由于第八次投票结果 第一名得票率不足50% 因此前两名将进行一位一的最终投票 最后的演说中 帕丽士通让雷欧丽再说一次当上会长后想做什么 雷欧丽说自己要救小杰 为此会动员在场所有人 帕丽士通听完后看向会场大门 似乎知道有什么将要到来 接着他开始一系列迷惑发言 说要发动紧急动议 让猎人们进行信任投票 还提出要重整猎人实规和猎人考试 首先要废止目前的猎人考试制度 这时会场的大门突然打开 雷欧丽看向门口 怕丽士通也达到了自己的拖延目的 门口的莫老五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冲着雷欧丽竖起了大拇指 雷欧丽瞪大了双眼 只见出现在门口的 赫然就是小杰本杰 小杰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差点死掉 莫老五让雷欧丽别跟他讲这事 人没事就好 还告诉雷欧丽奇亚治好小杰这件事千万要保密 这时台上的怕丽士通带头鼓起了掌 在座的猎人们也纷纷应赫 现场一片其乐融融 只有其多表情凝重 他这才明白他们都被怕丽士通摆了一道 原来怕丽士通早在经说自己也要参赛的那时候 他脑子里就出现了现在的这一幕 因为经说小杰不会死 所以自己就相信一定有办法能治好小杰 一直到听到雷欧丽说同伴正拼了命的想要救活小杰 脑海里的这个画面才终于完成 尤其是在感受到哪里加释放出来的气息后 他心里直觉小杰的同伴已经找到办法了 所以他才进行迷惑发言拖延时间等小杰来 这时小杰发现了坐在底下的金 金心里各种小九九 面上去假装淡定的冲小杰打了个招呼 小杰哭着跑向金 对他道歉说都因为自己凯特才会变成了女生 他向金续说自己和凯特与倩合意的战斗 金手足无措的样子让赌恩和李斯特都感到震惊 然而小杰接着说自己应该代替凯特死掉 金严肃起来 告诉小杰凯特之所以会带他旅行 是因为凯特觉得他能够胜任 判断错误是凯特的责任 当然实力太弱的他也有责任 希望他要深深淋意为戒 还让他快去跟凯特道歉 走之前小杰问金自己之后还能再跟他聊聊吗 金确表示自己很忙 这是场上的吃瓜群众坐不住了 纷纷开始声讨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于是金便对小杰说自己会在这里等着他 完了便要跟吃瓜群众问干架 然而一直到现在选举还没有结束 齐多等还抱有一丝侥幸 但帕丽石通问小杰自己和雷欧丽希望谁当会长 小杰知道雷欧丽想当的是医生 便毫不犹豫选择了帕丽石通 雷欧丽也在投了帕丽石通一票后 和小杰一起离开了 至此帕丽石通当选为猎人协会第13任会长 接着他竟任命齐多担任副会长 并当场辞去会长职位 在完成这一阵惊重人的骚操作之后便离开了 齐多追上他 只问他为什么要这么玩弄人 然而叹丽石通告诉他自己并不是想当会长 才接下护会长的位子 自己只是想找会长麻烦罢了 他提醒起都要尽快进行修改猎人考试和实规的事 说完便离开了 这边的小杰不知道自己是被齐亚救活的 还问雷欧丽齐亚在哪 说自己对齐亚说了很过分的话 也要向他道歉才行 然而雷欧丽答应了莫老五要对小杰保密 他开始良心不安起来 而伊尔弥也来到了医院 他竟想将齐亚和阿鲁加都控制起来 还对齐亚说由自己来管理他和阿鲁加的话 他们会更安全 然而齐亚对伊尔弥说阿鲁加由自己来保护 然后召唤出了拿尼加把伊尔弥传送回家了 但伊尔弥竟生出了把齐亚变成傀儡 来控制拿尼加的可怕想法 齐亚拜托自伯年和亚麻衣 让自己和拿尼加独处一下 甚至不惜说出求求你们这种话 两人很懂事的离开了 拿尼加还在跟齐亚撒娇求摸摸 但齐亚不想让拿尼加再被利用了 便让他以后不可以再出来了 齐亚命令阿鲁加不许再出来了 他以为这么一来阿鲁加也能自由了 然而阿鲁加醒来后却变得生气 他质问齐亚是不是把拿尼加弄哭了 还说拿尼加现在正蹲在地上哭 让齐亚跟他道歉 齐亚本想解释 阿鲁加却哭着说 既然哥哥要保护阿鲁加 那也要保护好拿尼加才行 齐亚这才清醒过来 拜托阿鲁加叫拿尼加出来并对他道歉 不远处偷听的自伯年也感动落泪了 透过自伯年眼镜监视的齐亚妈妈 更是解除了警戒令给了两人自由 另一边小杰也找到了凯特 他对凯特道歉 凯特却问他为什么道歉 小杰说因为自己没能跟他一起战斗 自己的实力不够 但是下次自己一定会保护凯特的 凯特说你击败了我无法打倒的敌人 说明自己没看走眼 只不过那时我们的历练都还不够呢 小杰终于释怀 凯特让小杰替自己向齐亚问好 还让小杰快去找金吧 小杰告别凯特后便返回了会场 金在会场为小杰留了字条 告诉小杰自己在世界树顶端等他 之后小杰还与齐亚会合了 齐亚带着阿路加陪小杰前往世界树 导游告诉他们一年有3000人会来挑战攀登世界树 但能够到达树顶并成功回到地面的强者 一年大概也只有30人而已 几人终于来到世界树附近 男儿却也要在此分别了 齐亚还告诉小杰是自己妹妹把他治好的 甚至告诉了小杰拿尼加的秘密 还向小杰道谢 说因为他阿路加才有机会到外面的世界来 自己也才能下定决心用一辈子来保护他 齐亚告诉小杰自己今后会带着阿路加到各地旅行 阿路加对小杰说等自己先霸占哥哥一阵子后 还会把他还给你的 这不是亲妹妹带头课啊 但分手的时刻还是到来 没有太多时间伤感 毕竟还有寻表金这个目标指引着自己 隔天一早小杰就从震旗鼓出发了 在管理员处获得许可后 小杰就心无旁骛的向着树顶攀爬了 到达树顶后首先见到的竟然是一群毛茸茸巨鸟 这时今从后面走了出来 小杰与金终于相见 小杰问金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金烧家思索便告诉小杰应该是眼前所没有的东西 金告诉小杰自己之所以想要成为猎人 是因为当时要想进入自己想去的地方 成为猎人是最实际的办法 那地方是过去用来埋葬王族的领悟 他不得已组了一只能信赖的团队 在经过各种前期准备后 自己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墓穴看到了真相 然而令自己观念得到升华的并不在于这个 而是大家面对面握手的那一瞬间 与那些同伴相比 灵物里的真相不过是附加物 小杰又问他现在在追求什么 金告诉小杰他们脚下的这棵世界树 其实是一棵阴阳分不足而停止生长的年轻树木 真正的世界树 是吸取岩浆 扎根与山脉 贯穿大气层后还会继续成长的树 它就位于这个世界的外侧 你跟会长对付过的嵌合椅 也是来自于世界外侧的外来物种 稍有常识的大人都会刻意不去触碰潘多拉的盒子 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世界 其实是超乎你我想象的宽广世界中的一小部分 从某个时代的某个地区所选出的人 把以前去过那里的记录留在遗物之中 自己想要的东西从没有变过 就是眼前所没有的某样东西 而要到外面有很多需要的东西 在出发之前至少就要准备好饲养 许可 手段 资格 还有契约 两人这四样自己一样都还没拿到 但自己并不着急 因为自己正在享受旅行的过程 全职猎人动画至此就全部完结了 下一部动画也请继续支持我哦 你们的点赞是我坚持的动力 比心